他才七岁就承担起了妈妈的角色 三个弟弟妹妹饿了只能舔勺子上的残渣 而他们的爸爸什么都不会指挥麻将 两天前邻居突然着急忙慌的街上四姐弟去医院看妈妈 还说晚了就来不及了 到医院后 父亲只顾着和医院撕扯老婆难产死了的事 完全不顾孩子们需不需要父亲关心 可一诚望着病房知道是妈妈没了 事后乔祖望简单地弄了张一项 小姨子为书方健壮 可怜姐姐活了一辈子连像样的照片都没有 房间里孩子们哭得满屋子都是眼泪 唯独一诚一声不吭 还被邻居说他心像石头一样拎 下一秒一副棋子强领着棋薇明来了 然而邻居们在灵堂外开始窃窃私语了起来 他原来是个当兵的 后来转业去了待遇不错的汽车厂 毕城无法忍受妈妈死了还要被一轮 他跑出去后推倒了邻居 这才放声大哭起来 卫书方叮嘱让乔祖望多照顾家里 毕竟五个孩子还那么小 但乔祖望小的却是 这几天里里外外进出的人不少 可出钱的却没几个 心里早就把他们的祖宗问候了八百遍 卫书方知道他是个什么货色 离开时顺口告诉他 明天姐姐要火化 他想天点钱买个好一点的骨灰盒 可乔祖望又不乐意了 小医子转身就要走 乔祖望要求他走之前收拾完家里 第二天他居然忘了自己还有个儿子在医院 直到厂里通知他去卫生所交钱接瓦 他才想起来这茬 他知道自己肯定交不起 所以恬不知耻的 强行从教室里把大儿子乔一程 从老师眼皮子底下带走 而带走孩子们的目的 仅仅是为了吵架拉阵士 所以他带着孩子来到了医院 打算用耍赖皮的方式聚焦所欠的医药费 而身后的孩子们就是他的护身符 他故意找护士姐姐吵架 见这招不行 他又换了一招 那要不你们把刚送你的那个扣下来抵债 你这说了什么话 这可把小姐姐气得不轻 两人吵架的阵仗吓哭了孩子们 一程不想跟着爸爸丢人 立刻想法 被乔祖望一脚踹在了地上 正好被赶来的冤大头 其自成撞见 这次依旧是他替乔祖望 垫付了这些剧本 晚上卫戍方埋怨丈夫就是个老好人 自己家好心好意贴钱贴功夫不说 他要贴别人的闲言碎语 但其自强觉得没什么 而且他拿了钱也是给孩子们买事的 他要真给孩子们买吃的 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他只会给自己买老酒买猪头肉 要不然就去做排桌 果然爸爸不但不给弟弟买奶粉 还要求一程必须承担起 照顾全家老小的责任 你每天做饭的时候 都放点嘴 我一看 把米汤盛出来 放点糖 喂给他就是了 新来的小弟弟不听话 一程照顾了一整晚 由于第二天还要上学 他把弟弟交给了正熟睡的爸爸 然后和二强去了学校 老是要上班的呀 接着乔祖望抱着墙堡中的小儿子出了门 乔祖望为了不带孩子 于是抱着娃去找看不顺眼的邻居吴大姐帮忙 想当初他老婆因为是高龄产妇 吴大姐不放心便在产房外面守着 而乔祖望不但不担心老婆安危 成天像废物一样和牌友打麻将 被小姨子知道后 他强行把他从牌桌上拉到了医院 吴大姐心疼魏叔英挺着大肚子 还要里里外外照顾他 又因为省钱足足走了二十里路 才来医院生孩子 看不下去的他埋怨了乔祖望几句 可乔祖望知道吴大姐丈夫死得早 硬拿这件事去恶心人吴大姐 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摊上这么个无赖吴大姐也只能自认倒霉 可女人天生就是心软 看着孩子又瘦又小营养不良的样子 又被乔祖望添油加醋地说家里可怜 他只好答应暂时帮他带两天娃 可转头乔祖望说了句不是人的话 紧接着又因为看娃耽误他把麻将 他决定找小姨子帮忙 你这话说的你吓死人了 那你有什么打算 他故意装出无奈的样子 这可把卫书芳心里急坏了 他提出想让他养七七的想法 卫书英骂他是个二百五 见小姨子没那意思 他便搬出了死去的老婆 起码不看僧面看佛面吧 果然卫书芳心软了 但他也不是个吃素的主 他暗示乔祖望自己不能白养七七 乔祖望瞬间明白了 养娃被二人当成了一锤子买卖 敲定 毕城除了学习就是在家做饭 洗衣服晒被子 和二强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 可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发生了 三里一没人照顾而生病 毕城给他喝了板栏根依旧不管用 他背着妹妹步行去医院看病 可买药的钱太贵 他希望护士姐姐能便宜点卖给他 你当医院是菜市场还带两价的呀 快去交费吧 别妨害其他人 最后他从手卷里拿出皱巴巴的两块钱 交给了前台 再把仅剩的一毛钱小心翼翼地包好 等他转身看向妹妹躺在冰冷椅子上的那一刻 他急心疼又无助 他希望弟妹们有妈妈疼爸爸 可妈妈生七七的时候 一个人徒步走到最便宜的医院 最后难产去世 爸爸不但不伤心 还嫌弃妈妈死得早以后没人给他做饭吃了 虽然恨爸爸 但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他只好再去牌桌上找爸爸要生活费以防万一 乔祖旺不愿意多给一份钱 但听了儿子的话 他也无话可说 三里发烧了 刚去医院看了 输了肠胃炎 输了一夜 这个月生活费不够了 胡牌 乔义诚刚回到家 发现自己种的菜被偷了 压抑在他心底的情绪快要爆发 谁到了一夜菜 要出来 谁到了我们家菜 要出来 然而他也只是白费力气 最后他果断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来举报 举报我爸爸 我来举报 是你姓爸爸吗 姓爸爸 他叫乔祖旺 你爸爸在干什么事呢 他们赌国 你们照不着 近看守所想要出去有两个条件 要么交罚款 要么拘留15天 可不要脸的乔祖旺知道残疾人不用处罚 你是残疾人吗 是的 我是残疾人 我就在那个残疾人 不利益工厂 上班的 你哪儿残疾啊 多觉 我多觉少了个质不头 乔祖旺真是把无赖和不要脸发挥到了极致 真不配当人更不配当父亲 想当初小儿子刚出生 大儿子让他去买奶粉和牛奶来补充营养 他硬是不去 宁愿饿着儿子也不能少了自己二两猪头肉 一程没办法只能熬点稀饭 再往里加点糖喂给弟弟吃 这也直接导致未来的七七总是比别人本 还遭到同学的无情嘲笑 可摊上这么个废物 爹一程早早变成了小大人 临走连警察都看不下去 乔祖族望瞬间明白是儿子举报的他们 但这下子可亏大了 不但交了巨额罚款还窝了一肚子 回家后就把乔一程暴打了一顿 无论弟弟妹妹再怎么求情都没用 可一程早已习以为常 他只想用这种方式来唤醒爸爸的良知 可是他错了 这一刻他彻底放弃了幻想 他疯了一样跑出了家 他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这样一种家庭 就算出生哪怕当老二也行 为什么偏偏是老大 才七岁他就感觉身上的担子太重太重 好像这座大山越压越重 他委屈地向着大人不被理解 可又能怎么样呢 此时义父听说后急忙赶了过来 他看着一程脖子上的伤很心疼 但还是用坚定的语气告诉他 是啊 他还是个孩子就要被迫体会人生的不义 这就是贫穷的孩子早当家的道理吧 因为他们只有努力一条路才能有出路 正是因为这句话 乔义成背负了亲情的枷锁过了一生 也因此为他以后的路埋下了艰难的伏笔 吴大姐一大早就知道乔祖旺没干人事 一句话让乔祖旺心里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经过义父的开导 义成下定决心一定要带弟弟妹妹过上好日子 他用稚嫩的脸庞说着大人的话 你每个月必须多给我五块钱生活费 买下钱不够 我们需要营养 还要求每个月让他再多给二姨两块钱 不然二姨就不肯带七七了 随后家里的大小时他都要操心 为了防止一氧化太重度 他让义父帮忙过来换上新的铁皮管子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 孩子们笑着笑着就长大了 三立的骨骼越长越清秀漂亮 但不幸他早就被父亲的牌友礼数盯上 一天前乔二强通知父亲去开家长会 可他依然一副吃喝玩乐的样子 不仅不去还埋怨开会耽误自己去找堂子享受 让他有事去找老大 随后潇洒地和呼朋狗友在里面享受 无意间听说投资能赚大钱 他心底立刻产生了拿小女儿换钱的想法去投资 而乔一诚下课后代替父亲开了家长会 然而乔二强成绩不仅差强人意 被老师反映突然多了绅士毛昂贵的衣服 恰巧这时候班里同学丢了买资料的钱 老师的暗示让义诚误以为是弟弟偷的 这时候李叔趁机用钱把四美之走 而三丽就这样落入了他的魔爪 乔一诚把正在牛野家看电视的二强拽了出来 准备回家好好让他交代事实 没想到刚回来就听到三丽的惨叫声 房间里欺负三丽的李叔被兄弟俩痛打了一个 李叔仓皇而逃 乔祖旺正准备拿出死去老婆的陪嫁镯子 拿去投资 乔一诚连忙找到父亲告状 说他亲眼看见李叔欺负三丽 乔祖旺听后展现出了与平时不服的样子 让乔一诚刮目相看 他走进厨房手里提着刀 顺势在旁边磨了磨 然后狂奔到李叔家 乔一诚以为他终于有个当爹的样子 更认为他一定会替三丽讨回的公道 然而他进去是有多疲 出来后就有多窝囊 乔一诚后来才知道 原来对方给了父亲五百块钱 而父亲为了钱选择让女儿忍气吞声 这也让一诚仅有的一丝丝希望破灭 经历此事后三丽变得沉默寡言 情绪异常的不稳定 只要有人敢欺负他们家 三丽不管不顾拿起任何东西就开始还击 然而谁也体会不到 一个六岁的孩子在那几秒里要承受多大的黑暗 乔一诚看在眼里疼在心底 可不要脸的父亲 居然带着三丽去街上吃小笼包 试图想用这样的方式让女儿原谅那个混蛋 吃完包子乔组忘给孩子们也带了一份 目的是让他们也忘记昨天三丽被欺负的事 大儿子看不下去骂他不是人 乔一诚恨不得把这个人渣撕碎 手里的钢针握满了愤怒 虽然扎爆了对方的自行车轮胎 可还是不解气 最后直接拿起砖头狠狠砸穿了他家的窗户 李和满见状下的大气而不敢出一口 并成功告发了李和满 最终人渣被判刑三年 而弟弟发誓他从没偷办理的钱 那件衬衫是他自己省吃俭用攒钱买来的 四美也能替二哥证明 可四美不知道的是 父亲为了还债即将要把他送人 一周前家里突然来了两个陌生人 沈老师一眼就相中了乔四美做自己的养女 很快四美被他们送的花裙子和书包成功收买 爱漂亮的四美心里开心极了 恨不得马上去苏州享受未来美好的生活 可小小的他却忽略了亲情的力量有多强大 大哥乔一成为了不让妹妹感受相思之苦 特地找到沈家夫妇 拿出厚厚的一打奖状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请你们收养我吧 我的成绩比四美好 我是团员还是班干部 我什么都会做的 而乔一成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有私心的 他想早点摆脱这个无底洞的家 也想争取好的教育条件给自己 他自认为将来只要能成功考上大学 就一定会让弟弟妹妹们过上好的生活 我只想有个好的环境去念书 受教育 请求你们 可现实总是啪啪打脸 因为沈老师只收养符合自己条件的孩子 原来四美长得很像他死去的女儿 这就是他收养四美的原因 优秀在他们眼里根本不值一提 只是因为一张脸就被人拒之门外 乔一成的自尊被他们按在地上摩擦 一口气扔掉他引以为傲的全部奖状 而这些荣誉对现在的他而言根本不重要 以前认为学习好就能尽快摆脱这种家庭 现在看来他错了 他拿起沈老师施舍给他的蛋糕 虽然很甜 但他却第一次尝到了人情冷暖 回家后听到二弟还那么不着调 立刻把所受的委屈撒在弟弟身上 而二强好像感受到了哥哥的情绪 并没有打算还嘴 他拿起一颗糖给哥哥表示安慰 乔一成忍不住留下了无奈的眼泪 终于四美开开心心地走了 二强在后面疯狂喊妹妹的名字 屋外二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回荡在整个胡同 可乔祖望假装没听见 让三丽把东西都搬到他的房间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乔祖望不但把换女儿的钱赔了个顶朝天 还把老婆赔嫁的镯子搭了进去 他二话没说把朋友按在地上狠狠地摩擦 随后骂骂咧咧地回到了家 小女孩应受不了养父养母的毒打 独自一人来到车站找回家 阿姨 去南京的火车在哪 南京啊 我帮你看一下 在二话站在 小妹妹 是不是都跟爸爸妈妈走多了 女人话还没说完 四妹很警觉地跑开了 因为她怕再多说一句有可能暴露身份 小鸡灵鬼跟随着人流 随机抓住一位大人的行李 准备混进车站 真不愧是人小鬼大 暧昧地她洗了把脸准备上车 可发现自己掉了颗老牙 正在思考牙为什么会掉尸 小姑娘 你爸爸呢 我 我爸爸在那边呢 四妹再次开启了最强大网模式 一路跑还不忘 升东击西叫陌生人爸爸 可她拙劣的演技早被警察叔叔看穿 四妹成功混进了车厢 但这里的人们好像很幸福 可自己的爸爸是个赌徒妈妈才刚去世 想到这一阵悲伤感谢来 包围了她小小的世界 四妹 四妹 你怎么回来了 男人小姑娘 是个人物 自己从苏州虎的站上了车 居然没有乘坐车次 成警还为她是被拐的孩子呢 一路把她护肃到了南京 民警临走时都不忘 跨在这小姑娘真有两把刷子 之后所有人都沉浸在妹妹回来的惊喜中 妹妹把掉下的牙给大哥 大哥 这是我下面掉的牙 你这我都防点上去啊 好 下牙扔房顶寓意往上生长 就这样四个孩子再次团聚 小儿子一出生妻子就难产死了 而男人却狠心把儿子送给了小姨子养 可五年后小姨子突然又把孩子送了回来 原来七七被查出小儿麻痹症 她不想被这倒霉孩子拖累 死活都要把她送回来 可她忘了没想到 小诊所的医生只是误诊而已 而乔祖望埋怨小姨子 当初给孩子的时候是完好无损的 怎么现在倒成了病样子了 腿到底怎么上 他在屋子里玩 不小心摔的 那就是你没看好啊 我还没找你啊 你倒恶人先告状啊 你别在这乱扣屎盆子行吗 卫书方听后立刻不干了 这些年七七看病我们也没少花钱 你不知道感恩还反倒埋怨我来了 真是良心让狗吃了 而她此时才知道孩子是先天性小儿麻痹 跟摔伤半毛钱关系没有 三两句她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她想七七可是她乔祖望的儿子 她现在不管也得管 正当她要离开时 阿姨 阿姨 阿姨实在是没有办法 毕竟孩子是亲手养大的 卫书方虽然也舍不得 但为了不被拖累 还是绝情丢下了七七走 齐维明放学回来 满屋子都没找到七七 母亲告诉她把孩子送回了乔家 并告知那孩子得了很严重的病 这个病可麻烦了 弄不好就会残疾的 咱们可负不起这择 齐维明从小很喜欢这个小表弟 早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弟弟 他希望妈妈能帮忙治病 哎呀治得好治不好 你就让乔家去操心吧 再说了你学习又那么紧张 我可不想让七七耽误你学习 而七七对于陌生的哥哥姐姐 始终无法适应 齐维明隔天就提着水果来看七七 但发现他们没给弟弟用药 齐维明出门和乔一诚理论 乔一诚告诉他 有经验的邻居说 七七的腿不像是扭伤 你给的药没用 那你带他去看病啊 我爸只给我这个月生活费 我没钱 他可是你亲弟弟啊 你有什么资格 对我经营道德批判 我批判你什么了 乔一诚之所以对弟弟很冷漠 完全是他对这个亲弟弟实在没什么感情 而他又对七维明阴阳怪气 也来自于他骨子里的自卑 因为他从小活在七维明优秀的阴影下 他自认为自己也不差 在全年级名次位列前茅 可每每被七维明超越时 他的胆怯和自卑感就油然而生 他表面的坚强只是被生活逼出来的而已 七维明不愿意和他过多的争吵 一气之下便背着七七去医院看腿 这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表哥比亲哥还亲 而七七早已习惯围着七维明转 经过医生检查 最终却认为髋关节滑囊炎 并不是所谓的小儿麻痹 医生让他回去拿热水袋敷一敷就好了 七维明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魏书方得知孩子没病 来乔家又把七七给接走了 可好日子还没过几天 乔一成没日没夜的备战高考 但乔祖望怕花钱又开始费力阻止儿子 父亲不但嫌弃他这样浪费店 并命令他早点辍学能工作赚钱养家 可事与愿违 儿子轻松考上了师范大学 其实乔一成本可以上清华北大 但父亲不愿意供他 所以只能选择免学费的师范大学就读 在那个年代有高中文凭 已经是了不起的任务 几十年来巷子里突然出了一个大学生 很快传遍了整个巷子 乔祖望被邻居夸赞的飘飘然 连一项不对付的吴大姐 都夸一成从小就是个上学的好材料 那是 从小我就不限制他 想读书就读嘛 以前乔祖望对儿子不管不顾 乔祖从小到大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 还要照顾弟弟妹妹 他就像个甩手掌柜一样 成天不是尽早堂子 就是在牌桌上消遣 现在儿子靠自己努力有了出息 他却把功劳全部揽在了自己身上 上厕所啊 都不了 下面给你 父亲突如其来的关心 让乔一成错不及防 十八年来他第一次给儿子做了一碗面 现在态度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还真是逮竹出好损的样子 还特地送给儿子一块九块九包油的手表 这也许就是那个年代腼腆的父爱吧 而乔成照常给二一家送这个月七七的生活费 被一副强行拉过来一起庆祝考上大学 你也考上大学了 吃饭考上了 可刚坐下被宾客讽刺的体无完肤 文科状元可以上北大了呀 那是当然的呀 可我孩子懂事 看着齐维明在有爱的家庭长大 而从小没有得到父爱母爱的乔一成 心里像刀扎一样疼 他很嫉妒齐维明 所以平时对比他大两个月的表哥很不友好 难怪他一直活在齐维明优秀的阴影下 但齐维明从不放在心上 还把乔一成当成最好的兄弟 在给他送桃苏的外址上 刻地写了祝贺两个字 这让乔一成第一次感受到兄弟情的温暖 紧接着他步入了大学的校门 而八十年代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乔一成也渐渐地长大了 小伙第一次去女孩家当家教 没成想这成了他的初恋 而他们的恋情却短暂地如昙花一现 女孩叫文居安 随母亲信 在八十年代这种事情并不多见 可是她的由来却是那时代的缩影 她用一生去和母亲对抗 但也无意间利用了乔一成的胆情 乔一成本想给他补英语 没想到他会如此叛逆 我是个中国人 才不要学英文 大家都觉得学英语很重要 都在很努力地学 好扯 乔一成明显不喜欢这种学生 但为了生活费 只能硬着头皮往下教 在翻书包时 不小心掉了一个东西 刚刚袋子里中了吃什么 给我看看 而她不知道这是乔一成 羞于拿出的体面 原来是一个没吃完的生红薯 这让文居安眉眼俱开 说罢抢过她手中的生红薯 就往嘴里塞 这么特别的女孩 乔一成有些好奇了 而后文阿姨表面上来送水果 实际上是看女儿 对这个年轻老师适不适应 文居安示意让她吃水果 乔一成不好意思张嘴 没想到文居安 竟然一把把葡萄倒进了垃圾桶 如此极端的性格 这也为她以后不幸的人生 埋下了伏笔 而家里的乔二强 自从初中毕业后就有手好闲 不过她那位不着调的父亲 帮她找了一份工作 下星期 你不去运红鸡业厂上班 咱家 总算是又多了一个钻钱的了 还没等二哥去上班 四美就盯上了他的工资 想着要去吃好吃的 穿美美的裙子 姐姐三立嘱咐她 别敲二哥的竹杠 她当学徒工资很可怜 哪有闲钱吃好吃的 而大哥乔一成 每天按时帮文居安补课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天到了她的生日 妈妈讨好事地 特地邀请乔一成和舅舅 可文居安脸上 始终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 吹大烛时 她执意要请那个人过来 我觉得不必 乔一成想去安慰 被文老师阻止 你总替我觉得 从来不让我自己觉得 居安 你觉得我穿什么衣服好 我就得穿什么衣服 你觉得我该考多少分 我就得拼命去考多少分 我不要 文居安发疯似的 抱怨母亲对自己的控制 可她却非常享受 母亲为她准备的漂亮衣服 坐在大学校园里 接受旁人明目张胆的爱慕 她的不开心 在于她对家庭情感的拧巴 她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却没想过成年人的婚姻和感情 是父母自己要面对 和处理的课题 作为儿女 大可不必把自己的执拗 强加于任何一方 因为过度地站在任何一方 都是对另一方的伤害 第二天她特地找到乔义成 希望她能和自己一起去看一个人 晚上他们俩来到一个巷子 由于巷子太黑 乔义成打算陪她一起去 但被她拒绝了 还说让她在外面等几分钟 她很快就会出来 可乔义成左等右等 时间一分一秒的 过去文居安还是没有出来 就在这时听到了她的叫喊声 乔义成以百米速度冲进去 原来她昨天大闹生日宴 是为了找理由来见爸爸 乔义成为刚才打叔叔的事 向她道歉 其实乔义成第一天踏进文家大门的时候 明显感觉出他们不像正常母女那样说话 文阿姨脸上似乎总带着等待和讨好 而文居安对母亲一直是冷若冰霜的样子 他成天生活在被母亲的安排下 穿什么样的衣服 剪什么样的发型 考多少分都要服从母亲 可母亲强势 父亲懦弱 他知道自己无力改变当下的局面 所以把所有的恨转移在了母亲身上 本以为会以这样的状态一直过下去 直到乔义成的出现 让他看到了一丝丝温暖的曙光 俩人熟络后 文居安跑到乔义成兼职的报庭找他 居安 你怎么来这儿啊 怎么 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不是 还是说 你不想见我呀 阿姨成哥哥 也不是 我这现在在工作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这样 你先工作 我在这边等你 等你结束了 给我去个地方 他就这么美美地坐在外面 乔义成见他美若天仙的样子 眼珠子看得差点掉下来 只一眼他便情窦出开了 果然美女到哪儿都是焦点 坐下还不到一分钟 就被有心的同学上来搭讪 乔义成看见后醋坛子 早就打翻了好体精 就差把眼珠子按在文居安身上 随后他陪他来到了这个巷子 所以才出现开头的一幕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知不觉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接着二人迅速发展成了恋人关系 生活似乎朝着好的方向在发展 二十年来这是乔义成第一次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轻松 这天三立和四美刚吃完馄饨 发现自行车上突然多了一些水果 和跌好的幸运星 然后四美从瓶子里发现有人写给姐姐的情书 可三立自从小时候被李叔欺负后 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她果断撕碎纸条 姐姐你干嘛 四美刚想去捡 她命令妹妹扔掉 而天真的四美觉得扔了太可惜 第二天二人出来排队吃东西 三立总是不时地回头往后看 果不其然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男孩 你干不死 你干不死 不要你的东西 你别再跟着我了 不然我就告诉我大哥了 而三立万万没想到 长大后他竟会被自己拒绝的男孩欺负 现在乔逸成正沉浸在恋爱中 一个月后终于回了一次家 开饭了 大哥回来了 一家人也开开心心地吃了一顿饭 不靠谱的乔祖望依旧吃完饭就去打牌 而二强也有了一份工作 这天他去工厂报道 遇到了他的女神马肃秦 你就是乔二强 是我 跟我走吧 乔二强没想到自己的师父是个女的 而且还这么漂亮 女人叫马肃秦 是工厂里有名的厂花 厂里的男人个个为他杀红了眼 后来才得知他已经结婚 可乔二强第一天上班就被老员工 当成了猴子耍 三两下就闹出了事故 还被领导骂了个狗血领头 马肃秦早就见怪了这种场面 气定神闲地走到领导面前 替这个小徒弟解了位 工作中闻见他身上有烟味 特别叮嘱他不要学这些抽烟的坏毛病 师父温柔的关心 这让从小缺乏母爱的乔二强心里暖暖的 而白天师父温声细语的样子 让他想起妈妈年轻时温柔漂亮的模样 尤其是他看见师父头发湿漉漉的样子 脑海里总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欲望 可最不让人省心的四美又惹祸了 老师告诉乔一诚 乔四美和楼下的同学关系有一点点亲密 虽然两位人都郎才女貌的 但在课上看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这就有点过分了 这对于学生来说可是大大的毒草 现在他们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学习 愤怒的乔一诚回到家 把他书包里的东西粗暴地倒了出来 里面还有一封未拆开的信 一双眼光射寒星 两弯眉魂如刷漆 乌七八糟 我跟你讲 你趁早跟那个家伙断得干干净净 我会一直盯着你 那个男生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 显然四美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乔一诚肺都快气炸了 为了让妹妹走上正土 她每天接送四美上下学 视线一刻也不敢离开她身边 可没想到这男孩胆子还挺大 她就公然地站在马路对面 手里拿着特意染色的芦苇等四美 原来前几天家里的芦苇是这小子送的 乔一诚立刻拿出哥哥的霸气 好让那小子至哪儿退 果不其然几天下来男孩不再出现 可四美居然主动去班级找到她 她完全不顾别的同学对自己指指点点 四美问她为什么过来找自己 男孩告诉她 是迫于妈妈的压力 否则自己就要被转学 说完她居然委屈地哭上了 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 这下四美完全看清了她的庐山真面目 回到家她亲手埋葬了自己凋零的感情 从小就花痴的乔四美 难怪她未来的丈夫接二连三出轨 她都能无条件原谅 乔二强的工作正有调不续地进行着 这天她刚弹完火 好巧不巧看见不连后面妖娆的身影 她一看就是师父马素琴 忍着内心的躁动她慢慢上前 打算悄悄看一眼就走 可就是这一眼她就爱上了 突然一阵微风吹起了帘子 不巧看到师父身上有多出预期 她惊呆了 马素琴快速拉上帘子 整理好衣着后 叫她干完活赶紧回家 她刚拿起包走到门口 发现了一个人 马素琴立刻紧张了起来 你要干嘛 扯了 扯给我银子 恶毒丈夫要钱不成就暴打老婆 男人长得五大三粗 七八个大汉使出吃奶的劲 才把她奋力拉开 男人像疯狗一样乱咬 这阵事下的后面的人愣是不敢乱动 她再一次掐住女人的脖子 逼她拿钱 乔二强用瘦弱的身体上去阻止 三两下就被壮如牛的男人推倒 马素琴来不及多想 冲上去加入了这场混乱的厮杀 老婆护小鲜肉的举动 瞬间让丈夫不满 发泄后男人这才想起来 自己是来要钱的 继续逼着老婆拿钱 马素琴毫无办法 拿起包包 直接把钱扔在地上 男人立刻蹲下去捡 可捡着捡着就哭了 她跪在地上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一样 哭得像个没妈的孩子 临走前抱住妻子对她说了一句话 马素琴面无表情 架打完了领导才火急火燎的出现 象征性地批评了一下马素琴 大家伙都知道她有个家暴丈夫 所以都对她格外照顾 吃瓜群众走后 只有乔二强一个人哭了 她真心心疼师父受了这么大委屈 还要独自去面对 事后马素琴亲自给徒弟上药 乔二强嚷嚷着要给师父报仇 这句话说到了乔二强的心眼里 不如其来的表白让马素琴愣了好久 突然有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她表面拒绝了二强 其实内心已经喜欢上了她 可自己比她大十四岁还带个孩子 根本不可能也配不上 乔二强明白师父不想耽误自己 他起身想对她说一些话 可转头又咽了回去 突然马素琴叫住了她 以后你别说我傻话 别敢傻事 师父还是你师父 还像师父一样对你好 行吗 马素琴隐匿了自己对她的喜欢 可这句话直接激发了乔二强的保护欲 她用微笑给了师父一个肯定的答案 自此二人纠缠了多半辈子 可她的大哥乔一诚也好不到哪去 她的女友因为妈妈的原因要举家搬离去北京 以后不会再回南京了 二人因此也为这短暂的恋情画上了句号 乔一诚从小到大习惯把委屈都咽在肚子里 这次也毫不例外 她只能擦干眼泪再去消化 然后再坚强地生活 紧接着一向疼爱她的姨父被查出肝癌晚期 在自己家里安详地走了 她和齐维明都很心痛 而她那个不着道的父亲却哼着小曲 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也和她无关 同时失去亲情和爱情 又被无能的父亲刺激 这次她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想先替自己活再替别人活 之后她用通知的口吻告诉父亲 她要考研究生 父亲骂她败嫁 骂她是个自私的儿子 我自私 我上大学是你掏的钱吗 我怎么不知道 我上次师范 我所有的零用 书本钱 都是我自己打零工散的 随后乔一成如愿考上了研究生 细微民邦二一开的一个书摊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可爱惹事的四妹 美着美着就突然长大了 三丽也长成了毛小彤的模样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该发生了 女孩从小就爱上了有名的男歌手 长大成人后在追星的路上更加疯狂 她先斩后奏刘信出走 在北京现场看了一场偶像的演唱会 而妹妹的路费二哥帮忙赞助了一小部分 其余大部分都是表哥齐维明给的 乔一成很担心四美去北京遇到坏人 可齐维明觉得女孩长大应该有自己的空间 你活了二十多年 活在狗身上了 你也放无头 齐维明能理解乔一成的心情 给她的四美在北京的地址 等乔一成来到招待所扑了个空 此时四美已经提着行李 风风火火地回到了家 他很激动地描述 费响比电视上长得还帅 三丽骂他没心没肺 好在乔一成及时联系了二姨 才得知四美回家的消息 之后乔一成来到初恋家里看望他 而文居案已经重新交往了一个男家脚 本想求复合的乔一成知道后 心如死灰 可文居案又舍不得了 他告诉一成晚上一定等着自己 乔一成高兴坏了 他特地买了一束没开的玫瑰等待这次复合 可他在约定的地方等到深夜 对方始终都没有出现 乔一成只能心灰意冷地离开 今天是乔二强的生日 马素琴特地准备了一份礼物 一个随身听和一盘贩禄的磁带 憨憨的乔二强说我们家不幸过生日 马素琴说你是我徒弟 以后我给你过 这意外的惊喜可把乔二强高兴坏了 晚上他在家听歌 乔四美过来一把扯掉他的耳机 他立马抢过来生怕被妹妹搞坏 突然乔二强发现四美的杀金很好看 让他帮着买一条 你厉害吧 瞎说什么呀 不是不是不是啊 他连忙解释说是要送给师傅一份礼物 当回礼表示感谢 你给我送个 这白不白黑不黑 讲什么样子 小马 乔二强终于把丝巾送给了马素琴 然后不顾马素琴的呼喊害羞地跑开了 而乔三丽也没闲着 他遇到了喜欢自己的老实人王一丁 他还亲自帮三丽换上了新的自行车零件 这让三丽一想不到 逐渐两人的关系也熟络了起来 他把三丽送到一个小巷子后 二人就分开了 三丽刚进巷子就遇到了一个他的疯狂追求者 那人二话不说冲上去抱住了三丽 他吓坏了立刻大喊救命 王一丁闻声赶来 将这个追求者及时打跑了 乔三丽下意识护着自己 原因是因为年少时被邻居欺负 后来父亲不仅原谅了对方 还趁此敲诈了对方一笔 从此让三丽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他缓了好一阵子后 问王一丁为什么又折了回来 他说想天天和你一起上下班 刚才过来是想告诉你 我事先打听了你分配的去向 然后让领导也把我分配到你的工厂来 这样一来三丽对王一丁有了不一样的情绪 而乔二强和马肃琴去溜冰 马肃琴牵着他的手亲自教他 两人在灯光下自由地滑翔 仿佛世间杂事与他们无关 可不巧被厂里的同事看见 而三丽谈恋爱的事情被四美说漏了嘴 乔一丁心领神会 乔家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来招待王一丁 而王一丁刚进家门就帮乔家修补了房顶 这让乔祖旺和乔一丁都很满意 唯一让父亲不满意的是 王一丁家还有个弟弟 就在一家人其乐融融吃饭的时候 马肃琴的丈夫突然闯了进来 女人只是手牵手交徒弟划了个兵 标情大汉不分青红皂白上门就掀翻人家桌子 开始大肆砸家里的东西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然而乔二强的出现让块头哥更加的疯狂 三两下他的脑袋就被干得头破血练 大哥慌乱中举起椅子砸了下去 然而并无卵用 被惊动的邻居们第一时间报了警 他们七八个人才把大块头拉开 警察强行带走了男人后 乔一丁和王一丁才连忙把乔二强送进了医院 留下两个惊魂未定的妹妹去看家 反观乔祖旺不但不关心儿子的伤 而是在家妈妈咧咧嫌弃他丢了自己的老脸 无以假借帮忙实则是过来吃八卦 很快二儿子好了一个老女人的新闻传遍了整个县城 在那个年代连医生都觉得乔二强做了伤风败俗的事 连门外的大妈都拿比一的眼神看他 这让自尊心很强的乔一丁心里很不是滋味 可在门外看着他受伤的样子 心又软了下来 只好乖乖地去交住院费 家里三丽和四美特地给哥哥做了一锅鸡汤 被打麻将回来的乔祖旺看见 他二话不说把锅里的鸡肉全部撑走 连块残渣都没给儿子留 两个女儿拿无赖爹也是没有办法 医院里其为名好心给乔一串钱 好让他在经济上能宽松点 然而他却把心意当成讽刺他的笑话 并没有领这份情 很快乔二抢好了一个老女人的事传遍了大街小巷 刺耳的风言风语扎的乔一诚很难受 回来后把所有的不快都发现两个妹妹身上 而没心没肺的乔祖旺报应很快来了 由于他经常好吃懒做 工厂下挡的名单里赫然有了他的名字 而今天恰好是儿子出院的日子 作为父亲他依旧目不关心 快速吃完饭后 拿着绳子出了门 他以上吊的方式逼厂长留下自己 没想到对方早有准备 只见厂长拿出更粗的绳子以牙还牙 还说如果我一个人不够让老婆孩子陪着你一起死 乔祖望见威胁不成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公园里大哥觉得弟弟之所以喜欢上一个老女人 是因为妈妈死得早 认为二强有恋母情节 现在断了念想还来得及 可倔强的乔二强打算这辈子认定了马肃琴 乔一诚气急了 弟弟生平第一次发火 乔一诚吓懵了 他警告弟弟要么趁早断了这份念想 要么就滚出乔家 大哥我爱他 我们不是乱来的 是爱情 大哥掩珠子都快气绿了 乔二强依旧倔强地要去找马肃琴私奔 女儿只是想吃饱饭 父亲因打麻将输了钱 把所有的怨气都发在了小女儿身上 姐姐见状去捡地上的碗 又被父亲严厉呵斥 乔祖望是一个极度自私自利的父亲 大哥二话不说 起身拿走三妹手里的碗去盛饭 乔家几个兄弟姐妹从小没了妈 不管是生病还是学习父亲从没关心过他们 大哥才七岁时就开始照顾四个弟妹们 四妹强忍着哭泣不敢出声 乔一诚无视父亲的呵斥 给妹妹盛盛了一碗饭 乔祖望一有不顺 就拿起父亲的架子来教育子女 着实很过分 乔一诚警告父亲差不多得了 你敢为老子这样 我就有什么不敢 虽然从小到大父亲没管过他们 但看在母亲的面子上 乔一诚一直尊重乔祖望 但这次他忍无可忍 我们小时候吃不饱饭的时候你管过吗 我们被人欺负你管过吗 上学的时候 你问过一次作业吗 你关心过一次成绩吗 三里山大业班 你接送过他吗 四妹去北京 你超过其吗 二强这次住院 你去干过他吗 你少在这儿给我摆老子的架子 二强虽然是该打该骂 但我比你更有资格打他骂他 乔祖望愣愣地看着不敢反驳 骂骂咧咧地回了屋 四妹这才敢哭出了声来 原来二弟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可这件事二强是清白的 他只是让师父叫自己滑冰 但遭小人嫉妒后又被匿名举报 还添油加醋地说他和马肃秦公然谈恋爱 二强不仅被马肃秦的老公抱走到医院 还被工厂开除 在二强住院的日子里 马肃秦和丈夫提出了离婚 期间又被丈夫家暴住了院 随后二人一起离开南京去了东北老家 而二强一直躲在二姨家不敢出门 这天魏书芳叫上全家人来庆祝儿子考上研究生 其微冥想等二强回来一起庆祝 魏书芳不但不等 还埋怨起二强从小就不着调 这没什么大话话了 竟然闹出这么大的事了 真的是 把一家人的脸都为丢尽了 什么人闹脸不好 跟个比他大十几岁的老女 这边打了个半死 亏了亏了 真的乱说 整个家里只有齐维明是真正关心乔逸成一家 然而魏书芳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他从小就见不得乔逸成的成绩比儿子好 现在齐维明能考上研究生 可够他炫耀一辈子了 你家维明就是个足球 说考就考 像乔子望那250我看看 谁才是状元料子 文曲心下凡哦 你看他们家老大考上研究生那会儿 在我面前轻狂那样 都不晓得自己挺身杰凉 我哥考的大叔 比他家老大的可有名气的多了 别这么说 齐维明一向谦虚 告诉家人乔逸成很优秀 不料乔逸成气势汹汹的过来找齐维明要人 他警告齐维明 二强做了不要脸的事 不仅赔上了乔家的脸面 还要被别人戳一辈子的几岁 你怎么就知道面子 我就知道面子 他不是你亲弟弟 你吃的灯草灰 说的清巧话 他是不是我亲弟 他要是我亲弟 他要是你亲弟 你就会对他像七星那样 处处为他着想 是吧 我告诉你把这话说回去 我就不知道怎么地方 乔逸成不满齐维明 抢走了自己的亲弟弟 也恨自己生在这个家庭 他其实是生气 自己当初没能力照顾七七 才眼睁睁看父亲 把七七送给了二姨家养 最后齐维明告诉他 二强并没有去东北找那个女人 但他还是悄悄去马肃秦住的地方 可惜都是无疾而终 最后还是回了乔家 大哥不负众望考进了电视台工作 三个弟弟妹妹凑钱给他买了一套西装 可他上班第一天并不顺利 先是因为电梯超重 没人愿意浪费自己时间而下来 不得已他只能自己出来 从而选择货梯上去 没想到刚一进去 新鞋就一脚踩了油漆 他想蹭掉可地毯也被无情地抽走 最后只能拖着沾满油漆的鞋去面试 旁人用笔意的眼神看他 他下意识把脚往后凑了凑 还好乔一诚专业过夜 以第一名的好成绩直接被电视台录取 此后他终于有了第一个朋友宋清远 可同样优秀的宋清远根本看不上他 只是下午二人被派去黑场采访时 和当地人员发生了冲突 宋清远一个亮枪没站稳 死死护着比自己命还重要的摄像机 可此时摄像机被大彪趁机抢走了 乔一诚二话不说就追了上去 就这样大彪在前面跑 他在后面拼命追 毕竟一台摄像机比他俩的命都值钱 直到大彪实在跑不动 他才肯罢手 而此时宋清远才缓缓追了上来 看着帅气而又有实力的乔一诚 他这才对这个新搭档刮目相看 可令人气愤的是 从没管过他的亲爹突然冒出来 特地买了烧鸡和酒 到处炫耀儿子在有名的电视台工作 这些话让他在邻居面前非常骄傲 还真是祖坟修得好他才能摊上这么的好儿子 乔一诚特地在母亲一向钱报信 他每次都会用这种方式 告诉妈妈自己没让他失望 但遗憾的是 他无意中帮助了一个卖菜的女人 这个女人正是弟弟乔二强 朝思暮想的马素晴 而此时乔二强工作的地方倒闭了 这意味着他再一次面临失业 晚上一家人守在电视机前 看乔一诚的采访 并没有发现失魂落魄的乔二强 而那个不成器的爹 已经习惯指挥儿子给他做饭 晚上乔一诚回家 看见弟弟在借酒消愁 没有问其原因 而是直接提醒他少喝酒 希望不要像乔祖旺一样一辈子没出息 其实二强很想告诉哥哥自己丢了工作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没事 第二天晚上他把这个月的生活费交给了大哥 他坚定不移地告诉哥哥 我和师父是清清白白没干任何坏事 乔一诚相信之余也明白弟弟的心理 怎么死得走 你就是有些恋恋心别 二强虽然笨 也听出了这个词的意思 他告诉哥哥自己不是 就是因为一句喜欢 乔二强搭上了自己一辈子 而马素晴在一个菜市场租了一个卖菜的摊位 独自一人艰苦地照顾着儿子 他的儿子也很懂事 平时就待在妈妈身边写作业 乖巧地让人心疼 恶毒丈夫经常赌钱输光了就问妻子要 如果不给就拳脚相向 由于男人多次在老婆单位大忙 严重影响工厂工作 逼不得以厂长当场将马素晴开除 之后他鼓起勇气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换来的又是一顿残忍家暴 他趁住院期间偷偷带着儿子逃跑 好不容易通过熟人介绍 租了一个摊位卖菜 本以为好日子就能这样悄无声息地过下去 没想到丈夫居然又找上了门 马素晴见状 立刻让儿子放下作业 快速收起书包后十一儿子钻进去 并祈求旁边的大姐帮忙勘贪 母子俩顺势躲到了案板底下 大姐警惕地看着周围 强装镇定擦着案台 男人缓缓走来询问老婆下落 男人找人无果 骂骂咧咧着急忙慌地走了 大姐这才推开篮子让母子俩出来 马素晴被吓得惊魂未定差点没站稳 听到素未平生的大姐对自己的保护 马素晴心里暖暖的 可他还是很后怕 为了儿子他还是决定离开这里 而另一个赌徒乔祖旺自从被工厂下岗后 拿着谨慎的工资 成天不是打牌就是喝酒吃肉 从来没关心过儿女们的工作和生活 每两天手里的老本辈输了个精光 眼看没钱吃饭便打起了四个儿女的主意 他恬不知耻地说 以前我拿工资养你们 现在让你们养我天经地义 老大很不屑地笑了一声 爸 我的那个工资嘛 少得可怜 我还得给大哥交伙食费呢 小女儿乔四美刚满18岁 现在在装订厂上班 虽然成天和一群老大娘们在一起工作 既没有共同语言也没有什么审美 但起码每月有七八十的工资 养活自己没什么大问题 乔三立初中毕业后上了一所技术学校 现在在一家纺织工厂上班 而乔二强自从工作的饭店倒闭后 偷偷找到了小混混牛野 在对方新开的服装店上班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衣服都是不合格产品 未来迟早要出事 也为他今后进橘子埋下了雷 老大乔一成在电视台工作 是家里唯一一个最有出息的研究生 从小又当弟又当妈照顾弟弟妹妹 相当于家里的顶梁柱 至于这个乔祖望完全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势力爹 他知道大儿子在电视台上班 工资肯定不低 竟然狮子大开口 乔一成直接否决了他的意想天开 也直截了当地决定几个人该出多少 弟弟妹妹们很默契地达成了一致 就这样一家人除了爹 麻溜收拾好碗筷便各自上班去了 而乔一成也将迎来他的心桃花 两名高材生着急参加发布会 不小心撞到了一位女记者 他们不但没有一丝丝歉意 还兴致勃勃在前排站好位置 女人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决定报复一下这两个伪君子 正当二人拍摄题材时 叶小朗故意挡在沈清远的镜头前面 他故意说了声对不起 继续自顾自的拍照 而他的气可没笑 再一次故意挡在镜头前 沈清远瞬间火冒三丈 乔一成立刻上前说算了 这句话直接惹恼了强势的叶小朗 直接卸下书包砸在了沈清远脚上 沈清远本想理论被乔一成阻止 毕竟现在是工作时间 他们只好自己往外挪了一步 可叶小朗并不是好惹的 他立刻盯上了乔一成手里的话筒套 果不其然工作结束后 他这才发现丢了东西 而话筒套上有台标 如果丢了属于重大事故并且还要赔偿 他立刻冲进会场去找 结果找了八百遍也没找着 然而叶小朗正等着他大驾光临 乔一成以为是他捡到的连忙 说了几声感谢 大男人的好新闻 挺不容易 刚才来确实有些磨擦 不好意思 那你要怎么谢我呀 什么 然而叶小朗才得知 丢了台里的话筒套算重大事故 他听后感觉有点惭愧 我是包摄的不太清楚这个 不吃饭吧 行没问题 结果乔一成理所当然地带上了私党沈清远 搞得叶小朗有点被动 其实他为了表达歉意 想单独请乔一成吃饭的 可他并没有明确表达 而接下来这顿饭他即将要搭上一个月的工资 沈清远知道好哥们囊中羞涩 故意点了一碗面随便给自己肚子一个交代 紧接着叶小朗不好意思地承认了话筒套是自己故意拿的 真够闲 沈清远立刻对他有了一万分的嫌弃 叶小朗解释这是个善意的玩笑 今天的这顿饭就是为了表达歉意 从小强势的他为了推翻白天桥一成 看不起女性的一番话 直接同桥一成开启了battle模式 沈清远看他一脸矫情的样子 决定杀杀他的傲慢 随手乱七八糟点了一大堆的菜 乔一成见不对立马上前阻止 三人酒足饭饱后 乔一成打算偷偷去前台结账 有点醉意的叶小朗发现后坚决不同意 死拉硬拽不让他付钱 随后他拿起一打钱塞给了前台 可这却远远不够 前台小姐姐提醒他 一共是一百七十元 乔一成不想让女人尴尬想解决问题 被心善的沈清远拦下 随后他掏出了全部家当才把账结清 沈清远曾玩饭麻溜地跑了 紧接着二人在路边点了一首卡拉OK 叶小朗老远就闻见了红薯的味道 一直瞅着红薯摊 乔一成心领神灰立刻小跑过去给他买 而这一刻从没体会过父母温暖的叶小朗 在乔一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感动得像个刚得到糖的孩子 随后三人成天年在一起跟新闻 还差点被商贩包围 幸亏他们跑得快 才幸免于难 而此时乔一成和叶小朗的情感也在快速升温 穷小伙突然把初吻送给了富豪女友 不想女友却极其反胃 因为他小时候被坏老头猥琐 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 而当时欺负他的正式父亲的排友李河满 可气的是这个扎爹知道后 被对方以四百块钱的高价收买作为封口费 高兴之余还不忘带三粒吃小笼包 顺便借此来安慰女儿 小小年龄的他从此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哥哥知道这一切都是那个王八蛋造成的 饭桌上乔一成直接骂亲爹不是人 三粒这才知道 原来那时候父亲请自己吃包子是想让自己忍受 并不是真的关心自己 他摔碎所有的盘子 来发泄心中的委屈 可他喜欢王一丁 因为他善良老实 最主要的是能给他安全感 有一次 三粒被从小喜欢他的男孩欺负 幸好王一丁及时赶到打跑了人渣 当时自己在角落早已吓得站不起来 童年那不堪的回忆涌上心头 但有王一丁在 他开始有些不怕 此后他不仅每天亲自接送他上下班 还悄悄帮他换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不仅如此 第一次去家里做客时就帮忙修好了屋顶 自己的二哥出事时 他挺身而出 在医院忙前忙后照顾了二哥一个月 然而当时这些暖心的举动 并没有换来半点男朋友名正言顺的名分 三粒一直享受着王一丁对他的好 可喜欢那两个字始终都说不出口 连大哥都看不下去忍不住提醒他 话到嘴边那些刺耳的词总是说不出口 大哥眼里闪过一丝心疼 也自然理解妹妹的心情 便笑着引导他 女孩子也可以主动一点 慢慢地他尝试放下戒备和王一丁约会 这天两人看完电影后 三粒正沉浸在浪漫的电影情节里 突然王一丁猛地一口亲了三粒 毫无准备的三粒条件反射 推开了他 因为小时候他就是在毫无防备下被老头欺负 这些无耻的回忆瞬间被无限放大 他害怕极了 瑟瑟发抖地蜷缩在角落里 突然他发疯似地喊司机停车 停车 他以为自己长大就可以忘掉 没想到始终被恐惧支配着 王一丁跟在他身后 护送他回家 眼里既不解又担心 失魂落魄的三粒回到家倒头就要睡 被四美一把拉了起来 看着姐姐失灵灵地回来吓了一跳 连忙照顾他烧水洗澡 经过一夜的思考 三粒为了不连累王一丁 同他提出了分手 晚上他特地找乔艺诚道歉 并表示 乔艺诚瞬间明白了三粒的行为 安慰王一丁不是他的错 乔艺诚只能替妹妹编理由搪塞过去 大哥苦口婆心劝了三个小时 奈何都没用 一年后的春节 王一丁父亲去世 他带了三粒最喜欢吃的东西 打算和他做最后的道别 正要离开时三粒紧紧抱住了他 儿子偷偷攒钱准备找钱女友私奔 不料被扎爹发现 隔天他拿着钱去打牌 两分钟输掉了所有 乔二强知道是那个王八蛋拿的 气冲冲去找扎爹要钱 哪只父亲是个极度自私自利的无赖 老子用儿子几个钱 也是应该 生活费我给你了 那钱是我细细苦苦存的 我存了好久的 爸 你就把钱还给二哥 你要再这样 我告诉大哥 让大哥平理了 一听要让老大来做主 乔祖望拿儿子去见钱女友的事来威胁他 很亏你大哥就下班回来 你看看乔二强 敢不敢跟他哥明讲 你存钱到底要干嘛用 再说了 乔一成什么东西 我送我养的 我怕这个活老朵子 你要讲我也不怕 要讲 大家一起讲要清楚呢 随后大摇大摆地进了屋 乔二强一气之下去服装店运火 由于大哥不知道二弟事业 赐美帮忙在大哥面前打马虎眼 没成想牛也做的是走私服装的声音 乔二强被警察打了个正招 乔一成听闻马不停蹄地赶来派出所提人 他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弟弟 你给我滚进厨房 把浑身上下给我洗干净了 要不然不要进那个家闻 小时候不好好学习就罢了 大了连个工作都保不住 他知道哥哥从小就看不起他 面对大哥的讽刺他委屈极了 我没有婚 我也想好 我也想做正事 可是我有机会吗 是我没出息 我也想有出息 可是我有办法吗 没有 我试过这个试过那个 但是不行 每一条路都走不通 我想做的事情做不成 我想要的人我找不到 你觉得我丢人了 你就撵我滚 我去哪儿 乔一成无比愤怒 他现在的行为越来越像那个混蛋爹 因为他从小就看着父亲进进出出派出所 他不想二强也走那王八蛋的脑路 二强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无助又迷茫 乔一成求人帮弟弟找了一份工作 可他不愿意被大哥支配 从小到大自己喜欢的东西总是得不到 这次打算为自己活一回 但他从不懂大哥的用心良苦 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我们就得干什么 你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啊 你跟老头那种不讲理 自己说的算什么区别 乔一成气到不行 四美在混乱中当场宣布二哥有工作 二哥有工作了 我怎么不知道 这什么意思啊 你辞职了 高时雷我出来了 原来他一直不喜欢在装订厂上班 无意间看见一家设外酒店招聘服务员 但硬性条件是必须学会英语 于是他没日没夜地学习 经常去二姨的小卖部去拿资料复习 不料却看到他和马叔暧昧的情景 马叔条件很好也有学问 对剑谈的二姨慢慢地有了情愫 听说四美最近在学英语 便暖心给了他一些指点 这天他怀揣着忐忑的心去参加面试 当面士官问他有什么特长识 他说是跳舞 接着随机来了一段偶像的舞蹈 跳完后面士官以为他是专业的舞蹈演员 就这样他被录取了 没想到回来后就碰见大哥在薰二哥 慌乱之下他才承认自己已经离开了庄定厂 但离职之后这个空缺可以直接让二哥去顶替 没多久乔二强被安排进了厂子工作 女人趁男人去银台点菜 偷偷拿走男人皮包里的稿子 事后还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没多久自己的稿子被对手抢先一步发表 乔一诚这才知道是女朋友在背后倒的鬼 内部资料外写 对电视台而言是禁忌 主任不仅气愤取消了他的年终奖 还连累了倒霉的搭档 路上他思来想去 绝不能和这辈地里搞小动作的女人交往 可没成想叶小郎一见面就开始撒娇 并表示自己交稿子时也很后悔 叶小郎被说得委屈巴巴 可乔一诚最讨厌被欺骗 这就是典型的背地里捅刀子 连周末加班两人都形影不离的 谁知道那家伙会在你耳边说我什么坏话 三两句他变哄的乔一诚团团转 乔一诚心软之际立刻推翻了之前的想法 原谅了女友 随后叶小郎像没事人一样走开了 晚上乔一诚哼着小曲回家 听三丽说最近扎爹好像在集资 因为下班时他遇到了喜欢自己的麻雀 为了追上三丽 他特地加入了乔祖旺的团队 你爸最近不是在集资做生意吗 我有点钱钱 我也入了集股 集什么子 你不知道吗 现在好多街坊里面都入股了 就是你爸和徐叔带的头 原来前几天乔祖旺打牌遇到了老朋友徐福年 看他现在的着装好像很有钱的样子 其他二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让他给纸条明目 我能弄到盘条 只要一转手就能大把大把来着 一句话让乔祖旺一夜报复的心有了着落 随后他特地找到徐福年 跟着他来到总部考察 与其说是总部 还不如说是临时租的诈骗屋 他整理好发型准备见见董事长 映入眼帘的是衣冠禽兽在打麻将 结果刚开门就被拦在了外面 就这样等了五个小时 等徐福年出来后 故意给了他一颗定心丸 接着乔祖旺和徐福年带头 开了一家挂牌公司 街坊们听说能赚钱 他又是多年的老邻居 在徐福年的山洞下 纷纷拿出压箱底的钱 投给了乔祖旺 就连喜欢三粒的麻雀也过来入估 乔一诚知道扎爹经常不务正业 不满他的所作所为 和扎爹吵了起来 被同一个人骗了两回 之前的钱刚打了水漂 紧接着就把我妈的浴镯子给搭进去 不要翻以前的旧账了 我今天还偏要翻一下旧账 乔祖旺 李河满前脚给了你几百块 你后脚就送给了徐福年 打了水漂 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哪个跟你讲的 你不要管我怎么知道的 一顿饭吃得不欢而散 心情低落的乔逸成 不知不觉走到了叶小郎的宿舍门前 思来想去还是不想打扰他 正要走时被人喊住了名字 本想找叶小郎来寻求安慰 叶小郎看出来他有心事 立刻把手里的袋子递给他 不拿楼上去吧 啊 撑脆吧 这 不合适吗 不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的呀 你又不是第一个 随后一个大男人来到了女生宿舍 这让钢铁直男的乔逸成有点不好意思 同时很拾去地拉上帘子 给了两人足够的私人空间 随后叶小郎随手拉上帘子 这让乔逸成心里有点小鹿乱撞的意思 没几分钟叶小郎困意起来 不小心给睡了过去 乔逸成看着那漂亮的脸庞 有点难以自拔 顺其自然地脱掉了脚下的鞋子 就这样度过了美好的一晚 第二天叶小郎单位举办马拉松比赛 乔逸成半路被拉去当免费劳动力 不成想比赛成员有一个突然掉队 于是二人强行拉着乔逸成临时当了体股 众多女生立刻拉起一块骨 一边走一边让他在里面换衣服 眼看后面人员马上到来 乔逸成麻溜地换好鞋 顺利接过交接棒 他像风一样自由地奔跑 叶小郎在一旁加油助威 对乔逸成又轻又抱得激动惨了 晚上两人在街上吃着烤红薯散步 无意中说起家里几个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事情 那样的日子他们在一起过了二十年 乔逸成有些怀念过去 而叶小郎显得有些向往 好像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亲情的温暖一样 这一刻他眼角泛起了泪水 突然叶小郎喊了乔逸成的名字 挫不及防地表白让他来不及反应 叶小郎再次冲动地表达了结婚的意愿 乔逸成脑子一片空白 随后噼里啪啦交代了家里的情况 总之一句话 就是家庭条件很不好 叶小郎以为他不想和自己结婚 很失落地走 乔逸成及时喊停他的脚步 叶小郎流着泪砍了一口烤红薯 在他的冲动下乔逸成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同意了 而宋清远对他结婚一点都不意外 反复劝他要多了解对方的家庭再决定也不迟 可乔逸成说这些并不重要 有些人有些事可能一眼就认准了吧 而未来他也将为这个决定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瞬间让家里炸了锅 大哥从谈恋爱到宣布结婚太神速 而且从来没带女朋友见过家里人 几个弟弟妹妹还没等盘问出嫂子长什么样 扎逸因为不想出彩礼钱而故意诉 二弟立刻替大哥解围 说没结婚的按人头算 结了婚的按家庭算 乔逸成似乎根本没指望乔左 他交代 以后生活费一分不少一分不多的按时交 结婚后他和妻子单独租房子住 可扎逸依旧不依不饶 说完后 似是而非地走出了门 真是扎逸无疑 但这些消息来得太突然 似每一时间还无法接受大哥即将成家的事实 三立不像妹妹那么直来直去 只会把伤心隐藏起来 大哥为家里操持这么多年 其实也应该过树心日子 只是他现在的感觉 像是当年突然失去妈妈那样难受 晚上兄妹四人隔着帘子说话 四美问大哥他结婚以后 自己能不能去你家玩 几个人心里都五味杂陈地聊着天 突然四美说起 七微明和长星雨的婚事延后时 大家才得知二姨要和一个老头结婚了 而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极为不齿 几个孩子都无法接受纷纷指责母亲不检点 我要和慧如风女士 极为情境之好 妈妈只不过是爱上一个帅老头 孩子们却根本无法接受 她默默拿起给女儿喂织完的毛衣继续打 连研究生的大儿子都觉得 母亲的做法在挑战她的底线 在那个年代丧偶的人必须守寡 几乎没有年过半百还要再婚的案例 可妈妈却想打破世俗非嫁不可 其实让七微明最无法接受的是 妈妈是怎么做到问心无愧面对死去的爸爸 以前以后爸那么好 一辈子都没吵过家 而表弟乔艺诚却真心为二姨高兴 因为换个角度看 等他们几个都成家立业后 都会拥有各自的家庭 尤其是小雅出国后有可能不再回来 最后剩下的只有二姨孤零零的一个人 她肯定会很难过 毕竟二姨现在才五十岁出头 后面还有四五十年的时间活 对的时间遇见一个靠谱的人 就应该大步向前卖一步 大方面的顾虑被打消 可七微明还担心一些小问题 话还没说完 乔祖望哼着小曲回来了 抬头一看 发现是齐家老大 听说魏书方要结婚特地送上了祝福 你妈 阿世要结婚了 恭喜恭喜啊 人家怎么讲的 老苏开心话呀 同喜啊 姨父 然而因为二姨结婚问题 七微明的婚事被推迟了 乔一诚感觉神清气爽 因为他从小就被七微明压一头 现在总算是有一件事赶在了他的前头 转眼到了乔一诚结婚的日子 可没想到叶小郎的父母根本不是擅长 农村女孩如愿嫁给了城里小伙 以为这样就能逃离重男轻女的家庭 没想到还是躲不过 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爹 说完后他弟给女婿当年叶小郎写的保证书 提醒他白纸黑字可不能反悔 突然多出了一笔钱 这让乔一诚接受的错不及防 难怪在结婚前 宋清远千叮铃万嘱咐 一定要查清楚叶小郎的家庭背景 再做决定 奈何他当时被爱情冲昏头脑 半句劝解也听不进去 可这是他的选择 他认定只要两个人相爱在大的困难 也不是问题 所以心甘情愿接受 岳父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一笔钱 立刻把孤叶夸上了天 就这样结婚第一天 他就背负了第一笔巨额债务 而后面还有很多的无底洞等着他 回到出租 他什么都没有告诉叶小郎 因为不管怎样 也不能影响今天的新婚之夜 可他的婚后生活并不顺利 叶小郎不仅不会干家务活 还不爱干净 每次回到家乔义成只能默默地去收拾 不仅如此从没做过饭的他 还要挑战做臭鲑鱼 乔义成本想装作好吃的样子 叶小郎尝了一口后果断秃了出来 打算回炉重造 乔义成这才把嘴里的饭全部倾泻而出 也是给足了对他的宠爱 结果毫无疑问再次失败 叶小郎惭愧至于提出去下馆子 被乔义成拒绝 毕竟他还要攒钱给小舅子买房 现在家里的每一笔开支都要仔细花 所以打算给做两碗面对付一下 叶小郎想帮忙 结果摔碎了碗 乔义成很无奈温柔地劝他出去 随口一句可别在厨房添乱了 瞬间惹恼了叶小郎 我什么在添乱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这不是想帮忙的 谁叫我帮忙 你这就是添乱 我成负担了 我成添乱了我 你只要记得把我的衬衣给叠好 你就已经是我减负了 大小姐 气呼呼地扔掉围裙回了卧室 真应了那句话 没有那公主命却得了一身公主病 晚上乔义成知道老婆是用来宠的 第一时间哄好了叶小郎 你怎么现在越活越没有冲劲了 现在谁还一辈的定死在一个单位上班 那你看我们这报社 那走了好几个了 人家该出国出国 那是人家的日子 人家想怎么过怎么过 咱俩能不能把自己的日子先过好 再说你这样是长久之计吗 这个市场就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 只有变数 才是最永恒的东西 女人不甘平庸想为理想活一次 冲动之下辞掉了事业单位的铁饭碗 而男人从小穷怕了只想过好眼前的日子 对于妻子的辞职他愤愤不平 乔义成之所以这么生气 是因为一周前 在两人的婚礼上 岳父以女儿为筹码逼他给小舅子买婚房 乔义成为了爱情和责任 瞒着妻子无奈接受 答应把钱凑齐就给岳父送去 乔义成被地理拼命省钱 时间才过去半个月 岳父电话就打到单位催促要钱 乔义成捏手捏脚怕同事知道 并承诺月底一定把钱凑齐 好搭档宋清远看出乔义成遇到了困难 上前询问怎么回事 可要面子的他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由于片刻后他还是拒绝帮忙 随后他打电话给妻子所在单位 想和他商量这件事 可还没开口 无意间得知小朗辞职了 回家后在他的逼问下 叶小朗这才承认此事 所以才出现视频开头的一幕 二人吵完架后 乔义成再一次主动承认错误 端了一碗面去哄叶小郎开心 暂时缓和了两人的关系 不久后到了乔义成的生日 三里邀请大嫂一起回家给大哥过生日 可叶小郎单方面拒绝了请求 随后他花半个月的工资 带乔义成来到一处高档饭店 给他过了人生唯一一次生日 他看着桌子上琳琅满目的菜系 快心疼死了 椅子上他如座针毡 一边高兴叶小郎的用心 一边又发愁月底如何给岳父交代 而叶小郎并不是单纯 想给乔义成过生日这么简单 思考在三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 可乔义成怎么能抛开现实去追求理想 有一个从小不靠谱的爹 底下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要管 他从小就被生活碾压得喘不过气 这对于他而言简直不敢想 可叶小郎滔滔不绝说着自己憧憬的未来 我们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去 我们离开从前的生活环境 离开曾经的烦恼 乔义成有点动摇了 那么他会放弃亲情而追求自己的理想吗 乔四美从小就是恋爱脑 长大后便更加的疯狂 这天暴亭前恰巧出现一个帅气逼人的面孔 瞬间让他犯了花痴 呆呆地站在马路边开始幻想二人在山清水秀的瀑布前 男人轻轻牵起他的小手而害羞的画面 下一秒一个温柔的声音把他拉回了现实 姑娘 姑娘 姑娘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他强装镇定内心早已小路乱撞 并告诉男人没事 可下一秒男人好像发现了什么 乔四美 你是乔四美 我是气成钢啊 气成钢 乔四美瞪大眼睛不敢相信 原来他们是初中同学 他记得七成钢那时候又黑又手 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 现在除了有点黑居然长得这么帅 简直就是他的理想心 而七成钢当兵两年这是第一次回家探亲 再得知对方是在遥远的边疆当兵 他的心瞬间凉了半截 而现在他的探亲假已经结束 因为时间原因要去赶火车 有机会我们再见吧 可四美不愿意和他放弃接触的机会 那个 别等下次机会了 就这次吧 那个 你给我一个你们部队的那个地址 我给你写信 咱们保持联系 好 虽然痛快答应 但好像发现没笔和纸无法留下电话 要不然下次吧 我真的要走了 电话 部队总有电话吧 你说我背 你回来了 本来可以背下来 还是被姐姐一句问候的话打断 随后在本子上秃秃改改 此时她第一次恨自己小时候没好好读书 导致现在脑子很笨 还好记了几个电话 而另一边叶小郎通过方议的关系 给乔二强介绍了一个对象 不知道你们相亲时 会不会像乔二强一样害羞到搓手指 而此时的孙小默实在不知道说什么 像一般人一样问起乔二强的工作和年龄等 孙小默不知道的是 乔一诚心里一直喜欢马素晴 从没忘记过 虽然对方有一个家暴丈夫和十岁大的儿子 但他从不介意 可某一天马素晴突然消失不见 这让乔二强伤心欲绝 为了能早点忘记马素晴 答应大哥给他介绍的对象相助 而家里的乔一诚听到开门声连忙出来迎接 这就成了 乔一诚本以为弟弟只是应付差事 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快接受了孙小诺 你可给咱家立的打 我得奥奥奥劳向你 可家里的四妹因为没有记住电话 而扑得梨花带雨 乔三立回到家以为妹妹被人欺负 连忙上前询问 只是一面之缘 乔四美已经不能自拔 悲伤的情绪一直持续到睡觉前都没结束 可第二天他急忙跑到二姨的小卖部 拿起电话果断做了一个足以毁掉他一生的决定 见二姨不同意乔四美立刻开启了撒娇模式 其实二姨并不是真的不想让他打电话 只是单纯逗了逗他 随后他掏出一天前那几个记错电话号码的纸条 深呼一口气紧张地拿起电话主意开始拨打 就算打错他也厚着脸皮继续下瘾 紧接着开始第二个第三个的拨了过去 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认为的爱人 自从找到了梦中情人 恋爱脑的他彻底陷入了单相思 不管忙到多晚都会把当天美丽的心情记录下来 然后撕成一个长条轻轻卷起来 放到自己的枕头套里 然而这仅仅不够 还把更多的心情分享给了姐姐 甚至房间的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他激动的心情 第二天一大清早 他来到一处影楼 穿上了美美的裙子拍了一张绝美无比的照片 马不停蹄地寄给了七成钢 无时无刻幻想着和他在一起策马奔腾的爱情世界里 可另一边的二哥乔二强出的新对象并不顺利 孙小默通过和他这几天的接触 其实还蛮不错的 突然他一个亮枪差点摔倒 明显他身体有些不适 而乔二强却以为他是走累了 其实孙小默现在只想要一个简单的拥抱 可乔二强却只会让他坐下休息 他无法接受 在一阵抽气的哭腔中说道 没想到乔二强却毫不犹豫答应 莫不关心的回应让孙小默更加生气 转身上了一辆黄包车走了 没人知道后直接蹲守在叶小郎家门口 希望他们能给自己一个解释 毕竟孙小默正是自己的侄女 那二强和小默分手了 这事你们知道吗 二人也是听方一说这才刚刚得到消息 方一话里话外都在埋怨二强不懂事 小闹一下就分手 要都这样 那就天底下没几个能成的了 没搞清楚真相之前 乔一诚向方一保证 如果真是二强的错 会立刻让他给小默赔礼道歉的 事后叶小郎怀疑二强是不是对前任念念不忘 二强以前是不是谈不恋爱啊 乔一诚眼神明显闪躲 闷着良心说二强从小就很单纯 就算有也不至于 事实正如他所料 不是弟弟的错 随后决定再给他介绍一个比小默更好的 可二强心里除了师傅已经容不下任何人 他想打一辈子光棍 却被四美的爱情观惊掉下巴 婚姻才是生活的极致追求 更是爱情的最高完成形式 听见没 人都不一定懂 而乔一诚答应岳父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 本来是想向其微明借钱 没想到 他为了妈妈后半辈子的幸福净身出户了 把家里的房产过户给了弟弟小姨 还把父亲的抚恤金全部给了妹妹小雅 自己则带着小妻单独出去住 因为前些日子 妈妈和一个叫马叔的人公然在一起了 弟弟妹妹自然接受不了 大闹了家里一通 最后他用这样的方式去解决了问题 比起这个 我觉得我妈后半辈子的幸福更重要 我能看得出来 那马叔确实是个好人 真心待我妈 可即便是这样 他还是答应把准备结婚用的钱借给了乔一诚 你解婚嫁干什么呀 我要去结婚呀 我这晚上都要上那个去青藏高原的电车了 你结婚 你跟谁结婚你 不是 你去哪儿你到底 对于恋爱脑这件事 乔四美已经接近疯狂 他居然独自一人搭车千里去西藏找星星念的气成钢 还幻想和他一起走入婚姻殿堂 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还没等到令人羡慕的婚礼 就差点冻死在了西藏 紧接着就是连续几天的高烦 虽然已经惨到了这个地步 他依旧要砥砺前行去找爱人气成钢 姑娘你疯了 你知道有多远都能走吗 我都从南京来了 我还差远 难走我就走慢点 总能走到 看他依旧坚持 大姐特地帮他守绘了一张地图 这个对着就这样我的意思是 我想搭个车 谢谢 谢谢娘大姐 没事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四美和大姐告别后 继续踏上了她的不归路 就在一周前 乔祖旺突然给家里按了一部电话 还抬着下巴给乔一诚炫耀 但儿子只盼他这个不靠谱的爹 千万不要把儿女们弄得无家可归 就算烧高香了 二强和三立也很新奇 好奇之下联系了四美上班的酒店 这才突然得知他瞒着家里请了婚嫁 更呆的是电话里乔一诚被告知 他要去西藏结婚 而且是非嫁不可的那种 乔一诚还没来得及阻止就被挂断了电话 三立这才想起来四美这几天的确不寻常 突然他进屋翻箱倒柜 在枕头套里发现了七成刚的地址和电话 随后大哥提前和部队取得了联系 并陈述了情况 几天后 四美终于到了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一下地就马不停蹄地联系部队 并希望对面能派车来接自己 可不巧电话那头是七成刚的顶头上司 他刚报了名字 对面就知道他是七成刚的未婚妻 但由于他下错了车 导致现在离部队还有几百公里的路程 为了安全起见 对方要求他赶紧找个地方先安顿下来 而乔一诚在忙碌中收到岳父来的信 现在他儿子的房子终于有了着落 以后再也不会为难他 回到家乔一诚虽然嘴硬说着一些不关心四美的话 其实内心都快着急死了 三立看出大哥的担心 可这些正和他的预料相反 乔四美不仅很开心 还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同胞们 讲述他和七成刚的爱情故事 再一次不受控制地幻想起两人结婚的画面 真是无语死了 可现实是 他晚上不管穿多厚的衣服都会被冻醒 第二天还出现了严重的高反 幸好大姐出手相救才避免了这次危机 乔一诚半夜接到四美打来的电话 对面传来七七惨惨的哭声 现在他不但找不到对象还受这些皮肉之骨 简直太难受了 哭诉着明天一早就买票回家 乔一诚顿时心软没有一句责备 一心等妹妹回家 可等高反一退他依旧坚持要去找七成刚 大姐退房 你要回家 我不回家 我就找我跟下 出门后遇到七成刚的战友来接他 兴奋之下不顾男女友别还抱了一把兵哥哥 他激动得差点又喘不上气 车上的他又开心又甜蜜 但七成刚对于乔四美到来感到惊讶 并不是很开心 你来干嘛 我想你 妈妈找你 因为自从四美开始和七成刚写信时 就对他表达了爱慕之情 七成刚一来二去答应了同乔四美的交往 他本以为两人只是书信来往 根本不会上升到现实生活里去 没想到遇见这么个恋爱闹 还追到了部队 这简直是给自己添麻烦 乔四美早已被幻想中的爱情冲昏了头脑 他拉开车窗 激动之下 他把这几天帮助他的人和物都感谢了个遍 在他去西藏之前 提前偷偷准备好了户口本和单位开的结婚证明 去的路上就已经想好 只要见到七成刚两人就原地结婚 可怜爱恼上头的他突然私自来访 不仅给七成刚带来了影响 还耽误了整个部队的训练任务 七成刚带他去见指导员报道 并一脸严肃地提醒他一会儿不要乱说话 可才刚进门他就迫不及待地和指导员握手示好 因为他刚刚才知道 那天和自己通话的人就是他 原来他是比连长还大的官 但当时他以为对方是七成刚的班长 所以以命令的语气让派车去接他 而且那天雪下的特别大路根本走不了 连任务都给耽搁了 惭愧之下向对方表示歉意 可乔四美完成以上举动后 内心已经迫不及待了 指导员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决定从侧面提醒乔四美这么做不对 随后开始夸七成刚真实的好同志 好到人家姑娘千里迢迢都找到这儿来了 指导员我没让他来 你什么你啊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指导员我真没有 你没有什么没有 你是不是对人家姑娘做什么了 没有指导员我真没让他来 这跟我真没关系啊 哎 好了好 果然乔四美互负心切 主动揽下了所有责任 并告诉指导员这是和七成刚一点关系没有 起开 别跟我调谈了好不好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不能让你替我谈 指导员见他认错态度良好教育了他一番 可乔四美依旧执迷不悟 我来这里是为了爱情 为了爱情 我哪我都不觉得远 指导员表示部队不是明证据 并且现在他们俩还没资格结婚 因为七成刚是现役军员 必须遵守部队晚婚晚遇的政策 所以他还需要再等两年 等天后有个人和你走 你害羞什么呀 你怕我不等你 还要干什么呢 他表示谈恋爱当然可以 但作为军人一切要以训练任务为主 所以只给他们俩半天的见面时间 不用你指导员 我现在又送他走 成刚我刚来 七成刚浑身上下对他充满了嫌弃和不耐烦 只有恋爱脑的乔四美不自知 指导员带乔四美去食堂吃饭 他当场以七成刚为典型发出警告 不能动不动把对象引到这来而影响任务 但对于乔四美的到来他表示 吃完饭后七成刚送他回了宿舍 可乔四美突然主动抱住了他 他越主动七成刚越反感 他表示对你的到来我很感动 但你这样做对你名誉不好 可四美早就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我喜欢你天经地义 你就是去月球我也会去找你 这句话让七成刚无法拒绝 说罢四美又一次扑进了他的怀里 第二天临走前 四美逼七成刚和自己结婚 七成刚毫不犹豫地答应 就是怕他会赖在部队部走 不过他叮嘱四美以后 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 回到家的四美请求大哥原谅 乔一诚本来在气头上 可一见到妹妹便没了脾气 随后一家人在一起 开开心心地吃饺子过年 但不幸的是 乔二强再次和孙小默约会 不料孙小默突然倒地不起 旁边人也束手无策 二强这才知道他患有严重的癫痫 隔天在老屋修房子时 不知情的大哥还在催促二强 尽快成婚 二强便将小默的身体状况 因为小默是大嫂托人给介绍的 大哥以为他刻意隐瞒了小默的病情 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对他一通质问 小朗对于大哥的不信任感到很气愤 认为自打两人结婚以来 只要跟弟弟妹妹的事沾上边 他就立马翻脸不认人 大哥让小朗尽早跟没人说清楚 要让二强跟小默分手 而当事人乔二强 对小默的身体状况其实并不在意 几天后他就跟小默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小默提议两人去吃顿大餐好好庆祝一下 然而当他们走到一水沟处时 小默不小心将手里的结婚证弄到水里了 一股不好的预感瞬间油然而生 小默呆呆地看着被水浸湿的证件 仿佛料到了两人之后的结局 回到家后小默再次犯病 二强细心地将他扶到床上照顾 面对二强的关心 小默的脑海里却浮现了另一个人的身影 结婚就是奔着凑合去的 可真是佩服王一丁的心态 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比起三立的多愁善感 他多半来自于从小吃不饱饭 最近场子越来越不景气 他很担心两人都会被裁员 如果提前辞职就要交违约金 而两人的家庭情况都比较差 所以现在也进退两难 再加上王一丁现在把存折全部交给了母亲 因为弟弟马上面临结婚难题 母亲觉得他作为长子 必须无条件先支持弟弟结婚 而父亲得病又意外走了 给弟弟钱完全是为了让母亲宽心 毕竟他是大哥也是现在家里唯一的顶梁柱 这些话语中他把谁都想到了 唯独没有想到自己 乔三立骂他傻得可爱 但也喜欢他天真善良的样子 你说的都对 但是你忘了一个人 他仔细一想的确是忘了个人 三立 几天后王一丁凭借超高的智慧成功考上外企单位 拿着单子向三立报喜 并决定等干完这个季度就辞职 虽然提前离职有一定的违约金 但他也认了 原来前段时间 三立无意间在报纸上发现一家外企在招工 上面的各种招聘条件王一丁都符合 唯一的入职条件是先进行一轮技术考试 考试合格就可以被录用 所以他让王一丁抱着试试的心态去 没想到他居然成功了 兴奋之下当场决定现在就让王一丁辞职 毕竟这家外企工资福利待遇很好 还有带新进修的机会 但王一丁唯一的缺点就是啥 厂长今天说我孙力不够 他才过两年让我拿十老模 就给我上个中层 连当场和厂长都无可能打 毕竟是国营啊 什么国营啊 三立简直无语死了 他经历过的事儿 可比王一丁吃过的严都多 乍一听是厂长对他好 其实是在给他花大本 三立分析的头头是道 两分钟便说服了王一丁 随后他二话不说 骑车飞奔回家 向母亲要回自己的村者 果不其然世界上还是妈妈了解儿子 他一听就知道背后有人使坏 你是什么性格我能不知道 要不有人跟你出馊主意 你能这样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辞职报告已经交了 您说什么都没用呢 最终懦弱的儿子 还是没能斗过强势的妈妈 走投无路的三立 只好先找大哥借钱 替王一丁交违约金 大哥你要是为难 或者嫂子那边不好交代的话 哎呀没事 你和一丁能和好 我特别高兴 这么些年你一直 自从三立小时候 被坏邻居欺负后 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自此他性格大变 突然一夜之间变得很懂事 从小到大什么事情 都没让他这个当大哥的操心过 心理障碍的问题 他想帮忙也帮不上 我也真心希望你们俩好好的 爱钱是最奢侈的奢侈品 不是说你努力就能得到 这才刚解决妹妹的问题 父亲乔祖旺又在意料之中的闯了大火 乔祖旺果真是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渣渣店 几分钟前 一群人发疯似的踏进乔家的大门 发誓一定要要回自己的血汗前 他本想以大儿子 是电视台记者的身份说是 不料杀红眼的债主们才不肯相信他 还没等乔家人反应过来 他们开始一窝蜂地抢夺家里的东西 什么彩电字画 桌子板凳茶壶 冰箱被子入子 能拿的不能拿的都拿了个遍 三立当时看情况不妙 已经呼了无数次大哥的BB机 可那河桥一城正悠闲的 宋夜小郎去上海办签证 好不容易能过个二人世界 他今天可不想被一些琐事破坏气氛 但凡BB机传来的信息 他都通通拒送 麻雀眼眼疾手快跑出来搬救兵 路上意外遇到了 来找三立的王一丁 送走夜小郎后 他这才看见内容 然后快速打了一辆出租车 往家里赶去 此时家里早已一片狼藉 屋内除了桌子早已空空如也 听到敲门声大家都很警惕 直到乔一城爆出了名字 三立才放大哥进来 乔一城看着满地狼藉的模样 瞬间有种不好的预感 立刻询问怎么回事 原来乔祖旺当时和徐福年搞集资 而街坊邻居都梦想一夜报复 结果他们都中了圈套被骗光了钱 而乔祖旺是他们的中间人 眼看赔的钱 这群人二话不说上门就开始抢东西 说要拿来抵债 可怜兮兮的乔祖旺蜷缩在角落 生怕儿子把自己腿打折 其实乔一城知道父亲早晚会被坑 但乱乱没想到他会把事情搞这么大 现在这种结果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只是连累了弟弟妹妹们 不得已乔一城把他们都接到了自己家 三立还担心就这么突然住进来 大嫂会不会不同意 正说着叶小郎提着行李走进了门 他顺便扫了一眼客厅的床 就知道这几位是打算常住在自己家呀 一进屋他就很不高兴 其实你们家的事我不该多说话的 但是我就奇怪 你们父亲的事情 为什么要让你们负责呢 你们大可以理直气壮的 去找那些讨债的人 告诉他们谁欠你们的钱找谁去 现在是新社会步行年族 再说了 你们那个不负责人的父亲 你们就不该护着他 夫妻俩晚上还在讨论生个漂亮宝宝 不料第二天妻子却偷偷拿掉了孩子 起初他刚查到怀孕时 就选择隐瞒乔一城为自己烤托福而铺路 因为他想逃离那个无底洞的父母 所以一心一烤托福希望能彻底摆脱他们 经过几天思想斗争 最后狠心做了这个决定 回家后故意说是自己不小心流产的 乔一城知道后马不停蹄赶回家 直接冲进屋开始安慰叶小郎 乔三立时去放下熬好的补品默默走开 很明显叶小郎来不及摘下烤托福的耳机 不得不说他为了出国牺牲孩子太过武断 此刻他觉得对不起乔一城 听到这些话乔一城既感动又心疼 坚信自己取对了人 人生第一个孩子说梅就没了他心疼的像刀渣一样难抹 而此时的乔四美还因为心疼大嫂流下了眼泪 但某一天她偷偷用了大嫂的口红 因为没放好不小心掉地上摔坏了 在这个结果眼上他不想惹大嫂生气 所以选择改越坦白 这时乔二强刚睡醒 看见四美刚从洗手间出来 以为里面没人 直接推开了门 乔二强直接下懵圈 大哥听到动静后不解地看向众人 刚刚经历了尴尬又发现四美用了他的口红 但又不能责骂只能强压着怒火回了房间 之后几天里四美因为看电视声音大 严重影响叶小郎考托福 他态度很不好地发出严厉警告 甚至还贴上纸条规定看电视的时间 晚上兄妹三人只能小声说话 气得四美口吐芬芳 乔二强也因为整天生活在低气压力 决定搬到工厂里住 被大哥果断拒绝了 但这天叶小郎终于忍不了四美乱用自己口红而大发雷霆 乔四美理直气壮地怼了回去 说他并不是那么仔细的人 你看看你那个厕所 你看看你那个卧室 就知道你也不是那么仔细的人 乔四美 你乱动别人东西你有理的是吧 四美想帮大嫂清了一下 却不小心掉在地上 随后二人开始了姑嫂大战 从而愤怒之下说出了真相 查一查你听好了 这个孩子我本来就没想生下来 我告诉你了吗 说完后叶小郎愤怒关上了门 留下乔一城独自消化 连四美都不相信大嫂会这么干涉 此时他收到单位开会的紧急信息 开门后告诉他这事晚上回来再细说 可刚走到门口 还是没忍住心中的怒火 你最好能想出一个人说服我的理由 到了晚上 叶小郎给的理由是没机会告诉你 还埋怨乔一城只把精力 放在弟弟妹妹身上 完全不关注自己 我什么时候没把你的车放在心上 都不光是你 你问家 你爸你妈我全 我爸妈怎么了 我爸妈就想被我麻烦你过什么吧 我爸妈没端着跟她们一块住 你闭嘴吧你 你让我闭嘴 一句闭嘴彻底让叶小郎傻眼 随后他斩钉截铁告诉乔一城 他现在只想考托付根本不想要小孩 乔一城恍然大悟 也终于明白叶小郎的野心 我不想被别人当成是傻子 我求一城没本事 我求求你 你别踩着我 别把我当成跳板 你踩着我你跳不过这个龙门 我求求你来不行吗 男人一把将存折交给了女朋友 你妈不会不高兴啊 怎么会 我妈怎么会不高兴呢 我妈很讲理的 乖乖 你有本事是不是 有了女朋友 就不把老年看到眼里是不是 你是怎么说的 是你说的把钱交给我的 你怎么说了 但我没说了 正如王一丁所说 母亲的确很讲理 她呵斥儿子不该把钱交给一个外星人 还没嫁进门就先惦记上钱的事 这女人果真不一般 不是的妈 我原来赔给模仿厂的钱 是她借给我的 现在这工资就当是还她了吗 原来爸的工资不都是交给您的吗 可母亲说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像我这么靠谱 但王一丁早就认定三丽就是自己的老婆 谁也无法阻止她们相爱 并决定下一步和三丽定日子结婚 说完立刻附身替妈妈是洗脚水凉不凉 妈妈刚抬起的手停在了半空 迟迟下不去手 儿子的暖心举动让王妈气消了大半 钱给都给了说再多也没用 她也只能向儿子妥协 随后叮嘱她 不管你娶谁 只要和对方能开心幸福就好 既然事情已经敲定 王妈索性决定让三丽下周到家吃饭 下个星期 依您的女朋友小米来的时候吧 你把你们家的三丽也带上 正好大家一起见个面 哎呀妈到现在都有见过那三丽 以前雨里也说不过气 对对对 我跟三丽商量你 饭桌上三丽显得有点拘谨 也没敢多动筷子吃 准婆婆表面关心三丽 让她多吃点菜和肉 还装模作样夸三丽二哥做得一手菜 肯定吃过不少美味 叫她不要嫌弃自己做的菜 得到婆婆的认可三丽内心乐开了话 可下一秒 她立刻转身给身旁的小敏加了一个鸡腿 但旁边的王一宁不干了 我们小敏不吃鸡皮 把你把鸡皮给我了 小敏明显娇生惯养 三丽在一旁看呆了 但王母一点都不嫌弃 毕竟人家家里有钱人又长得漂亮 所以她对小敏的态度比对三丽更上心 傻里傻气的王一丁只顾着自己吃 完全没在意三丽被冷漠 接下来王母的做法更让人生厌 三丽和小敏一同在厨房帮忙 王母心疼小敏让她放下盘子 王一丁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说爸很自然上去帮三丽洗碗 但却被强势的母亲拦着不让 女人鬼鬼祟祟来到一处写着欠债还钱字样的房子前 当打开门的一瞬间 里面一片狼藉早已没有一点当出家的样子 正当她伤心流泪时后面出现一个人影 定眼一看原来是麻雀眼 她莫名其妙被挨了一顿打 的确有点委屈 听四美说他们在大哥家住的不自在 马上就要搬老房子住 那些坑了父亲和街坊钱的人 通通被抓 一听说三丽要搬回来 麻雀眼眼里直放强光 听到姐夫二字他立刻炸了毛 马上问是哪个姐夫 王一丁居然这么快就和三丽复合 还真是小乔那小子了 接下来四美告诉他 姐姐已经见过对方家长 而且马上就要订婚了 麻雀眼的心瞬间碎一地啊 骗自己说只是订婚又不是结婚 我还是有机会 就算他们结婚 那我也能抢婚不是 可想而知四美现在内心的含妈量有多高 四美你觉得我还有机会吗 四美被对着她冷笑了一声 然后挤出一丝诡异的笑容看着她 不愧是乔家老四 果然遗传了乔祖旺的精髓 用小小的身板说着最狠的话 说完她麻溜地走了 留下了暗自伤神的麻雀眼 而回到大哥家 她故意把电视声音放很大 叶小郎不带一句废话直接关掉了她 并警告她现在这么做严重影响自己考试 乔四美再次霸气回怼 明里暗里嫌弃叶小郎不如自己大哥 三丽一直劝妹妹 奈何四美气场太强劝不动 四美刚想回怼碰见大哥回来了 卧室里乔一诚和叶小郎谁也不理谁 叶小郎率先告诉她自己的计划 第一为了安心考托付她要搬去小农家住 第二她辞职了 准备去电脑城开个小店 乔一诚没有任何思考便同意了 叶小郎有些诧异 以后别怪我什么事都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 这些话让乔一诚听着不自在很难受 第二天她拖着行李走了 乔一诚在楼上偷看 最终飞蹲而下 替她放好了行李 然后塞给了她一些钱 这让叶小郎很感动 在后面的日子里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她经常站在角落偷偷关注叶小郎过得好不好 乔二诚和孙小默过着平淡且幸福的日子 王毅丁雷打不动每天送三丽回家非常甜蜜 乔四美终于混上领班 工资比之前翻了一倍多 而孙小默和陈主任再次四眼相对 小情侣终于领证结婚打算去华汉滨庆祝 不料女人却收到前任附和的消息 她谎称要加班放了小丈夫鸽子 转身来到了她的办公室 陈主任被小默刺激猛的一下就扑了过来 还说自己心情不好 留下来陪她说说话 小默心软了 也终于问出她心底那句话 她不耐烦瞻下眼镜 似乎也给了小默一个肯定答案 显然小默的态度让她觉得很扫兴 小默明白后立刻要走被陈主任死死拽住 果不其然换来了一个巴掌 她来到当初和陈主任一起吃饭的餐厅 点了第一次和她约会时吃的饭 但依旧不解气 突然她拿掉旁边的绿植举起大花瓶猛地喝起了里面的水 想起自己曾经第一次犯病的画面 陈主任也曾像二强一样第一时间过来救她 她仍旧放不下 此时她一返回汉冰场 爱而不得的她 看见乔二强还在等自己 便把对陈主任的爱全部转移到了二强身上 这可能就是她最好的选择吧 她把小默安全送到家转身就要走 可小默却破天荒地说家里没人请她上去坐坐 屋里气氛有些暧昧 两人虽然领了结婚证 但一直保持着距离 并没有在一起住过 见时间不早二强起身准备回家 你就还能带着陪我吗 没等反应过来小默直接扑了过来 和二强进行了第一次近距离拥抱 而今晚注定是一场风雨雷电之夜 就这样二强顺其自然搬到了小默家 但小默妈妈有一肚子埋怨 两人结婚这么久酒席不办也就算了 连一张普通的婚纱照都没拍 其实这是小默的主意 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结婚 毕竟要在陈那里得到一个该有的名分 现在卡尔强除了老实再没有其他优点 小默妈妈着实有点后悔 说还不如再等等陈主任 明明没份等这么久 够 其实你只要没孩子什么都不算晚啊 都来得及 这个妈妈可真都现实的 说到这样 你后来那次怀孕 就应该把她生下来 可我怕你和我过得一样 你辈子不顺心 我最怕的呀 也是活得和你一样 我不想像你一样 生下没名分的孩子 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像我一样没法 她自己也是阿三被抛弃生下了小默 所以她把不甘心衣服在了女儿身上 没过多久 小默再次出现在陈主任的车里 她绕过小默家故意停在一处马路旁 怎么了姐梁 我们就在这儿散了吧 你往前走 我往后走 咱们同时转身 谁也别回头 谁也别送谁 小默讽刺一笑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爱情呢 还是因为爱而不得产生的执念 为自己争一口气呢 此时恐怕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债主们上门讨债无果后 气愤之下让子女们替她偿还 然而老头早已跑去外省躲债 这让儿女承受了多年的还债之苦 可她今天突然捧头垢面地出现在南京老家 三丽今天结婚 父亲毫无征兆地出现让她心里很不安 害怕因为她的出现会引来一些讨债的人 而毁了自己婚宴 大哥知道那人要来转身就要走 其实三丽是想让父亲来的 但大哥对她恨之入骨 苦苦劝说无果后很是委屈 大哥红着眼拍拍三丽接受了这个事实 乔一诚见到父亲 没有一丝停留立刻离开 乔祖望心里有些失落 餐桌上他为了和亲家拉近关系 打算把从地摊上随便买的蜂蜜 送对方作为礼物 而亲家看不起乔家 注意力一直放在家里有钱的小儿媳身上 可空叮嘱小儿子多给媳妇加菜 已经完全无视今天是大儿子的婚宴 乔祖望送到她手里后却十分感慨 真不愧是你乔祖望 这些话在她嘴里说出来简直太正常了 为了缓解尴尬 三丽推了推纸顾吃饭的王一丁 提议共同举杯庆祝今天的好日子 两人恋爱多年终于在今天成了正式夫妻 三丽用一个月工资给她买了一个熊猫牌BB机 王一丁第一次收到爱人送这么贵重礼物 兴奋的心情无法表达 当场表演了个熊猫翻滚来表达此刻的幸福 可BB机还没午热 就被母亲要求送给弟弟用 因为小敏家的条件比咱家好太多 一名带上这个去人家家里吃饭 才能撑起门面 老太太还真是个闲贫爱富的主 家里就两个儿子 月月给小儿子生活费就算了 海里所应当也让大儿子每月给弟弟生活费 能偏心到这份上也算是他上辈子记得了 你连人都归了他了 自己的妈和弟弟就可以撇在一边了 妈妈一句话把儿子架在道德的制高点 并故意生气走开 王一丁看着桌上的BB机也只好妥协 三丽大发雷霆气氛之下 就要去要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是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就是这样 你那个弟弟 除了吹吹牛 挡买挡卖 他有什么真本事 我们挣钱这么不容易 凭什么养他这个鸡手丑 单纯的王一丁让三丽不要和弟弟计较 并发誓自己会好好挣钱再买一个新的 可这是三丽第一次给他送的东西 里面承载了他对王一丁的爱 三丽委屈极了 王一丁心疼坏了立刻抱紧他 你是不是你妈举手的呀 你的手指头现在又长又短嘛 妈妈也挺不容易的 我弟人他比我活着过 人也漂亮 疼他也是丁牌的 漂亮的鬼 三丽替自己和王一丁委屈 明明是亲生却被母亲当成工具人 自后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 麻生专挑戏处断厄运执着苦命运 他的大哥乔一成又被岳父盯上要钱来了 这次他们居然还亲自找到了他的单位 而这次又因为弟弟打伤人需要巨额赔偿 岳父又厚着脸皮找乔一成要钱 连门外的宋清远听完后都觉得不可思议 可叶小郎第一时间知道后根本不想帮忙 但乔一成非常清楚 在没立案之前可以私下和解 不然他弟弟就要去坐牢 而叶小郎见乔一成如此明白法律 反而还怀疑他之前有钱科 随后听说是宋清远找人查的便放心了 但弟弟的事他明确表态绝不插手 甚至因为这件事想尽快出国 还想问小萌借点出国留学的费用 这样也能减少乔一成的负担 可乔一成非常爱惜脸面 小时候那么难他都没向任何人开过口 现在怎么可能低下头颅问一个女生借钱 可叶小郎已经做了决定 他也表面答应了 宋清远怕乔一成吃亏特地提醒他 这种烂摊子谁也不能管 如果再管你迟早会倾家荡产 其实乔一成一直想问宋清远借钱解决问题的 但爱于面子一直没有开口 听他这么一说宋清远好奇了 原来乔一成嘴上答应叶小郎借钱 但心里却过不去自尊这道坎 随后他拿出一笔钱给了岳父岳母 岳父数了无数变手都要数抽金 乔一成看问题解决便告辞了 临走前岳母连连夸他是个好女婿 可屋里老两口觉得小郎一直没露面 里面肯定是他们两口子在谋划些什么 岳父前脚刚从女婿这坑了一大笔钱 现在又骗女儿说自己心脏病突发 急需一大笔钱来续命 乔一成信以为真还要继续给岳父送钱 被叶小郎阻止 你是太不了解他们了 他们的心脏比刚起来还结实呢 我爸一顿饭能吃两斤猪肚克 我妈更是经过不让续妹 这要换他们儿子出事了 乔一成从小没父母馆习惯了替别人操心 因为过度担心老人身体 一不小心把今早偷偷送岳父钱的事说漏了嘴 叶小郎瞬间不淡定 这下好了 半年的工资还没捂弱 前脚刚把钱送过去 现在又出新的幺蛾子 叶小郎终于情绪崩溃嚎啕大哭 他觉得老天不公 凭什么血浓于水就要为那个不争气的弟弟 无条件掏钱 为了逃离这个无底洞的家 所以叶小郎不惜牺牲孩子 也要考上托福去国外 就是真真正正想为自己活一次 可他执着地逃离不去面对 也无意间伤害了乔一成 而三丽自从嫁到王家第一天开始 婆婆就指挥她干这干那的 包括现在三丽怀孕 还让她继续干重活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该出意外了 怀孕女人脚底打滑摔倒 没想到地上还躺着个凹叫的婆婆 大哥急忙赶来担心妹妹有意外 确认三丽没事后怒问妹夫怎么回事 三丽温柔护肤 惹得大哥非常不满 王一丁愧就道歉 乔一成看在妹夫老师芭蕉的份上 暂且饶了她 而婆婆只是闪到了腰并无大碍 可回到家后 婆婆不顾三丽怀孕依旧像指挥保姆一样 让她干活 还时不时地催她交这个月生活费 话说王后气宇炫昂地出门跳舞去了 到了晚上 她还是觉得生活费太少 利用做母亲的权利 让她交出她和三丽结婚和旅游的钱来 供小儿子一家生活 可相对于恶婆婆 儿子王一丁却出奇地单纯善良 她对三丽的好简直能一出屏幕来 怕媳妇怀孕后留下认身文而讨厌自己 特地在医院买了橄榄油 她很细心给三丽涂在胳膊上先适应 乔三丽虽说小时候被人欺负留下心理阴影 但遇到了能治愈她一辈子的良药 王一丁知道三丽经常被妈妈欺负 可作为儿子她也不能惹妈妈生气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攒钱搬出去住 因为她不想再让三丽受委屈了 为了老婆和孩子她学会了北地摊 她发挥自己修理专业的优势 做了很多稀奇的小玩意 总能吸引一些女学生们的青睐 所以她的生意还算不错 可这天还是被大哥发现 原来三丽根本不知道她在摆摊赚钱 祈求大哥不要告诉她 乔一诚很能理解她的难处 用坚定语气鼓励她继续做 可好景不长 旁边的大姐眼馋她生意好 直接把她原来的位置给占了 见她过来加塞还故意数落了一番 这么小个地儿还急 真是灰气 好几天都跟着我们 看我们家生意好 过来回过来蹭生意是吧 大姐 明明是你蹭我生意好吧 这都一周了 我去哪你去哪 我在哪你在哪 就剩这么点地方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着啊 你爱去哪去哪 被这么一欺负 王一丁瞬间来了脾气 说什么也要捍卫自己的地盘 可大姐仗着自己是个女的 大喊王一丁欺负人 旁边的小商贩被大姐误导 纷纷指责她不是个男人 一度发展成了拳打脚踢的局面 三丽刚开门就被吓了一大跳 不管怎么问王一丁就是不肯说实话 最终在三丽的强迫下 她说妈妈让咱们帮弟弟出钱买婚房 我不是跟妈说过了我们没钱吗 虽然没钱可王一丁要尽孝没办法 很快叶小郎就要出国 乔逸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齐维明很担心她 你自己心里也有数吧 你走 可就真的走吗 小郎想出国 别人想了很久了 我不会伴着她 贴心丈夫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 然而这是他和妻子今生最后的早餐 吃完饭后他们将添个一方 可即便猜到了结局 乔逸诚也愿意把所有积蓄 给叶小郎当作学费用 自己一个人出去 要照顾好自己 有些钱你得放好 别想在家里一样大大力量 叶小郎有他的宿命 他想要的是更广阔的天空和未来 出生在原生家庭本就不幸 他必须和命运斗争到底 哪怕牺牲了他和乔逸诚的孩子也在所不惜 他就是想勇敢为自己活一次 可乔逸诚恰恰相反 在他心里弟弟妹妹永远是第一位 因为他也有割舌不掉的原生家庭 更有一个不负责任的亲生父亲 他只是没有办法为自己活而已 为了缓解压抑情绪 叶小郎告诉乔逸诚和宋清远 一会儿下车后不允许他们两个送他 因为他从小就害怕分别 更何况这次还是去遥远的国外 随后他在乔逸诚脸上重重地给了一口 又不是不回来了 从宋清远的表情不难看出 他这一走就是真的走了 到了机场乔逸诚本能地要送他 但被叶小郎强行按回了车上 临走前塞给了他一封信 等他拆开后 里面原来是自己的存折 这是他们俩当初为了出国留学准备的精神 而飞机上叶小郎的包里也多了两封信 里面是乔逸诚花了很长时间提前给他兑换的美金 另一封里则是父亲当时收到乔逸诚打款后的回信 再翻过来一看 上面是当时为了让父母供他上大学 他专门写给父母的一份保证书 叶小郎内心像针扎一样难受 原来乔逸诚偷偷瞒着自己给了弟弟一笔买婚房的钱 直到今天他才知道 万万没想到几个月后 却突然收到妻子的离婚协议书 他愣在原地久久不敢相信 最终还是在那张协议上签了字 第二天刚到公司就听到了让他怒气直飙声的话 你看看那些出国都是什么绝 什么意思 你看走过大 几乎全是女的了 是吗 所以啊 你看这些绝了 这都什么时代了 万岛像你说的这么灰色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在外国样样都不易 他们当然得要千方百计机关算计 才能最终留下来 这种事还不跟明 由于乔一诚在公司工作能力很强 经常得到领导赏识 听说他家里的一些事情 所以表面做了做批评后 又当场对他进行了安慰 还准许他带心休假 至于旁边业务差又偷懒的碎嘴子 当然是被炒了鱿鱼 晚上下班后 乔一诚走在当初他和叶小郎相识的桥边 脑子里一遍一遍重复着叶小郎信上的内容 对不起 我感觉得到 你我在机场分手的时候 咱们的婚姻其实已经结束了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咱们就走到了这一遍 虽然我在这个世界上有我的父母 也有兄弟 但是在我心目中 他们都不是家人 而乔二强去汉冰场 已经养成了习惯 这次一不小心碰到一个小孩 两个人重重地撞在了一起 也都摔得不轻 那兄弟你没事吧 还能起来吗 没事没事 等他抬眼一看那两个字脱口而出 大哥 抓你的人是我 是我 三十岁小伙喜欢上四十岁阿姨 以后你别老往这里跑了 别耽误你们过日子 那我来店里跟我过日子也不冲突 我是说 我多回复你现在的家人 别老往外跑 这样不好知道没 你是我师父 一个人又挺不容易的 我就是来帮帮你 我问你现在一会 这有什么不好的 乔二强自从遇见朝思暮想的师父后 久违的笑容终于在他脸上浮现 他开心地像个孩子 一口气在师父店里囤了一年的豆腐 这几天他的心思完全没在家里 然而连续吃了一个月的豆腐后 岳母怀疑他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 难怪小莫经常不回家 其实他知道女儿成天不着家的原因 原来小莫经常大摇大摆地跑去书店 只要有时间就和陈俊良见面 岳母对这件事毫无办法 然后他直接暗示二强 不要总用一种方式一直惯着他 女人被男人吸引靠的就是个出乎意料 然而这些话乔二强左耳朵金右耳朵出 他把岳母打发出去跳舞后 独自一人在厨房享受师父家豆腐带给他的味道 这天三丽挺着大肚子回老屋吃饭 原来今天的聚会是大哥提议的 姐姐一回家四美就开始抱怨三丽婆婆的各种不好 突然大哥问一丁最近怎么样 三丽说他最近为了攒钱成天在工厂加班 一旁的四美这才反应过来 他们几个原来都很默契地没带自己另一半回来 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沉默 也许只有现在兄妹几个才能真正放下各种伪装 轻松地吃上一顿饭 而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乔一诚离婚 三丽问哥哥大嫂最近怎么样 乔一诚谎称说他最近很忙给搪塞了过去 之后话锋一转问二强小莫的身体如何了 二强心思全在师父身上明显一愣 乔祖旺刚刚坐下 就不音不扬的数落乔一诚娶了个败家媳妇 管不好老婆不说还散财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乔二强心里被说得咯噔一下 果不其然孙小莫正在和上司吃饭 真是无语死了 痴情的小莫再一次被伤得体无完肤 强忍着屈辱走出了餐厅 晚上他看着陈俊良送给自己的限量款手表 心意横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他走到柜台 售货员一见到这种昂贵手表就知道不是他买的 一脸鄙夷地看着他 可小莫似乎从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直接让换成了一款男士手表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七七终于长成了一个帅小女孩拒绝了男孩的蛋糕 她不但不生气 反而用那不安分的爪子开始肆意游离 男孩瞬间被林子的话激怒 激动之下还要和女生过过招 此时一向沉默寡言的乔七七突然跳起来推倒了对方 这举动让女孩们目瞪口呆 男孩疼得直挠头准备起身还手 林子见情况不妙拉着七七就往外跑 两人还顺气自然地拉起了小手 同时关系也突飞猛进 不知不觉两人玩到了天黑 然而林子还没玩够 突然她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到我家去好不好 我们一起看个像 好吧 说完后 她竟还主动牵起了七七的手 夜晚下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味道 房间里两人都耐住性子看着VCD 而画面里只是一些很普通的爱情动作片 可林子觉得不够精彩想看点其他出彩的节目 要不要看点特别的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 此时粉红色的泡泡开始疯狂跳动 后来他们约会的次数越来越多 以至于七七有一段时间很晚才回家 常兴宇和四美很担心 便早早等候在学校旁 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这让二人瞬间目瞪了口袋 七七还没从刚才的事件中缓过来 就被四美截了胡 乔四美不可思议地盯着他 立刻对眼前帅气的弟弟刮目相看 毕竟他们乔家男人各个很传统 没一个像他这么招女孩子喜欢的 七七的举动的确让长星宇吃惊并生气 作为嫂子他不能打也不能骂 也只能简单教育几句 过度追求爱情的四美八卦其他俩的故事 他告诉弟弟自己是老江湖 有什么不懂可以问他 七七这么一想 好像真有个问题要请教他 说吧他从书包拿起课本 翻了几页 就是这个代码 它的运算逻辑是什么 不久一群大妈敲开了二一家的门 大妈们的阵仗着实有些猛 七七哪见过这种场面 早就被吓得蜷缩成一团 马叔作为家里第二个男人 拿出文周周的气势想要用嘴皮子讲道理 奈何大娘们不但无视了他 对着七七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可心疼坏了身后的二一 马叔奋力地上前阻拦 我到底做了什么 你跟大家说清楚啊 我告诉你他做什么了 他把我女儿灵死的肚子弄大了 可这么大的责任 二一真的承担不了 便把这些人全部请到了 他亲哥哥乔一城家里 大妈们得不到妥善且满意的答复 就不会离开 一个个横七竖扒赖在家里不走 他本想让七七回卧室睡 这才发现他发了严重的高烧 意识已经模糊不清 半夜里哥哥背着发高烧的弟弟 步行去医院 虽然和弟弟没什么感情 但毕竟血浓于水 此刻让他想起了小时候 三立也同样发着高烧 自己用小小的身体 背着妹妹去医院的情形 那时他只盼着妹妹不要有事 就像现在也不希望七七出事一样 妥善处理好弟弟的事情后 原本想七七和林子的事 可以再商量 没想到他们的礼不饶人 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那既然这样只有一个办法 让他们俩结婚 林子妈深知这关乎女儿的名誉 如果不答应他这辈子就毁了 现在只能妥协 随后他提着水果专程来探乔七七 并亲手给他递了一杯水 其实他内心很不喜欢七七 毕竟没有哪个母亲会接受这种事 但他还算是比较开明的母亲 林子他喜欢你 我也能看得出 其实你是个挺踏实的人 以后林子就拜托你了 就这样两方家长匆匆举办了一场婚宴 而乔祖望见到亲家有五个姐妹 兴趣来了直接迎试了一手 别搅得文才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可另一旁的大哥却心事重重 毕竟是人生大事却办得这么稀里糊涂 他心里五味杂陈的 可现实他也无法扭转 只求七七以后能自求多福 乔四美看着对面如此热闹也跟着鼓掌 大哥看出来他想结婚的心思 呵斥他安分点 但四美却捉弄了一下乔逸程 可他笑着做下一个盘蛋糕 就狠狠扣在了他脸上 四美瞬间傻眼了 婚宴结束后乔逸程似乎后悔做这个决定 让七七结婚 我做了一些伟大的错事 什么错事啊 你看你看你现在 二哥和姐斗我自己的小家 七七这马上也要当地了 哥 你说我跟七成刚什么时候来结婚的 第二天乔四美睡得正香 隐约听到门外的敲门声 他迷迷糊糊糊开了门 没想到是他日思夜想的七成刚提前回来了 真的是你啊 七七哥 十八岁男孩闯下大祸只能闪诉和女方结婚 婚后理所当然入赘到月母家 接着辍学在家安心学习如何照顾老婆月子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可这边的清哥和表哥因为这件事争论不休 齐维明觉得两人因为冲动犯下了错 就拿婚姻去绑架他一辈子 这对七七很不公平 就我里外不是人 您从小把他憋在裤腰带上养着 弄他长这么大一个人了 没本事 没主见 真是辛苦您老人家了 你夜晚会其实多少年了 我不搭理你 你还瞪别人上脸了是吧 你为什么能原谅所有人 就是不能原谅我 凭什么 其实他平时很理智 就因为太爱这个表弟 所以关心则乱 齐维明被怼得无话可说 走之前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你小心活成你以前最讨厌的样子 宋清源把刚才的事情看得一清二楚 劝桥一程想开点 原来昨天他亲眼看见七成刚来找四明 但仔细算算日子他还没到退伍的时间 现在却提前回来了 的确有点蹊跷 齐维明憋了一肚子火回家后 不由分说先怪妻子看管不严 齐维明 我们对他已经够好的了 平心而论这件事情 外星有亏的不应该是我们 随后他找到七七打算和他谈谈心 其实齐维明知道 七七之所以懦弱没主见 都是自己的责任 与此同时刚回来的七成刚胡子拉差 因为不想回家 所以想在四美家暂住几天 乔四美当然同意 可七成刚的举动直接让他犯了花痴 所以是不是我在你所有想见的人当中 排第一名啊 很明显他并不是这么想的 随后七成刚去澡堂洗澡 四美发现他的钱包里有自己的照片 这下他更坚定七成刚爱他如命了 随后他不但把人家的衣服全洗了 还精心准备了一碗面 等他回来吃 没想到被老妇金结族先登 乔组望欣喜女儿终于知道关心人了 一边哼着小曲边吃了起来 四美看着碗里的惨像一声怒天咆哮 难道你又进来 知道小酒老爹爹 乔组望迈着大腿以为听错了 他知道军人转业会得到很大一笔钱 所以他第一个想到不是这个男人好不好 而是对方的钱到底谁在保管 是不是每对夫妻谈完活动后都会互相沉默 在他们有名有识的婚姻里却唯独少了感情 每一次乔二强感觉都像在完成任务 孙小默有心回归家庭突然对他提了一个要求 二强很机械地转过身 把胳膊丢给小默用但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小默想让二强对自己好一点 就像他当初对陈主任一心一意一样 他留下悲伤眼泪迫切想知道一个答案 自从他被那个人三番五次抛弃后 现在只想和二强经营自己的小家 但二强却很感激小默对他的不嫌弃 第二天一早小默罕见地进了一次厨房 做了二强最喜欢的炸豆腐 对于小默的行为他感到诧异 看着眼前的豆腐 这让二强的思绪再一次飘到了师父那里 或许小默这回是真的收心了 他居然提议晚上亲自下厨帮二强好好过一次生日 但被二强果断婉拒 中午小默一边生着闷气一边在厨房忙活 恨不得把自己的真心全部掏给二强看 可一看母亲拿过来的豆腐是早上剩下的 莫名发火 我都跟你说了就二强喜欢的那家买嘛 这鸡你别动把钱在炒了 我去买豆腐 说完他解下围裙打算出门去买豆腐 与此同时二强早早就出现在师父的店里 他害羞地掏出两张滑冰场的套票 邀请师父和他的儿子过一个特别且有意义的生日 他不给马素琴犹豫的机会 表示就止滑这一次 马素琴拗不过只好答应了二强 可不巧这一切都被刚好赶来的孙小默尽收眼底 看着里面乔二强高兴的样子他很无奈 然而他并没打算走进去 原来看着另一半和别人打得火热是这么的难受 他想起了和曾经陈主任的过往 把愤怒和伤心硬生生给按了回去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到家岳母提示一桌子菜都是小默做的 辛苦了 我买了豆腐 我去做个小松拌豆腐去 正好家里还剩个松 不行 豆腐我明天可以吃 后天可以吃 以后豆腐可以吃 我就今天不想吃 行吗 此刻小默最讨厌的就是豆腐 虽然莫名其妙但二强也顺着一死答应 可小默内心总是不安 他转身走进卧室拿出一块男士手表 送给眼前的二强 俗话说妻子送丈夫手表代表了某种运营 那就是在外面的时候 记得有一个人在家时刻等着你早点回家 可二强面对如此昂贵的手表 觉得自己一个干粗活的待不合适 可他不知道这是陈主任送孙小默的分手纪念品 他又转手送给了二强 俗说这手表是男人的第二张脸 有一块好表活得更体面 对不起 我现在没法让你过上体面的生活 晚饭过后马肃琴应邀 陪二强一起过来划汗饼 二强把心学的一招展现给师傅看 不料两人双双滑倒在地 不巧这一幕又被孙小默看见 此时二强心底欲感不妙 却也觉得自己没错 随后低气压的三人出现在了休息厅 没妈就练母帐老女人 乔二强温柔地解释我曾经是他带过的骨骨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跟我吵合都拉拉舍舍成这样 你私底下的标脸成什么样 此时小默已经浑身颤抖 眼看自己马上就要发病 可他还是强忍着难受 继续骂一些很难听的话 不管二强怎么解释 都阻止不了小默的疯狂输出 最后承受不了提出离婚的请求 他亮腔地坐在凳子上 没想到二强居然同意了 好 我同意跟你离婚 马肃琴傻眼直接给了他一个巴掌 天下你疯了 你干什么 你在打什么 谁跟你全力打我男人呢 谁跟你全力打我男人 老人家里有五个孩子 可现在却没有一个人肯赡养他 伤心至于他决定留下灵魂放弃身体 随后他找来一条比较粗的绳子 不还了 我自己不想不还了 我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 不要 为什么你 我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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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小女儿乔四美 带着丈夫来到一家高级餐厅 来和大哥乔一城混合 四美看着空荡荡的桌子 问他二哥和三姐怎么没来 我让他们不用来 妹妹更加疑惑了 明明提前说好的 怎么突然变卦了 七成刚被问得一脸疑惑 今天的乔一城明显和往常不一样 不仅说话阴阳怪气 还有些假惺惺的 四美听的云里雾里 可乔一城这时却大肆赞美起了 平时不着调的妹妹 夸他不仅聪明还能闯荡 七成刚倒也算是血气方刚 听到哥哥这么骂妹妹 不管怎么样他是不允许的 七成刚刚才表现还可以 乔一城打算敬他一杯 说爸满上了两杯水 忍耐的七成刚脾气也终于上来了 别太过分 曹一城你干什么呀 你问他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从部队回来的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你说你是退伍回来的 是真退伍吗 有退伍证明吗 原来他知道了七成刚的秘密 就在几个小时前 宋清远终于帮他查清楚 七成刚为什么会提前退伍的原因 乔四美这才意识到他骗了自己 这个消息简直是五类轰敌 七成刚回来的第一天 他明明哭着告诉自己 是因为执行任务开车时 不小心睡着而翻车 导致严重损失所以被开除 当时的四美不仅没有嫌弃他 反而毫无保留地要求 七成刚和自己结婚 可人是自己选的 就算是爬他也要坚持下去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四美从小就倔强 认定的是谁也插不了手 要不然五岁时 他怎么敢一个人 从杭州跑回南京老家呢 此时乔一城收到父亲上吊的消息 回到家时乔二强已经整理好了绳子 三立也在旁边 乔四美也跟随大哥 脚步紧随器后进了门 随后乔祖旺淡定自若地宣布 要开一个很重要的家庭会议 其实闹出这么大动静 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们 在原来的生活费上再往上多加一点钱 他本来要涨到每月两千 结果被乔一城砍成了九百 事后乔祖旺还不忘提醒四美 尽快把七成刚带过来住 毕竟那小子手里还攥着一笔高额转业费 说不定还能从中敲上一笔 乔一城现在不想听他废话 直接出了门 没成想碰到了刚访回来的七成刚 紧接着大哥找乔四美进行谈话 四美表示 七成刚是他这辈子要选定的人 哪怕是被他骗 或者自己瞎了眼也没关系 因为他明白这辈子找一个喜欢的人很容易 可要和喜欢的人结婚就很难 你知道我呢 我是一定要跟一个喜欢的人结婚 嗯 哪怕他对不起你 还有人会不犯错啊 我相信他以后不会了 最终大哥还是没能劝下乔四美 带着无比复杂的情绪先行离开了 很快他便原谅了对方并一起过日子 而七成刚也从此开启了他拈花惹草的后半生 乔二强收拾好心理后和孙小默提出了离婚 然后他把一张存折放在桌子上 而小默很清楚两个人为什么能走到今天 想当初乔二强和小默结婚 岳母本身就看不起他这个穷光蛋 现在要走了更把他扁得一文不值 接着他摘下小默送他的手表一同放在桌子上 小默本想挽留 可似乎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二强关上门的一刹那 也彻底关上了他和小默的缘分 通过冒演他默默在心里和他做了道别 此刻孙小默才明白乔二强曾经对自己的好 但这也许是两人最好的归宿 乔祖望一改往日的作风 平日里他对子女不管不顾这次却极其反对 让乔一诚心底生厌 可怜乔一诚真是为这个家操碎了心 四美的事还没完 二强又跑出来离婚 他说他对师父一直有感情 还表示就要和马肃清结婚 这次谁也别想拦着 乔二强现在如此的坚持 大哥反而不那么吃惊 因为当时他对马肃清有着强烈的依恋 即便自己苦口婆心的权 也能感受到弟弟对那份感情的争执和炽热 可这对相差14岁的姐弟恋 在乔祖望看来那可是严重丢了乔家的脸面 我告诉你乔二强啊 你要是跟那个老女人搞俘化 你不要听乔了 你离开这个家 也许是因为他从小缺失的母爱 对父爱又求而不得 有一部分的他停留在少年阶段 长大后对爱情的渴望就被无限放大 所以他现在只想遵循内心 好好为自己的人生活一次 并坚定表示在他们俩没领证之前 自己打算现在家住一段时间 可遭到乔祖望强烈反对 见父亲不同意 他表态大不了自己也和四美一样 每月往家里交房租水电费 乔一诚一听这主意倒是不错 但乔祖望这次却有了骨气 你那个乔我拿到骨气都 我都现在瘦气 小阳 去哪里了 此时常兴宇和齐维明来到了家里 特地给四美准备了精美的嫁妆 两人的到来 暂时让低气压的众人缓了一口气 一家人也都不言自明地去忙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三立的孩子马上出生了 此时除了丈夫王一丁很担心 最紧张的应该是大哥乔一诚 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生怕三立有危险 在过去三个多小时里 他脑子里闪过妹妹各种有可能发生的意外 因为小时候 妈妈在生下七七后就难产去世了 这对当时还小的 他们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心理创伤 所以他默默祈祷妹妹不要有事 可好巧不巧四美还是把那句话问了出来 大门打开的一瞬间 他们终于等到了好消息 三立生了一个男孩 七斤二两母子平安 众人听到消息高兴坏了 乔一诚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齐维明塞给王一丁一个大红包表示祝贺 与此同时孙小莫肚里的孩子正渐渐长大 妈妈陪着他做产检 虽然到现在他心底还是希望那个人会出现 但同时也害怕再次逝去 这种矛盾的想法让妈妈也无可奈何 十八岁丈夫替妻子收拾好行李箱 顺便也给自己留了两个 然后去车站和妻子做最后的告别 而杨玲子脸上却看不到任何悲伤 反观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大概率只有一个 我这次回来是要跟你办离婚 我有喜欢的人了 是我的客户 他知道我的情况 可以接受小致 乔琪琪听到后根本无法接受 情绪变得有些激动 但很快他便冷静了下来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爱杨玲子 也不知道自己在难过什么 只是很感谢能遇到他 可能是他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有用的人 而此时两人的对话正好被外面的月母听见 随后他答应离婚 但条件是要和女儿一起生活 他会在一周之内搬出去 琪琪 你不用搬出去 就在家里住 我和你爸帮你带孩子 咱们一块过 他也去哪去哪 临走前他毫不犹豫把女儿交给了琪琪 还把年迈的父母也一并托付给了他照顾 随后他做了最后的叮嘱 别在犯啥了 别被那些 犯感人意 骗 我没被骗 这都是我自己愿意的 以后我也不会被骗 你放心吧 随后乔琪琪目送杨玲子离开 杨玲子挥挥手向他道别 之后还是个孩子的琪琪变成了单亲爸爸 这天他带着孩子去医院看病 完美错过了乔四美和七成刚来医院检查 通过检查才发现他怀孕了 而不止乔七七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姐姐三丽的生活也不好过 这天他下班回家 就看见婆婆把儿子推得在地 干嘛呢 你这样气 叫你不识笑 谁是有心的 不是有心的 不是有心的 你这么重啊 谁要是有心的 我告诉你啊 你什么人 去这里撞死 这么来这套 三丽压根不想听婆婆辩解 毕竟谁也忍不了别人欺负自家孩子 随后三丽一气之下抱起孩子出了门 回到了他熟悉的娘家老宅 乔祖旺和乔四美看见他抱着孩子回来很是不解 而且孩子还在不停地哭泣 便询问怎么回事 乔祖旺虽然平日里自私 对于这个孙子的到来他很疼爱 第一次当老爷他也很称职 所以对三丽婆婆的做法表示不满 小儿子杀顺子 把老太太来冰凳子 那你们一家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乔四美趁姐姐出去的功夫 偷偷给姐夫打电话报信 每几分钟王一丁着急忙慌飞奔而来 想接三丽和孩子回去 见王一丁进门 四美抱着孩子进了自己房间 乔祖旺也识相地回了屋 父女俩都很默契地给他们留下独处的空间 王一丁很诚恳地先替妈妈给三丽道歉 并表示已经和妈聊过了 她现在也很后悔推了萱萱 她的家世 我可看不出来她有什么后悔 然后王一丁用她自己的幽默逗笑了三丽 见她已经消气 半开玩笑地说 如果你还不原谅我就下跪给你看 你跪啊 说把她扑通一下跪了下去 此时恰巧巧祖旺出来了 你这个理性能挺大的 随后她拿了脑壶又静 第二天漂亮的四美 拖着怀孕的身子回了家 碰见了邻居吴姨和她的女儿 两人表面对四美美满婚姻夸赞过你 实际上吴姨早就看穿了一切 我把话放在这 晚上四美心疼七成刚 打去关心的电话虚寒问暖 不料七成刚简单说了两句便匆匆挂断 与此同时 七成刚拉了一个醉酒的女乘客 女人上车就嚎啕大哭 刚哭了一半就吐在了车里 七成刚只能让她下车 没想到她却赖着不走了 看女孩挺可怜 出于社会责任 她便亲自送女乘客回家了 我跟您说过多少次了 萱萱不能吃这个包子 这里边盐分地吸收不了 你怎么还给了糖吃呢 哎 老婆给我 这个不可以啊 婆婆这么做是有私心的 就是想让大儿子和儿媳早点搬出去 到了晚上吃饭时 孩子现在已经严重挑食 三丽本想上前去教育 不料丈夫一把夺过剩饭 全部倒在了碗里打算自己吃完 随后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妻子身上 咱小时候不有点不爱吃的东西吗 不想好好长大了吗 三丽不想和丈夫担嘴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默默欺欺欺 默默欺欺啊 她不爱吃你必须有什么用 三丽明白这段日子她受苦了 想上前安慰 闭嘴 王一丁突然性情大变 原因是前几天她在上班期间 由于他们工厂的插车工 单插作业偷懒 导致连货带车全倒了 一下子砸伤了五六个人 其中一半的货都压在了王一丁的下半身 她不但伤得最重 而且伤得还是关键部位 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简直让三丽伤心欲绝 从此以后王一丁像变了一个人 动不动就乱发脾气 这时婆婆打开了门满脸担心地走了出来 同样都作为过来人她很能理解三丽 婆婆的一戏话简直暴击了她 好像丈夫不是她亲生的一样 想随便丢就随便丢 三丽同情丈夫的同时也替自己委屈着 可日子总是要往下过 她端着中药收拾好情绪重新回到了卧室 并向她道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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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生气了 你是我不对 你岂非我都发脾气 而此时王一丁知道自己做错 也明白自己很过分 但一个男人没有了零件等同没了灵魂 后半辈子也无法再给三丽幸福 经过慎重的思考后 她做出了一个违心的决定 三丽把端着碗的中药放下 自从嫁给王一丁她从没想过要离开 尽可能组织好中肯被语言告诉她 就并不治了也行 但是离婚我不答应 三丽早就看穿善良的丈夫 之所以成天找自己吵架 就是想逼着两人离婚 她打算把所有的苦难都自己扛下来 然后孤孤单单的过一辈子 第二天四眉拐着弯的关心三丽 想着姐夫一个大男人肯定要面子 在工厂一定会听到些闲言碎语 日子肯定不好过 便提议让姐夫自立门户 这样既能远离悠悠之口 又能解决生计问题 虽然三丽知道这也是个机会 但现在一丁很敏感 所以想拖一阵子 等她情绪稳定再说 随后在三丽的劝导下 王一丁终于振作起来 二人也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虽然面积不大 但起码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屋 没有多余的钱装修 他们就亲自上手 高兴之余还在墙壁上用白漆做画 各自示爱给对方 嫣然像一对刚结婚的小夫妻 渐渐的王一丁在三丽的治愈下 也慢慢恢复了仔细 可这边才刚刚顺利 乔家的兄弟姐们 再一次聚在了老宅子吃饭 好像家里的某个人 又要出幺蛾子了 要不然咱们也别领证了 就这样过下去 等那天你后悔了 也没事 啊 我不 你要是赶在那里就留着 乔组望拿起身后的沙发套 举起来折成细条 然后做出示范 我就真是笨业 把我自己 刮在你俩桌的那个弄头 当做给你俩结婚的礼物了 你行了吧 成天这么吓唬人有意思吗 吓唬人 乔二强之所以公开表态 敢娶马肃琴 是因为全方位得到了四美的支持 自从二强喜欢上 这个离异带娃的豆腐西事后 全家人没有一个同意他们在一起 而姐夫王一丁意外受了攻伤后 这些日子乔四美多少有些多愁善感 因为他不知道明天和意外是哪个先来 对于哥哥乔二强和马肃琴的事情 他决定摒弃世俗的观念 公开支持他们在一起 乔二强虽然诧异四美突然能这么获达 但他还是想请教他 现在应该怎么去跟师傅表白 四美表示最好是坦白讲 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心情 就算是老天也拦不住 才刚说完这句话 突然天空闪电为你 没想到四美竟然敢和老天爷做嘴 二强怕糟雷批立刻捂住了他的嘴 看着天空中下着漂泊大雨 四美看出了二哥的心思 他从挂钩上拿起二哥的外套 走到他身后 有了四美的支持乔二强很欣慰 夜里他骑着三轮车在路上狂奔 当二强赶到了手 他就像一道光一样 照亮了马素琴的醒悟 来的时候乔二强带了一些沙袋 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如果不是二强他们母子来 今晚还不知道怎么收拾残局 由于电力积水太过严重 三人拿大桶分立地处理里面的积水 经过一夜的劳动终于收拾好铺子 此时外面依旧闪电雷鸣 没有要停的意思 二强暖心的地点马素琴一杯热水 灯光照在他的脸上 精致的面容加上湿漉漉的头发 让二强想起当时师父在工厂时的样子 此时马素琴的儿子因为明天要考试 已经早早睡下 经历过刚才突发的情况 乔二强对马素琴的保护欲逐渐放大 这时他想起四美刚才说过的话 有喜欢的人就要抓紧说 因为明天和意外真的很难知道哪天来 马素琴脸上闪过一丝行星 但很快消失不见 他始终保持沉默 思考片刻后告诉乔二强 以后的日子要好好过 不要学师父把他过得一团糟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乔二强不想骗自己 他借用妹妹说过的话来表达对师父的爱意 从内心来讲他是可以接受他的 但世俗的偏见让他不得不锁住自己的心房 第二天他把药和马素琴领证的消息通知了所有人 但依旧被乔祖旺坚决反对 其他人也都保持沉默不知道该怎么调态 乔祖旺只能摔杯子来发泄形状的愤怒 随后二强简单用两个麻袋 背着自己的衣服 决然地走出了门 可刚走到门口 发现师父和他的儿子志勇正在等着他 他幸福地笑着朝他走去 你就这么点东西吗 男人嘛 哪有那么多讲的吗 再说咱们新家东西也挺全的 准备帮二强拿手里的东西 不料志勇快速上前夺下二强肩上的袋子 然后转身快步走出了巷子 走吧 怀胎十月的妻子突然发现丈夫身上有一根长头发 这什么呀 女人头发不来的 你什么 西成刚 四妹 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司机 出租车司机 我每天接触的男女少说有十几个几十个 好了老婆你相信我 七成刚用一脸真诚的样子哄妻子 要他一定相信自己 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去洗澡 乔四妹努力让自己相信丈夫 可最终怀疑战胜了李志 随后他趁七成刚洗澡的间隙 迅速从他衣服兜里拿出大哥大和寻呼机 先是检查BB机里的内容 然而并没有发现有用的信息 紧接着他快速拿出纸笔 开始抄下这几天内的通话记录 一边记一边紧张地观察门外情况 然而还没完 他又悄悄跑出门外 这时左手却多了一卷胶带 他走到帐组所开的车子前 然后快速打开车门 用手里的胶带在后座上粘了两下 果不其然发现了两根女人的头发 然后挺着肚子艰难坐进后座 又粘了几下 发现比刚才多了几根 乔四美心里的答案越来越清晰 之后坐进车里的主驾驶 寻找一番后发现了一瓶空气清洁剂 然而就是这个瓶子让他暂时打消了怀疑 他在想他老公可是出租车司机 有女人头发不也正常吗 接着索性拿起清洁剂给全车去了去味道 第二天本就怀孕的他反而越来越焦虑 然后从枕头底下拿出昨晚记录的本子 走出客厅 喂 你好 你好 客户中心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吗 红色饭馆 请问你认识七成刚吗 您是哪位啊 我是成刚的妻子 嫂子呀 要喝七六个来吃饭吗 那就不用了 谢谢啊 乔四美之所以怀疑丈夫 是因为除了昨晚头发事件 那就是她早上的行为举止有些奇怪 一向邋遢的七成刚居然开始梳妆打扮 嘴里还哼着喜悦的小曲 这让乔四美心里瞬间起 她慢慢走出房间 七成刚从镜子里看到了她 你醒了 你醒了 是你起来走 怎么 今天有硬撞啊 没有 那你头发弄得这么赶着没什么呀 还不是你平时嫌我拉的 我这不是 你要朝市改善一下自己吗 她温柔俯下身听了挺他们孩子的心跳声 然后在四美的注视下 牡蛎赚钱去了 可慢慢的 乔四美的表情突然变了 其实她怀疑的没错 七成刚的确是个老司机 而且还把火车开去了公路上 副驾驶坐着的正是那天喝醉酒的女乘客 两人在车里肆无忌惮地摇摆 并且关系还是相处极好的那种 只是后来乔四美把自己的怀疑给彻底推翻了 她认为自己紧张过度 对昨天怀疑七成刚出轨的失神感愧疚 有愧于成刚 就想多灰心灰心的 你这什么意思啊 爱就是要百分之百的信任对方 像七成刚那样的 我压根就不会嫁 相信起伏 我相信成刚啊 那是一样的 可你之前不爱怀疑吗 现在不怀疑了 以后也不怀疑了 三丽对恋爱恼妹妹的这番话一点不惊讶 所以也就没多劝什么 突然四美肚子疼 三丽决定明天带她去医院检查 第二天产检一切正常的四美留在姐姐家蹭饭 姐夫王一丁今天被领导安排休息 听三丽的意思是工厂体谅她大病主义 我要是我姐夫啊 宁可不要这种体谅 我个人 每天都得被迫回忆 四美不过脑子的话 气得三丽只能拿菜刀狠狠拍散来抗议心中的不满 晚上王一丁突然告诉三丽自己辞职了 但她不舒心辞就辞呗 你不用为什么辞吗 你想辞 我相信你啊 随后三丽小心翼翼的试探王一丁 问她有没有想过单独开店的想法自己做老板呢 我不行吗 不是怎么知道你不行呢 你以前离开国营厂的时候 我们可过得比现在还难 行了 有完美吗的 我刚辞职你让我出去赚钱 想当老板 你去啊 我想你个人待会儿 不管三丽还是四美他们都处处为她着想 可其中的痛苦也许只有王一丁才能明白 她独自一人骑着单车发泄着不快 男人被妻子抛弃后还没来得急悲伤 就被迫处理家里的突发事件 不是家爹上吊自杀 就是两个弟弟同时离婚 一个才18岁就成了单亲爸爸 而另一个则娶了一位比自己大14岁还带娃的豆腐西施 要么就是妹夫被砸伤 下半辈子不能生育 一家人没一个让她省心 乔一城真的太苦了 自从宋妹夫出院后 她才有时间沉浸在悲伤中 老搭档宋清远发现她最近情绪不高 身上的味道占两米远都能闻见 特地把自己的外套借给了她穿 因为下午还有个重要采访 此时的宋清远一直以为 她是和远在国外的妻子叶小郎闹了什么矛盾 但她不知道乔一城早已经离婚 随后消化完的宋清远和乔一城继续工作 宋清远关键时刻尿急去了洗手间 乔一城无聊之下打量起了这间办公室 她突然被墙上的衣服化吸引 近一时间忘了自己在工作 此时两个人都同时感到一丝尴尬 乔一城没想到相部长居然这么年轻 向南方刚刚坐下 就要求开始工作 让本以为要寒暄几句的乔一城有点惊讶 随后她调好设备后正式开始了工作 紧接着宋清远才慢慢悠悠走过来 然而她刚走到门口里面的采访已经开始 她并没有打断乔一城的采访 就这么静静地听着里面的一切 等到采访快结束时 她才很合适宜地敲门 不好意思 来玩了 我刚才你们的采访内容我在门口都听着了 很精彩啊 乔一城听到他们好像认识的样子 很是惊讶 经过宋清远一系列的介绍 原来他们从小就是发小 要不然他也不会在刚进门的时候 错把他认成宋清远 有了老宋这条关系链 后续的聊天倒让他们没那么拘谨了 刚出了门就遇到了齐维明和常兴宇两口子 两人是乔一城的表哥表嫂 在一阵欢声笑语中 向南方提议难得人能凑这么全 索性晚上他请大家一块聚个餐 但不巧的是齐维明两口子约好了去看电影 不过他突发奇想 随后少了他们三个大灯泡一起约了酒 宋清远当场发起了酒疯 还差点把两万块的相机给扔了 幸好乔一城眼疾手快给躲了下来 突然向南方提出一个他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 把宋清远乖乖叫过来吼 接着傻傻的乔一城背着包准备去和宋清远比赛 结果被向南方拦下 原来小时候的游戏就是玩宋清远 向南方冷不丁地把包扔给了乔一城然后跑了 一边是哥们兄弟 一边是美人他该怎么选择呢 紧接着他们来到一处公路旁 向南方打了个喷嚏像是要感冒的样子 乔一城二话不说卸下身上的包 脱掉自己的外套给他披上 随后乔一城故意说想看萤火虫 可现在是冬天不可能看得到 但乔一城自有办法 他倒通了半天向南方也看不懂 随后他拿起相机把画好的纸放在镜头前 调好焦距后真的出现了星星萤火虫 向南方很是惊讶 不知不觉二人的关系也在慢慢发生微妙的变化 我挺讨厌你们这些记者的 你凭什么不让学校办补习班 学校不办补习班 我儿子到哪块去补习 找家教 你给我贴钱呢 你别拍了 消息了 消息了 我告诉你 大人了 谁打你了 我告诉你啊 你碰这机器 六六万你赔得起吗 你 我 机器动的 谁动的 我陪你 老乔 没事 你干吗 大气 你也太猛了 那个刘老师 快快打电话 就在几分钟前 乔一城和宋清远蹲点采访一家课外补习班 老宋奈不住性子 非要光明正大去采访两个家长套电话 被乔一城及时阻止 因为他觉得那些家长们也不容易 可宋清远却也觉得自己到现在饭都没吃也很不容易 并且他从小就没学过补习班 不但成了才而且很优秀 开这个福尔博客的人就是鸡贼 你明明就是学校该学会的东西 偏偏拉出来再补课 你要学校老师干嘛 吃白饭 听你说这话 一听就知道是没当过家长的人说出来的 别人家的孩子都补课了 就自己家的补课 那不就落下了 就这种地儿啊 就是抓住了家长这样的心理 紧接着他们扛着机器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有几个家长感觉不妙 西装男听后有点慌张立刻起身 面对镜头支支吾吾说 就是平时把学习困难的同学聚集在一起交流交流而已 乔一城可是专业记者 随便回答可难不倒他 他继续发问 根据教育局下达的文件 是禁止租用教学楼举办课外补习班 此时胖大姐正蠢蠢欲动地盯着里面的情况 而西装男好像也有心理准备一样 我们的不是学校教育 乔一城准备了一堆问题要完成采访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胖大姐 随后她理所当然地受了工伤 而这次伤害已经上升到民事案件 可以要求对方赔偿 但乔一城从小就知道穷的滋味 大家都是小老百姓 思考后决定放弃赔偿 乔一城故作严肃叫他闭嘴 乔一城故作严肃叫他闭嘴 随后宋清源起了八卦的心 问他和向南方发展到什么程度 乔一城表示他们只是工作上的朋友 再说向南方是高干家庭出身 自己也就是个穷小子 人家南方肯定对自己没那层意思 看来你现在是真够了解我 说没意思就没意思 行 来得够早的 大嘴怪你 怎么 我就不能来看看你 你吗 寒暄了几句后 宋清源为了给两人独处的空间 识相地溜了 挺好的 没什么事 是不是只要女人倒追男人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乔四美拖着怀孕的肚子出门 帮父亲买膏药 不料却亲眼看见丈夫 和一个身形靓丽的女人搂搂抱抱 原来她的怀疑是真的 她终于亲眼验证了一次 乔四美心如死灰地回到家 甚至一瞬间连死的心都有 她搀扶着椅子坐下 来缓解极度颤抖的身体 留下了无比寒心的眼泪 而七成刚还假装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四美听到她的声音后 情绪突然失控 她死死盯着自己的肚子 好像发现了不对劲 七成刚越说话她越激动 随后被立刻推进了产房 由于情绪波动太大导致孩子早产 此时全家人一个不少的全部赶不过来 原来在记忆深处妈妈是突然难产死的 当时给年幼的四美产生了巨大的恐惧感 她怕自己像妈妈那样挺不过这关 开始给大哥留一言 你别胡说八道了 你听大哥的话吗 我天啊 乔逸诚不停地安慰她全家人都会陪着 可当听到七成刚的名字时 表情突然变得凶狠了起来 她一遍遍呼唤七成刚的名字 当她出现十四美拽紧她的衣领 用尽全身力气对她说 虽然她说得很小声 但还是让三立听见 随后在四美的惨叫声中她被推进了产房 乔组望拿着被褥童儿女们一起在外等候 产房外七成刚的手机一直响不不停 她现在不敢公然讲电话只能索性挂掉 这一举动让三立有了不祥的预感 刚刚四美说 你趁心是什么意思 她刚想编个理由搪塞过去 此时手机铃声再一次响起 为了快速解决麻烦 她只好当着三立的面 快步走出楼道去接听对方的电话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三立她绝对有问题 她悄悄跟在后面想要多听点内容 不料被王一丁喊停了脚步 她觉得三立今天是过分紧张了 没必要抓着七成刚不放 可三立依旧感觉不安 此时马叔搀扶着生病的魏书芳出现在他们身后 二姨担心四美在产房外关切的等待 魏书芳还在感叹 当年姐姐生孩子时的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突然身体一阵疼痛感袭来 疼得她一刻都无法站立 所有人都紧张坏了 而一旁的乔祖望瞪着个大眼睛好像和她没一点关系 与此同事王一临回家好生好气的向母亲要钱 可王母已经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她 家里实在拿不出一分钱 王一临一听没什么钱可拿 立刻变了一副嘴脸 现在连装都懒得装一下 直接出门就要走 你要去哪儿啊 您都说了没有钱 我还留着干嘛 你娘 你可是我的亲儿子 我不是不想帮你 我真是无能为力 亲儿子又怎么办 您还不是见死不救 王母激动之下血压飙升晕死了过去 王一丁紧急把母亲送去了医院 此时三立得到婆婆晕倒的消息快不敢来 安顿好后他给弟弟打电话叫他过来一趟 我现在就忙着了 就先照顾一下吧 马叔是魏书芳的第二任丈夫 自从他生病多日后 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才赶过来 可刚一进门看见继父也在 很快又关上门走了出去 听大哥说妈妈生病很久了 妈的病不是快好了 上次妈给我打电话还说快好了呀 对啊 这怎么又进医院了 爸爸怎么担心 你是妈这么说 让你经常回家看看妈你不听 电话也不打一个 你这女儿怎么当的呀 我女儿怎么当的 齐薇姨 你这个做儿子的有脸说这话吗 自从妈再婚了以后 也回去过一次吗 这也许就是全天下母爱的本能吧 即使自己再难也不会拖累孩子 可明明母亲就在眼前 两人却不愿意多看一眼 反而都互相指责对方不笑 齐家的善良恐怕都全部给了齐薇明了吧 随后他表示在妈住院期间 由他们几个轮流值班 但他们并不同意 齐薇明听后真想给妹妹一个耳光 突然马叔走了出来 对于自己没照顾好卫书方而向他们道歉 并郑重表示 自己会心甘情愿照顾好卫书方 也不会有任何怨言 你们也别担心你们的母亲 你也别担心你们母亲会打扰你们的生活 接着马叔向在场的几人通通下了逐克令 迎脸打扰到他妻子休息 进门前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齐小雅才不管以后老不老的事 向大哥打了招呼后便潇洒离开了 我先走了 妈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吗 刚才发生的一幕乔逸成听的清清楚楚 只是感叹通过这件事看出了人性 也让齐薇明彻底明白谁才是真正对母亲好的 与此同时乔三丽来医院探望妹妹 不巧听到七成刚在和某个人通电话 这让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三丽 你在这干嘛呢 哥 我跟你说件事 与此同时七成刚打完电话回了病房 你怎么还要他 你怎么怎么出家才多少 你怎么要到你啊 那这回真的会开的大哥 王星云 你结婚说怎么跟我说的 都快你忘了 三丽 你别闹了 你别闹了 乔逸成这次不打算劝四美回头 毕竟日子还要往下过 四美现在正糊涂 等她回过神比谁都聪明 叫三丽不要担心 妹妹的事情让乔逸成烦心 突然抬头一看 发现了正发烧的向南方 乔逸成帮向南方取完药后 又送他回到他自己的家 他四处打量着房子 无意间看到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面孔 让他的思绪飞回了小时候 同样的面孔熟悉的人 没想到小时候 他喜欢的女孩现在长大了 而且他们再次 以同样的方式向你 出院后 三丽特地照顾妹妹月子 她做好鸡汤后 直接忽略了七成钢的存在 然后小心翼翼地扶起四美 七成钢被荡成空气 也没脸再待下去 便默默出了门 三丽提醒四美坐月子期间 要注意保暖 不能受凉受拾起 随后她亲手给四美戴好了帽子 可四美不但不领情 反而怪姐姐多嘴 把七成钢的事告诉了大哥 让自己家在中间很难受 三丽气愤地出门背上门口的包 准备打道回府 毕竟家里的婆婆也生病了 需要有人照顾 她提醒父亲四美在家坐月子 不能落下病根 叫她有什么事去搭把手 一个人在家太无聊 她耐不住寂寞来到公园六湾 溜着溜着发现有人喊抓小偷 她然后以迅雷不吉尔的速度一个转身 用飞毛腿绊倒了小偷 然而谁也想不到这个女人未来 竟成了乔祖旺的妻子 自从三丽走后 四美自费请了一个保姆 但只是简单照顾孩子 做家务可不在她的范畴内 我是真没时间 而且说好了 我是来捉那孩子了 四美平时连吃饭都得自己做 随后一气之下辞掉了保姆 三丽接到四美求助的电话 正在气头上的她直接拒绝了 可刚挂完电话就心软了 陈姐 你有相熟的月子保姆吗 有啊 几天后大哥带着三丽介绍的保姆 到自己家 乔逸成像完成任务一样 没多说一句话便走了 不一会乔四美提着水果追了出来 大哥见她穿着单薄赶紧让她回去 可乔四美心中一直放不下 大哥和七成刚之间的芥蒂 所以她特地过来道歉 她简直对这个恋爱脑的妹妹无语死了 刚走了两步又被四美满下 她坚定不移地相信七成刚能改 祈求大哥必须原谅她 你说我能怎么办 你是我重要的人 她也是我重要的人 你们两个要是重复好的话 我怎么办呀 这都会很难过的 是不是在溺爱中长大的孩子 都不懂得感恩和不知孝顺呢 因为他们总是会 接二连三地榨干父母的积蓄 王家小儿子王英宁就是如此 许久不回家的她 依旧理所当然地找母亲要钱 可母亲实在没钱可给了 王一宁发疯似的就开始破口大骂 母亲无法接受从此一并不起 而照顾她的重担就落在了大儿戏乔三丽的身上 刚回到家就发生了不祥的预感 一般人自然不会往其他方面多想 就像三丽一样只是弯下腰重新捡起了杯子 给婆婆倒好了一杯水 而此时婆婆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她告诉三丽你是个好女人好儿戏 回想起自己曾经对三丽和儿子的所作所为 她感到非常地后悔和自责 道歉后希望三丽不要嫉恨她 三丽宽慰婆婆亲人之间哪有那么多隔夜仇的 可随后王母却倒出一个惊天秘密 你爹 她不是我亲生的 丈夫居然不是婆婆亲生的 这点的确让三丽感到非常吃惊 原来那时候王母结婚后一直怀不上孩子 听邻居说抱养一个小孩后说不定就可以了 之后就抱来了当时三岁的王一丁 两年后果不其然她怀上了亲儿子王一丁 从此以后对王一丁就没怎么上心过 她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小儿子 这人心都不能一碗水断屏 此时的王母早已后悔的不行 一定知道吗 她不知道 她呀 不会我那边这箱子 她是个老实孩子 她老实 她老实你还欺负她 她老实你还待得不好 她二十岁不到就替你为了这个家 就给你赚钱 你对她一个好脸都没有 你的心不是合着找的 你让她就没有心里这个老太夫 你都报应了吧 你都报应了吧 她的确遭报应了 眼看自己没几天活头 她的亲生儿子宁愿在外面花田酒店 也不愿意过来正眼看她最后一眼 此刻她才想起曾经王一丁和三丽对自己多么多么的好 她明白自己肯定会下地狱 苦苦哀求三丽不要和一丁分开 一定要带着萱萱好好过日子 就只有你刚安慰一丁说的这番话 我给你送住 几天后王母带着遗憾悄然离世 王一丁提议买一块双雪木 把爸的骨灰牵过来让两位老人合葬 可小儿子夫妻俩怕花钱 便推托着说放在殡仪馆的骨灰堂里就挺好的 既便宜又实惠还大气 可她接下来说的话才更绝 接下来弟弟才进入主题 要求他们把妈生前留下的遗物都拿出来分一份 说话间三丽拿出一包婆婆提前整理好的东西放在桌子上 王一丁左翻右翻都是些不值钱的老旧衣服 然后在里面找到了一个录音机 而里面的内容是王母临终前提前录好的 王一丁和乔三丽也是第一次听 这也正是弟弟他们最关心的遗嘱问题 原来王母把名下的房子和两万块钱的积蓄 全部给了王一丁和乔三丽二人 这时王一丁才傻了眼 她愤怒之下把妈妈的遗物打翻在街 怪不得你们非要让老太太住你们家里 你们这算盘打得可真小 我告诉你 没门 旁边势力的小敏仗着自己有几分学问 毫不意外地质疑录音机的真假 认为是他们俩合伙威胁婆婆录的 三丽反驳这盘录音带他们也是第一次听报 王一丁依然不信 这个磁弹不能作数 房产里面休想独吞 有必要的话 我们可以打官司吧 好啊 那就打官司 我们把道理都掰清楚 不是我们的 我们一分不要 是我们的 谁也非常侵占 豆腐西施马素晴亲手帮外甥女支了件小苗 乔二强满脸喜爱和惊讶 高兴时还在自己身上比划了比划 好看吗 真好看 就手工做了吧 明天就是乔四美女儿妻乔乔的满月 二强带着妻子的礼物来看她 四美悄悄劝二哥 还是把二嫂带过来一起吃个热闹饭吧 此时不巧被回来的乔祖望听见 而乔祖望始终都不同意二强 娶那个离婚还带娃的老女 故意咳嗽一声暗示他想都不要想 二强听到父亲的提示 只好暂且打消了念头 我说这个 其实刚才还不回来 七成刚挂完电话后 决心和这个女人彻底断了来往 她把女人狠狠拽下车后 又把车里的包包还给了她 并警告对方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 然后开车扬长而去 留下绿茶一脸的难以置信 与此同时乔一诚一大早就听见 一个神秘人向宋清远议论着自己 他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听 原来是向南方的哥哥向北方根本看不起他的家庭背景 还故意贬低他 宋清远替乔一诚解释着 还故意把声音放大了几个分贝以避免乔一诚多想 可一切都晚了 他听得清清楚楚 乔一诚的自尊已经被死死按在地上摩擦 回到台里的他一脸阴沉 宋清远看出了他的心思过来安慰 他把向家的情况简单做了介绍 总而言之一句话 向家一家除了向北方比较傲气和势力眼外 他的大姐和父母都很合气善良 可乔一诚似乎明白了他和向南方家的巨大差异 毕竟南方是高干家庭出身 而他也只是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记者 宋清远劝他只要南方不这么想就够了 你要是再磨磨叽叽 你就太难了 而乔一诚听了宋清远的话 他不但亲手给向南方做了一桌子好菜 还亲手喂他喝汤 这一幕简直不要太甜 好鲜啊 这汤我可以连着喝三大碗 那喝一辈子你愿意吗 向南方脸上闪过一丝惊喜 乔一诚端在手里的勺子也晾在半空 愿呀 原来乔一诚这个直男还能这么浪漫 可接下来换乔一诚更惊讶了 乔一诚 找个时间 跟我回家见见爸妈吧 乔一诚没想到 他会这么直接 第二天他精心打扮了一番 出现在了向家的豪宅里 乔一诚经常从南方嘴里听说叔叔喜爱字画 之所以南方他自己也喜欢画 大多数也是受了叔叔的影响 简单一句话即夸赞了父亲对女儿教育有方 还蕴含了自己对南方的爱意 宋向家一副话即不显得自己庸俗 也不是对方身份 相父对乔一诚的细心和恰到好处的礼物非常的满意 接下来乔一诚紧张地度过了一天 第二天宋清远知道战况后 他自己比乔一诚还高兴 可他似乎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 老叔 你跟我说南方他们家是干部 但你也没说是那么大的干部 他自己也没说过 这不都一样吗 干部怎么了 多长两个鼻子眼了 你和南方那么熟 那你家这官也想不了了 我家官大官小跟你有什么相干吗 啊怎么了 你还想娶我呀你 很快到了四美的女儿乔乔满月的日子 全家人仿佛好久都没像现在这么开心过了 也许只有一家人在一起 他们才能感受到什么较佳的烟火气 随后在四美的推丧下 七成刚向大哥道歉试图祈求原谅 乔一诚为了妹妹只好妥协 但同时也给了他最后的警告 你要是再不愧绝 我就让人打成你的勾腿 随后他们的日子一切都在有条不绪的进行着 乔二强和马素琴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饭店 七七在表哥的帮助下开了一间网吧 同时和四美的五元书店一天开业 而乔家终于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 得知大哥的女朋友要来家里吃饭 女儿劝碎嘴的爸爸一会儿说话注意分寸 千万别给大哥丢了面子 乔祖望一听兴趣来了 便直接问女儿对方家里都是干什么的 三立只知道对方家里全都是大干部 便再次提醒他一会儿在饭桌上千万不要乱问 此时乔祖望还在继续吹牛 向南方和乔一诚提着东西已经进了家门 和大家打过招呼后 乔一诚带着南方进了门 此时乔祖望假装一本正经的样子看电视 直到一诚介绍女方时他才缓缓起身 到了吃饭的时间乔祖望刚开始还能装装样子 向南方作为小辈便向乔祖望敬了几杯酒 酒过三巡后 乔祖望早把女儿之前的叮嘱抛到了脑后 小夏 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果然三立的担心还是来了 向南方说他父母以前是公务员 现在已经离休 乔祖望的嘴只要一撬开就不会停 三立为了堵住父亲的嘴 直接起身帮南方碗里加了一块鸡肉 以提醒他闭嘴 可乔祖望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随后他问南方在哪工作 我原先在玄武区委工作 现在在市委 一听说在市委乔祖望嘴里的肉都不小了 市委啊 哎呀 好蛮好蛮好蛮 这市委做什么呀 就是普通公务员 主要负责五线四交的一些工作 哦 负责农村工作呀 蛮好蛮好 你讲在哪里 我家在江苏路 江苏路 本以为这个事情已经够让他惊掉下头 没想到对方居然住在江苏路 而江苏路属于有钱人家的地盘 那里都是小洋楼 能住在那的人非富即贵 听到这个好消息他简直开心死了 仿佛分分钟就能挤进富豪圈一样 一圈下来他的问题也算问完了 这次该换向南方提问了 他随口问了问伯父退休之后都做什么消息 乔一诚知道父亲除了打牌可啥都不问 别搅的父亲可能要让自己丢脸了 一顿饭下来乔祖望已基本摸透情况 总而言之以后有靠山了 临走时还不忘提醒让义成打车送南方回家 可真是个视力眼的老家伙 饭后南方夸他家里人很可爱 尤其是他父亲也很有趣 乔一诚对有趣这个词用在父亲身上有点惊讶 因为从他的角度只看到了父亲的自私自利 而今天的这顿饭向南方吃得很开心 他很羡慕乔一诚和几个弟弟妹妹的感情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们家这样 兄弟姐妹都成年了 还常常聚在一起 虽然也会吵 会闹 但是说不出来的情景 我家正好 无意外的话 接下来该发生意外了 只见一味长得皮肤白皙 长发飘飘的女子走进了一家书店 正整理书籍的七成刚抬眼一看 那真是漂亮极了 二婚弟弟带着美貌如花的妻子来参加婚礼 乔一诚怕父亲作妖连忙上前亲自迎接 并绕过了乔左旺 提前给岳父介绍了二弟一家 对于马素琴的到来 乔祖望十分不满 可爱与有身份地位的亲家在场 她也不好发飙 毕竟今天的主要任务 是和他们搞好关系 大家伙才刚一落左 天生爱漂亮的乔四美 羡慕马素琴的头发怎么那么好看 便询问到底是怎么保养的 平时不愿意弄 这干活太麻烦了 什么麻烦 男朋友多好看 整天在厨房里头 我瞎给他看 亲家 亲家 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 说两句吧 乔祖望望望望望 没想到亲家会先让自己讲话 现在他是欺虎南下 只能硬着头皮上 幸好他提前背了报纸上的一些话 虽然讲的内容 和今天喜庆的节日不大屌 但总算勉强能过关 最后他提议一期举备 祝儿子和儿媳 还有亲朋好友们家庭美满 谢谢 南方 祝福你们 谢谢爸 谢谢 到了敬酒时刻 乔祖望给女儿使了一个眼色 三里乖乖拿着手中的酒瓶过来 赶紧给父亲满上 他转身特地和亲家互相敬了一杯酒 随后乔祖望游走在婚礼现场 向各位亲朋好友敬酒 很多场下来他竟然没有一丝丝醉意 这让乔一诚很担心 他知道父亲的酒量还不错 但今天这种场合敢这么喝 这么下去迟早要发酒疯 奈何他也在敬酒 所以无法给他传递信息 所以他只能时刻盯着那个不靠谱的父亲 表嫂常兴雨觉得他今天超常发挥了 这时候四美才告诉他事情 原来就在今早出发前 为了不被亲家比下去 也为了和亲家搞好关系 特地嘱咐三里把酒瓶里的酒都换成水 免得自己喝多出了养想 婚礼的最后环节 乔家的几个儿女一起上台 和父亲拍了唯一一张 也是最后一张全家福 虽然几个兄妹从小吵过也闹过 但他们比任何家庭的孩子都亲近 这也许就是亲情的真谛吧 晚上乔一诚理所应当地 住在了向家的豪宅里 这多少对他的自尊有些打击 还沉浸在复杂的心情里 向家的保姆特地 给乔一诚准备了干净的睡衣 对了 孙姨姨 麻烦您帮我把这些花瓣 这些收拾 没事 咱放我来就行 我来就行 乔诚啊 你早点休息吧 洗澡水我已经放好了啊 突如其来的差距感 一时间他无法那么快接受 而这种差距感 也注定他在向家要小心翼翼 早上起来本想放松一下 看见岳父一家的生活场景 觉得自己就像个道插门 瞬间变得有些局促 向南方并没有察觉到同他打招呼 走 华总 妈总 他也只有回到那个普通的家 才能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经过昨晚一系列的事情 乔一诚特地嘱咐他们几个 以后有事尽量不要打扰 向南方的父母 千万不能让人家看低了乔家 三立和二亲连连点头 可四美却误会了大哥的意思 以为他取了一个当官的千金 就把我们这些穷兄妹 当成了他的累赘 四美指责完大哥很委屈地哭了起来 他警告乔一诚就连嗜酒如命的爹 昨天为了你都没有喝酒 而是喝了一整天的水 他都没给你丢人 凭什么结了婚还这么嫌弃我们 此时乔一诚才知道 全家人为了给自己正面子 都在努力替自己着想 可自己心里的苦又有谁能懂吗 丈夫表面对妻子恩爱有加 背地里却和阿三走南闯北关天下 完全忽略了独自一人 在家照顾孩子的妻子 小梦是七成刚亲手招进来的女员工 自从她来到自己的书店工作后 凭借聪明的商业头脑 让店里的业绩翻了一杯 这不仅让七成刚刮目相看 很快也夺走了她的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 每天都相处在同一个空间里 让七成刚的心越来越浮躁 这天店里已经打烊 她正在整理书家 小梦打算回自己的房间休息 七成刚躁动的心 瞬间被调动了起来 她还是没改掉 随手摘野花的习惯 最终打开门走了进去 妻子亲手挂的照片墙突然掉了下来 屋外也下起了条坡大雨 回家后她似乎很后悔 刚才做的事 疯狂在脸上扇自己耳光 第二天小梦 肆无忌惮地挂在七成刚身上 而七成刚也有意想疏远她 晓梦 我想说 这毕竟是在店里 不是在外面 你的事情该注意还是要注意一下 晚上她想早点回家陪自己的女儿 但小梦却想让她留下来 我回家本来就在正常不过的事了 怎么我现在回家还要跟你报备啊 你现在是腻了 欺负我无名无分 你忘了你当时是怎么和我说的了吗 成刚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七成刚别无她法 只能耐着性子去哄她 突然小梦抱着她的脖子 说出了心底的话 她希望七成刚能永远陪着她 你说什么 我怀孕了 七成刚听到后内心很害怕 她根本不想负责任快速逃出了门 但为了尽快摆脱这个麻烦 她又返回来强硬表态 我是不可能离婚的 我都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谁知七成刚前脚刚回到家 小梦便偷偷跟着她追到了家里 对方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不是来找你的 此时七成刚内心害怕惹麻烦立刻要哄她走 四美姐 四美姐你再叫 四美姐你再叫 四美听到声音后走了出来 此时她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可当看到这一幕时她似乎猜到了大概 因为这就是七成刚以往习惯做法 虽然她现在依旧不愿意相信 小梦啊 这么晚了 这书店有什么事情吗 小梦淡定地说没有 七成刚不想让她胡闹要拉她回去 可似乎怎么也挡不住她 四美姐 求你 成全我跟成刚哥吧 成刚 七成刚再一次躲了 此时的乔四美伤心欲绝 她对七成刚一次又一次地容忍 换来的却是伤害自己的筹码 想起在医院时她下跪求着自己原谅 并保证以后会好好过日子 可乔四美到现在都不明白是自己错了 是她自己跳入了火坑 三丽知道后立刻要通知大哥 现在就给大哥打电话 请请 你不用给大哥打电话 大哥要是知道了 成刚那肯定活不了的 听说妹夫又把火车开到了公路上 大哥拿起一把菜刀 怒不可恶地冲出了门外 打算把七成刚剁成肉血 没想到一向理智的乔逸成能如此冲动 幸好王一丁眼疾手 快同三丽一起拦下了她 乔组望见情况不妙 立刻关上了她 我犯罪了 我犯罪了 让我以为你自己犯了糊涂 把一个人自己端进去了 大哥 大哥 大哥我陪你一块去 要砍着咱们兄弟一块砍 犯罪也在一起 坐牢我也陪你去 大哥 二哥 为这种人才知道吗 二哥 你说的 你看爸爸 你能的 你不拦着你大哥 你还供还你 王一丁趁机夺下了乔逸成手中的刀 并顺势也夺去了乔二强手里的斧子 这时缓过神来的大家才发现 乔乔的脸庞被吓得苍白不敢出声 乔逸成现在的内心可能比谁都痛吧 四美这才听见女儿微弱的抽气声 她立刻起身抱住可怜的女儿去安慰 就在几个小时前 小孟父母突然闯进乔家大梦 并声称要七成刚拿钱对自己女儿进行补偿 不然就告她强奸让她去吃牢饭 如果不相信可以去医院做见底 我女儿现在这种情况很难嫁出去 我得翻倍配送嫁妆 乔祖旺知道逃不掉让他们痛快点说个假 你要多少钱 十五万 一口价 在这种情况下七成刚一个大男人居然只知道哭 其他什么都不会干 晚上七成刚祈求四美救救自己 否则自己就要去坐牢 他们说把款子降到十万了 你救救我好不好 他们说了 我要是给我们摔钱 他们就要给我放血啊 四美刚开始还很决绝 没答应七成刚的要求 可在七成刚苦苦的哀求下 还是心软了 他打算把给女儿薪苦存的学费拿出来救账 可就算这样还是远远不够 三立搀扶着无可救药的四美回房间休息 现在他对妹妹急心疼又没办法 眼看家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三立听四美说 七成刚因为害怕孟家人对付他 居然在这个时候扔下老婆一个人躲在朋友家 三立气到不行直接开骂 可旁边的四美只顾着伤心 你说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对他 讨厌 讨厌他 他要我的命 我都给他 他没有什么时候对我 因为不爱 所以舍得 这时常还要比这更简单的事吗 你怎么就瞎了眼看不出来呢 离婚吧 抢四美 自从七成刚再一次犯下原则性问题后 乔四美又一次选择原谅了他 不仅如此还伸手向大哥借钱想替丈夫摆平此事 大哥一气之下便命令三立和二强谁也不允许借钱给他 想以此逼妹妹离开七成刚 没想到事情拖得越久对方越没耐心 他们不但三番五次地抱走七成刚 还理直气壮地赖在家里不走 并且还扬言要再不给钱 就拿他们的女儿说事 四美突然闯进大嫂家哭诉着哥哥的种种故事 向南方听得一头雾水 好像一切都是哥哥瞧一成的错一样 这一通听得下来 大嫂音乐明白好像是她的爱人出事了 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 怎么完了这么久 乔一成深深叹了一口气 毕竟这本就是自家的家丑 自尊心强的他面对向南方总有些难以欺齿 也觉得没必要和他提这些 向南方既然已经知道就不会袖手旁观 乔一成下意识把向南方并除在他和他的家人之外 这让他心里很不好受 在你的心里 你的家 你的兄弟姐妹 你们才是一个世界的 我好像就是一个过客 有时候为民兄弟挺对的 阴阳关系 是 齐维明说的都对 那过段时间 你们俩是不是还要一块去挂职了 你知道挂职的事 他跟你说的 几天前向南方收到了去地方挂职的事 便找来齐维明想听听他的意见 又因为聚少离多怕他多想 毕竟他和他的前妻就是因为这样而离婚 从内心来讲他希望自己去挂职的 所以并不知道该怎么跟乔一成提这件事 而齐维明的建议是 要他把握机会相信乔一成 有些事拖得越久越麻烦 最后他听取了齐维明的建议决定去挂职 二人下楼后行为举止有些亲密 不巧被乔一成亲眼看见 所以这段时间总是阴阳怪气 其实我觉得 未来好像从来就没有我一样 所以你也没有真的 让我走进你的家庭 你的心里 你不是最讨厌激化未来 最讨厌被别人安排吗 事已至此 最终两人也是闹得不欢而散 第二天乔二强把自己和三力凑的一部分钱给了四美 剩下的钱在一起想办法 虽然乔一成嘴上说不管 但他怎么可能真的袖手旁观 毕竟是自己的亲妹妹 他交给四美一张卡 然后让他自己去解决 可刚转身要走 四美祈求大哥去谈判 因为他怕自己摆不平此事 最后乔一成给了对方十万块钱才算了事 对方也表示不会再继续纠缠 可小梦依旧放不下七成钢 在车站趁着父亲不注意直接溜走了 女人宁愿放弃十万元的赔偿 也要和这个渣男在一起 他苦苦哀求着原配 希望对方能成全自己 屋里的乔祖忘记地直骂娘 与此同时小梦的父亲才匆匆赶来 为方知女儿继续丢人 才强行把她拽起 乔四美看着那个楚楚可怜的女人 好像也看到了自己执着的影子 女人经过一夜思考后 最终决定去地方挂着 这一走即将要和丈夫面临两地分居的局面 至于会不会因为距离影响感情 她始终坚信两人的感情没那么脆弱 即使丈夫和她前妻就是因此而离的婚 她很自信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叶小郎 临行前向南方不舍地和丈夫告别 并表示等回来再好好谈 等我回来 咱们好好谈谈 好 我等你回来 向南方走后 偌大的房子只剩下她和保姆二人 她心里总是莫名其妙地孤独 就像当初叶小郎离开后那样的失落和不安 乔逸成也害怕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会不会像上一段那样谈话一线 本来是想出来散步 没想到走着走着走到了弟弟乔七七的网吧门口 而门口的广告牌上有六个字就写错了仨 她默默地拿起笔帮弟弟赶了回去 乔七七是乔家的第五个孩子 从小被养在二一家 十八岁就稀里糊涂当了爹 现在因为前妻一亲别恋才刚离婚不久 她女儿由岳父岳母帮着待 乔逸成想起弟弟经历的这些心生惭愧 自从她离婚后的确没怎么关心过她 你要是有时间 回家看看 回家 这一年非典突然爆发 乔逸成从报道里看到形势非常的严峻 此时七成当的书店因四美的要求换成了男员工 她正因为小梦的离开而闷闷不落 突然她收到了一条短信 打开一看没想到是她发来的 虽然刚才很嫌弃地扔掉了手机 经过三秒的激烈思想斗争后 很快就拿起手机回复了那几个字 七成刚谎称自己的姑妈现在病重 她从小把自己当儿子养 现在她必须去乌湖照顾她尽小 乔逸美不假思索地相信了七成刚的鬼话 第二天她亲自送她来到了汽车站 还贴心准备了手套 临走前还提醒她千万不要摘下口罩 然后很不舍地目送七成刚离开 没想到她一上车便把手套和口罩全摘了下来 就这样她搭上了去乌湖的方向 可还没到终点站她却下了车 然后在路边拦了一辆去往除州的汽车 上车之后便扬长而去了 随后二强回来给家里送一些口罩 正巧也碰上往家送东西的大哥 没一会儿三里也提着一些消毒东西回来了 随后不经常回来的七七突然出现 这让乔祖望又惊又喜 可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发生了意外 听到这个消息全家算是炸锅了 尤其是四美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随后工作人员对附近的巷子进行了全面消毒 乔祖望只是咳嗽了几声 以为自己也被感染了 每隔俩小时测一次体温 生怕自己一个不留神就要请全村吃喜 四美自从知道七成刚被感染后 碧天一夜没合眼也不说话 三里虽然也很担心 可现在也没有劝解她的一个毫法子 而正是因为这次的意外隔离 才能让一家六口有了难得团聚的机会 可到了半夜 乔四美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决定去医院照顾七成刚 她怕自己发生意外回不来 向大哥交代了自己的后事 还把女儿托付给了她 随后她流着眼泪带着对世间的不少 在本子上写下了最后的一页 乔四美悲伤之下不顾家人劝阻 四爷要去医院照顾生病的七成刚 她甚至提前写好了遗书 四美 你可别放糊涂 你还有女儿呢 你干什么呗 你什么东西 跟她去吧 想来也拦不住 今天隔离刚解除 乔乔跟我回去 我先带她 所以大哥乔一诚根本不准备拦她 她的女儿乔乔暂时由自己先带着 就这样倔强的乔四美提着行李 一意孤行地离开了家去医院方向奔去 随后三立和二强心疼妹妹 在厨房忙着做饭打算一会儿给她送过去 可她才刚刚到了医院 医生告诉她现在情况特殊 没有权利留下家属照顾病人的行李 可乔四美依旧我行我宿祈求医生 并声称提前签好了生死状 不管她发生什么意外都和医院无关 她就这么一直跟在医生屁股后面死缠烂打 由于走得太极四美的行李箱和东西掉落一地 她立刻附身去检等检王后才发现 两名保安已经向自己走来 不一会儿居委会的几个大骂 把乔四美完好无损地给送了回来 晚上全家人给她开了个批斗大会 二强去医院扑了个空 她看见四美回来以为她想明白了 没想到依旧阻止不了她要见七成刚的决心 第二天一大早她悄悄默默收拾好行李 准备偷偷逃跑 不巧被刚买回来早点的居委会大妈打了个正着 她把早餐顺手递给了乔四美 让她拿回去尝尝 回到房间的四美别无办法 只能收拾一下七成刚的随身物品来堵物私人了 随后她把翻出来的手机随手冲上了点 刚想收拾包里的衣服 手机突然收到了短信提醒的声音 乔四美好奇之下去翻阅 而短信的内容足以让她万箭穿心 看到里面的内容她的眼泪瞬间夺狂而出 此刻她不知道含心了多少次 原谅过多少次 她这才意识到无耻的男人天生就无耻 晚上乔四美独自一人坐在房顶 悲愤之下喝起了酒 喝完后她主动拨通了小梦的电话 对方刚接起电话以为是七成刚 语气相当的轻易 乔四美满含眼泪 但还是心善地通知了她 今天并不是过来兴师问罪的 而是告诉她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就赶紧去医院 四美的话让小梦觉得这是在讽刺她上次的事 不久后七成刚在乔四美的搀扶下出院 紧接着她带她来到了他们第一次吃饭的餐厅里 乔四美看上去像没事人一样喝了一杯酒 七成刚从没见过四美这么安静过 她感觉无比的惭愧和内疚 一路上两人都非常沉默 乔四美看着她英俊的脸庞 想起了他们第一次遇见的情形 四美对七成刚属于一见钟情 当时那个高大威猛的男人就站在她面前 只一眼她就沦陷了 甚至不惜千里去西藏找她结婚 回到家后四美把曾经七成刚写给自己的信 全部重新还给了她 七成刚 女人经过深思熟虑后 终于当众宣布了离婚 旁边的哥哥姐姐们也都举双手赞成 唯独那个不靠谱的爹吃反对意见 二百五啊 你要早和她离婚 你犯得着陪她死一回啊 也不奠量奠量自己 什么人什么命 什么命就认什么命 当初你瞎了眼糟蹋 你就得认了 乔祖旺完全不顾女儿曾经受过什么样的伤害 话里话外讽刺乔四美离婚丢了她的脸面 她从小到大没管过几个儿女的死活 都是大哥一手将她们养大 乔四美的婚姻出现危机后 现在她只不过想带着女儿好好生活 没想到一句离婚 乔祖旺却反过来教女儿该怎么做人 还连带着大哥一起教育了一番 听到这乔四美脾气一下子就上来 我还就把话放在这儿了 以后我大哥有事 我乔四美我们兄弟姊妹几个 兄妹几人也都默认了四美的一番话 然而作妖的父亲还没完 隔天她提着礼物找向北方办事 乔祖旺算好时间正好趁家里没人才过来 这样向北方就没办法拒绝 而等乔义成回来时 向北方好一阵明里暗里的讽刺 本来乔义成还在犹豫要不要搬回原来的出租房 看来这次不用犹豫了 她看着桌上的礼物默默忍受了这一切 最后她气冲通了回家 要求乔祖旺把挂靠单位的福利和工资全都吐出来 否则就上法院打官司断绝父子关系 眼看要福利这招不行 就又换了个别的做法 马上清明节就要到来 她便又紧急召集孩子们回家 声称想给死去的妻子换个好点的坟地 乔三立几个听后都惊讶 她怎么突然变善良了 见没人反对她倒是有个首选 那就是牛手山的普爵寺公墓 就是个绝佳的风水宝地 有个什么皇帝就在那盖的墓啊 秦始皇 秦始皇陵在西安那是南唐二的 然而买公墓的钱让他们四个平摊就算了 他还打算让从小送出去的小儿子乔七七也出一份钱 乔一诚果断拒绝 当年要不是因为他 你们的妈会走得那么走 那你要这么说 我妈还跟你过了一辈子苦日子呢 乔一诚不想听他废话 要他直接说出自己的打算 其实乔祖旺之所以趁机敲诈 就是要沾妻子的光 要他们一次性买一块双雪木 以便百年之后在下面能好好陪妻子 乔一诚这时已经气笑了 能不能让我妈安宁一点 我的想法是买两个单雪 他们几个自然没意见 乔祖旺当然也不敢反驳 可晚上他又想到了一个主意 便拿起电话打到了乡架 随后向南方趁着休假的时间突然回了家 左找右找也没见着乔一诚的影子 便问孙怡他是不是又加班去了 第二天他兴刀采烈地告诉儿子一切 他都安排妥了 乔一诚心想他怎么可能安排事 随后他把昨晚找亲家的侍顺便说了一嘴 乔一诚当场欺诈 乔一诚本想出门向司机师傅道个歉 然后再让他走 没想到刚到车前 发现向南方正等着他 乔一诚对这事表示惭愧 乔一诚本还想解释被突然上来的乔祖旺打断 路上乔祖旺对向南方表达了心 南方则表示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去见婆婆 可此话刚落他就表示自己心脏不舒服 想系统地检查检查 乔一诚 能不能帮我联系医院的专家呀 好啊 没问题 几天后在南方的带领下 乔祖旺把浑身上下大小零件都查了遍才放心 不过这跑来跑去属实耗费了他不少铁力 紧接着他突然对乔一诚说出了一丝丝关心的话 女人上下打量着这所出租屋 原来这就是丈夫曾经和前妻所生活过的屋子 直男乔一诚一心想搬离岳父家的别墅 想要有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完全察觉不到女人的小心思 现在连喝水的水杯都是前妻用过的 而向南方知道丈夫住在自己家也别扭 为了维护乔一诚的面子也答应搬出来同他一起住 紧接着向南方仔细打量着屋内的各种布置 以家里太冷为由 想借机把房间里的这东西全部换掉 好 行 乔一诚一脸宠溺地看着妻子 也都一一晕没了 还表示这房子以前还有很多装饰 早些时候已经全部扔掉了 以后啊 你就慢慢地买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乔二强的小饭店生意越来越好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晚上回到家后两人正商量孩子上拿所大学的事 这次因为志勇错过了几分就能考上一个好点的大学 乔二强想让他再努力一年继续考 毕竟自己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不想志勇未来错过更好的就业机会 他说他自己给孩子存了一笔钱 将来志勇能上到哪他就攻到哪 现在饭店生意也不错 咱们挣钱人说到底不就是为了孩子吗 反正都是留给他的 早花了不花了 然而命运总是有意在捉弄人 乔二强前脚刚把钱存了 就在银行门口碰见了八年未见的前妻孙小莫 与此同时他身边多了一个孩子 二人便惊讶地打招呼 你是谁啊 叔叔 你几岁了 八岁 七岁 这孩子连自己年龄都记不住 八岁 叔叔 我可不会记错 显然孙小莫在刻意隐瞒着孩子的年龄 而乔二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为了不让他多想孙小莫没给他询问的机会 便带着孩子急匆匆地离开 孙小莫的刻意躲避让乔二强似乎想到了什么 晚上乔二强辗转难眠 想起早上孙小莫在他面前刻意隐藏孩子的年龄 他越想越发慌 对方越想隐瞒他就越想知道答案 想不明白他索性坐在厨房缓解郁闷 随后志勇突然出来 他很含蓄地塞给二强一条男精 这是他在菜市场打工赚来的钱给他买的 二强看着如此昂贵的烟都经不住感叹 随后志勇表示他和妈妈商量好了 明天去派出所改姓求 乔二强听后眼泪瞬间在眼眶里打转 这句话让他感动到不行 第二天乔二强看着小莫妈带着的孩子 他仔细算算日子好像更加确定了心底的那个答案 随后他偷偷打电话本想找大哥商量一下此事 但乔一诚正在采访匆忙挂掉了电话 被马肃勤撞见后神色慌张 他还以为二强发烧了 经过几天的慎重考虑 他认定那个孩子就是他的 第二天一大早他拿出了本该存北志勇的那张存着 随便喝了口粥就打算出门 乔二强谎称今天周五晚上店里应该很忙 所以想早点去菜市场买菜 马肃勤像往常一样也要跟着一起出门 不用了 对于乔二强今天的反差表现 马肃勤从没预见过 顿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预感 随后手里的筷子也不知不觉 松开了手吊在了壁上 随后乔二强已经来到了孙小默的楼下 男人被医生判定下半生再也不能生育 这八年间妻子陪他跑遍了大江南北 但依旧没有被治好的迹象 王一丁甚至多次提出过离婚 但都被妻子一一拒绝 而这次三立决定劝丈夫放弃治疗 一丁 要不别再去了吧 只让两边跑 万一身体累坏了怎么办 王一丁没有理会三立的话 自顾自地收拾着行李 三立直接把自己的衣服放到行李箱内 打算陪着王一丁一起去北京 这次去就多看几家医院 他说能看好自然一劳永逸 如果看不好也别给自己留下遗憾 我不嫌弃你 反正你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你 你能多久别扭到想 我对你一直有耐心 王一丁虽然感动 但心里依然五味杂陈 他深情地抱住妻子 感谢这些年来他对自己的包容 三立这次希望去北京除了看病 也希望去那边多待一阵子散散心 就当是补偿欠我的结婚旅行了 其实三立的目的是 想让王一丁彻底解开多年的心结 一大早乔四美就顶着一头短发 唱着当下最火爆的歌曲 给姐姐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唱功 三立看着她成天作妖的样子 估计连她女儿都嫌弃 连我作妖 你是忘了咱家那作妖大神了吧 我这叫生活的情趣 这生活你不得找点慧戒 找点论子啊 此时大哥乔逸诚刚好回到了老屋 一进门就盯着乔四美的短发左看右看 本想说她两句被乔妙躲开 乔逸诚以为是妹夫去看病 想提前联系北京的朋友找专家 随后三立把孩子全权托付给了乔四美 出门后宣宣头上突然多了顶假发 原来是乔四美买了顶假发片过的所有人 大哥还以为她是真转性子 看来还是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三立同大哥和四美简单打过招呼后便离开了 乔逸诚看着她的背影有些难过 我姐要干的事啊 心里早就打好主意了 再难也不会说的 要是真的有天撑不下去了 总会看出来点不一样 觉得她这回没事 第二天乔四美便忙着带两个孩子去上学 临走前她吩咐老爹一会儿帮忙给她洗个毛巾 不然泡久了洗不掉 坐完小子就支持老子 我是你们单位的保鞋 行 你什么都别干 在家好吃好喝的待着 别乱跑啊 走 什么叫别乱跑 你带养狗呢 而随后七成刚已经早早等候在门外 听说她现在要带两个孩子 怕她忙不过来特地过来帮四美带孩子 老头子出来找保姆 却只看长相不看质量 不但嫌弃人家保洁公司招的人都是歪瓜裂走 还嘀咕他们是不是把好的挑走 拿剩下的糊弄他 女儿看着作妖的老爹给了他好几个白眼 提醒他今天是来找保姆不是来相亲的 突然一位身材圆润的胖大婶入了乔祖旺的发言 看上去还不错的样子 大哥 是你啊 是我是我 我叫曲阿英 我来找工作 原来眼前的大婶 是她前阵子冒着闪妖的危险舍身就下的女人 当时要没有乔大哥的飞毛腿 恐怕大婶的钱包早就不翼而飞了 毕竟有过一面之缘 乔祖旺没有一丝犹豫便把她带回了家 而之所以给她找保姆 是因为昨天听说老头做妖做出了新高度 得知消息后老大乔一成和老二乔二强 以百米速度赶回了家 进门后家里挤满了人 乔祖旺可怜兮兮地蹲在门口 而且浑身上下灰头土脸 乔一成在邻居口中得知 原来当时她把煤气灶打开烧水时 想趁这个空隙出去买彩票 结果一出门便忘记家里还开着火 等回来后一切都晚了 壶已经炸掉 厨房烧得一片狼藉 鄰居到现在都后怕 毕竟这里都是老房子 如果真烧起来就烧一大片 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讨论后 乔一成决定由他们三兄妹合资 给她请一个住家的保姆 可乔祖望怕儿女们请外人迫害她 所以请保姆这事得她亲自来挑 本以为今天这事就算完了 没想到乔二强这边出了新问题 乔一成听完后 以为马素晴怀孕了直接恭喜他 以为弟弟担心高龄产妇会有危险 你是不是在犹豫要求这个孩子 没犹豫 没机会犹豫了 那孩子已经八岁了 你什么意思 乔二强把遇见孙小默的过程告诉了大哥 乔一成经过冷静思考后 决定让二强先瞒着马素晴 毕竟那孩子还不能确定是不是你的 可二强傻傻地认为就是自己的 并且他也从来没忙过师父什么事 但四美觉得可疑 以孙小默他妈妈那么精明的老太婆来看 不可能白白给你养八年儿子还一声不吭的 可二强明显感觉孙小默在刻意隐瞒孩子的年龄 而且不想让自己知道 大哥叫他先别冲动 等事情查清楚再说 但二强坚定不宜认为孩子就是自己的 他一边害怕不能做伤害师父的事 一边又纠结孙小默带着多年孩子很可怜 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孙小默家门口 他做好决定后敲下了门 开门的一瞬间 孙母对于乔二强的到来还是感到了一些诧异 你来干什么 他把所谓的真相告诉了二强 孩子九十年出生了 你跟小默离婚几个月之后 自己算了就知道是不你的 此话一出让二强彻底死心 在他的世界里从来没有什么意外 如果真有他也会毫不犹豫去顶着 这就是二强对单纯的地方 而这个孩子就是他的意外 对于孙母提出的补偿条件他明白什么意思 他直接从口袋拿出那本存折 放在了茶几上 可是这时孙母不干了 孙母一戏话可真是让二强万万没有想到 随后乔二强前脚刚走 他就带着外孙子来到乔二强的饭店内 主动找到了马素晴 女人昨天还和小丈夫约会看电影 第二天就被她的前岳母找上门来逼宫让围 老太婆走后马素晴正正的愣了好久 但心里早已有了清晰的答案 晚上小两口收摊后 马素晴坐在乔二强的专属三轮车里 用温柔的口吻和二强讲他想明天休息一天 想用休息时间和你一起去看看电影吃吃饭 乔二强用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做了回答 但他不知道身后的马素晴 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并且今天就要和他做最后的告别 第二天他们来到了汉兵场 乔二强心不在焉地滑着 但这对于马素晴来讲足够了 之后他们来到了一家戏餐厅 两人始终没有怎么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享受着彼此的存在 接着他们来到漂亮的电影院 正当犹豫看什么电影是 却意外遇见了一个人 两人四眼相对实 这直接让乔二强傻了眼 看看他再看看旁边的女人 最终四人一起看了父亲选的电影 乔二强打死也不会想到 父亲会和自家保姆来电影院约会 而他们约会还是自己请客套的钱 娶保姆对于蹭电影这件事感到愧疚 对不起啊 我要知道今天这种情况 就不应该提判什么电影 看电影怎么了 又不是看不起 不是 叫二强请客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儿子孝敬老弟 这个什么 与此同时乔四美正在教自己的女儿学画画 娶保姆不停地进出房间 不是切水果就是端茶送水的 搞得孩子都没法专心学习 而乔祖旺才不管孩子学习好不好 只管尽情享受保姆对他的优待 居同志 你帮我泡点茶吧 已经泡好了 那个我刚才没腾出手来 我这儿给你拿着啊 四美对娶大婶 突然的热情感到吓人 随后他私自把茶换成了枸杞 对乔祖旺关切地说晚上喝茶对身体不好 白开水没味儿就给你泡了枸杞 乔祖旺早就迷失在去阿英的温暖里 现在不但家里不太平 乔二强这边更是一场腥风暴雨 自从得知自己有个八岁儿子后就过心烦了 现在前岳母还要求自己离婚重新和小莫复合 这件事情发生后他现在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希望大哥能给他指点一二 可大哥现在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只告诉了他一句话 晚上好久没吃肉的乔祖旺 希望明天买点蹄膀来红烧 可娶大姐已经私自客扣了不少钱 并声称人老了还是吃点清淡的好 而且这周已经吃过两次肉不能再吃了 他一边提议继续吃醋 一边哄乔祖旺长得像二十来岁的帅小 你们成年人命好 就是显年轻 行啊行啊 是你的 娶大姐凭借三寸不烂之舌 把她哄得服服帖帖 甚至乔祖旺兴趣来了之后 他们两人还准备喝点小酒 娶阿英说自己老伴走得早 儿子娶了媳妇也不用管 孤独时自己就在家喝点 我懂 我懂的 那正好啊 以后我陪你喝 谁陪谁啊 阿姨 你明天帮我把那个备单量一下 行 我们的阿姨是照顾我的 人家没得义务替你做事情 除非你给人家再开一份工资 不爱谁 不爱谁 你这帮我比对自己女儿还行 与此同时 乔二强一大早收到了师父的道别信 并签好了离婚协议书 二强封了四的嘴里叼着没刷完的哑刷 准备拿上衣服就往外跑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 爸又还什么家庭会议啊 这帮我女儿都给他找了 我们有什么好商量的 爸 你这一辈子 吃喝抽赌全战 唯一一个优点就是从来不嫖 你说女人太麻烦 你怎么老了老了 这唯一的优点也丢了 长出来一痘痘花花肠子 乔祖旺居然要和认识几天的保姆结婚 对于这个渣渣爹如此作妖的做法 乔一诚一点都不奇怪 说不定他现在是一时醒起 我已经开始看日历 选日子了 我准备半酒席 你这什么黄昏恋恋歌 你告诉我他喜欢你什么图什么 你说我姐从北京回来多出来一个妈 她不得大跌眼镜 乔四美把老爹爹从头到脚说了个遍 乔祖旺骂骂咧咧让他搬出去住 四美听到这句话脾气一下子上来了 毕竟房产证上也有自己的名字 他有权利住在这 不可能让给那老太婆住 乔一诚明确表示只要房产证有谁的名字 就有谁的一份 不管去哪住这都是你的家 不是谁搬进来 站着窝就是谁的 可相对于他们两个的反对 可乔二强却对父亲的婚姻有着不同的看法 爸要是想要去阿姨好好过 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尊重他 没有人规定老人就不能有感情 不能有新的生活 这没什么好丢人的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我们没资格也没办法做到他 乔二强 你行二你不能真二吧 现在不是我们要嫁妈 我们妈死得早 是人家要过来给我们当后妈 四美这辈子连老婆婆的气都没受过 怎么可能找个后妈来折磨自己 乔一诚思考片刻后问她是不是要真的结婚 乔祖旺做了肯定的回答 乔一诚听后便不再阻止他们结婚 随后直接终止了她的生活费 毕竟她结婚后就该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说完后带着二强和四美扬长而去 巷子里二强告诉大哥 他师父今早离开了 表示自己不会丢下他和孩子 这几天就起身去东北把他找回来 因为不管有没有孩子之和爱不爱他没有任何冲突 两人的谈话不巧被买菜回来的曲阿姨听见 晚上乔祖旺满嘴满怨 养儿子女儿不如养好自己的身体靠谱 他满肚子委屈抱怨了一通 曲阿英一边听一边给乔祖旺宽心 随后见他被自己哄得差不多了便开始暴露自己的野心 他主动陪乔祖旺喝酒 接着无缝链接地告诉他 自己的儿子过几天来城里打工 就是没地方住 请求乔哥哥临时收留几天 等他找到合适的房子就搬走 就这样曲阿英轻轻松松达到了目的 紧接着乔祖旺从曲阿英嘴里听说 二强要和现任妻子离婚的消息 还听说他多了个八岁的儿子 第二天一大早就吵吵着要让二强马上离婚 但乔四美死活不同意 并声明一定要让二哥做科学的亲子鉴定 不能因为二哥老实就这么欺负他 等乔二强赶来后 乔祖旺绕过老大直接替他做了责 马上跟你那个大学老婆离婚 跟孙小帮复婚 我们乔家的后人 不能流落在孙家无人为无人管 离什么婚你别再窜党党了 乔四美埋怨父亲固执 因为这样会毁了二哥一辈子 随后乔二强态度坚决 并表示一辈子都不会和马复勤离婚 最近男人乔二强准备关闭饭店 打算连夜启程去东北找马复勤 哪知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出现 他不敢相信赶紧冲出去确认 乔二强终于见到了那个 让他日思夜想的女人 马复勤一句话让乔二强心里吃了一颗定心丸 至于丈夫所亏欠他前妻母子的所有责任 他决定选择和二强共同面对一起承担 毕竟女方一人养了八年孩子 都从没向二强开过口 最终马复勤不想错过眼前的这个好男人 想牢牢抓住他 他在老家的这些日子总想起二强对他的好 他既善良又老实 如果自己不再肯定会吃不少灰 马复勤宠溺的微微一笑 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转身到门口 翻好玻璃上正在营业中的牌子 继续过属于他们的小日子 忙碌了一天 也该到了打烊的时间点 马复勤像往常一样收拾着 突然孙小默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饭店门口 这让马复勤错不及防 他怎么也想不到该来的会这么快来临 此时乔二强刚好做了两碗面 正要喊师父一起吃 同样看见孙小默后 也是愣了许久才反应了过来 三个人带着不同的情绪坐在一起 其中一碗面自然落到了孙小默手里 他还没吃两口就放下了筷子 可能也的确没有心情吃 随后他把那本存折重新还给了乔二强 二强突然想起了前岳母对他说的话 我们小默一个人可以抚养孩子 孩子不愁吃穿 你该补偿的 那不是用钱可以替代的 想到这二强明白了意思 他态度坚决表示你不用去做什么亲子坚定 我相信你 这是我几年的积血 孩子以后我也会养 但是我不能 这个决定不会改变 这我不能养 二强 孩子不是你 此话一出让马素晴瞪大了双眼 也惊呆了乔二强 这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 二人也都满脸疑惑听他解释 那人是我以前的上级 我们俩的关系 在咱们认识之前就开始了 后来维持了几年 就有了这孩子 乔二强现在终于收到孙小默 吃来的道歉 但马素晴最关心的是 孩子的父亲为什么不负责 孙小默的经历告诉他 那个男人没资格 我自己的儿子我自己能养 我既然把他生下来了 我就能把他养胎 孙小默倔强的样子 像集了所有母亲一样为母则刚 至于他妈妈说谎 只不过是怕女儿后半辈子 无依无靠得太累了 想替他找一个靠谱的归属罢了 我以前对不起二强 我现在不能对不起你了 肃清剧 你的眼睛会看染 都是好人 吃面吧 我这晚已经快脱了 你那么爱 新的一年本应该是一家人 和家团圆的好日子 连在北京看病的女婿 都特地赶回老家陪岳父过年 不料下一秒老头的一番话 彻底含了子女们的心 我烦你们不是一天两天的吧 我跟你们想啊 你们来呢 不要指望我笑脸相迎 饭哪菜啊汤都伺候着 成龙皇帝下江南啊 我还要给你们盖个大型功啊 话音刚落大儿子 刚拿出来的好酒 便立刻收了回去 她觉得也没必要喝了 随便举起手里的饮料 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饭也没吃 带着兄弟姐妹离开 留下父亲一人孤独的身影 就在几分钟前 乔家的兄弟姐妹 除了乔二强一家没来之外 所有人都带着喜悦的心情 陪老爷子过年 大嫂看见桌子上的美食 都是四美做的 四美你可以啊 一个人做这么多菜 其实大嫂不知道 今天这顿饭 应该是二强掌手 四美没等到二哥来 就随便做了几个 对于南方的提问 乔祖望不愿意回答 思考片刻后 他便把这个任务 交给了手巧的王一丁来做 王一丁含蓄地表示 自己真的不会做 大哥怀疑二弟一家没回来 又是父亲搞的鬼 便直接询问 四美听到这话就很来气 自从屈宝母进了家门之后 乔祖望就被那个老太婆 迷了心窍 对他言听计从 好像几个儿女 才是个外人一样 警告他以后 再这样嫌弃 就都不回来过年了 此时在家的马素晴 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为了不让儿子担心 他谎称自己正在乔家 和他们一起吃饭 随即他越说越哽咽 行了 妈不跟你多说了啊 为了不让儿子听出一场 简单说了几句 变果断挂了电话 乔祖望被女儿呵斥 脾气一下上来了 带着讽刺的语气说 我现在有保姆伺候 根本不信任你们回来 乔义诚压着怒火 前程表示以前 是我们做得不够好 打扰了您的亲近 你不想让二强 进家门无所谓 但二强是我们兄弟 这个事实变不了 和众人干完杯之后 带着兄弟姐们 来到了二弟家一起过年 伴随着家人的到来 瞬间让这个小屋子 充满了亲情的味道 然而独自一人 在家的乔祖望 却还死鸭子嘴硬 依旧不知道悔改 你住几卧几 乔大哥 乔祖望根据声音 往外看了看 此时的曲阿英 大包小包提着行李 带着儿子赶回了乔家 这下可把他激动坏了 把刚才没吃完的鸡肉 重新放回原位 享受着新的二人世界 与此同时 这边的大哥 让四美带着女儿 先去自己那住一阵子 把老头子亮亮 给让她知道 在这个家 不是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乔四美只要提到 那个老太婆就生气 现在兴趣的 一来搞的兄弟姊妹 都没办法回老屋聚会了 一家人在一片温馨笑语中过着年 王一丁去厨房给儿子盛饭 乔一成快速喝完汤 也跟着他一起进去 三丽看着二人有些担心 而细心的大嫂 察觉到了她的情绪 大哥明白 王一丁这些年受苦了 表示对他一如既往的有信心 就是非常担心三丽 他从小心里有事 就都藏着谁也不说 王一丁自然知道大哥的忧心 然而这次去北京病虽然没治好 但最大的收获 就是他更加确信要对三丽好 听到王一丁的承诺乔一成 也就放心了 随后向南方 被乔一成暖心有爱的举动沦险 对眼前这个男人更加的爱了 女人刚回到家 就发现后妈带着儿子 火速占领了自己家 并解释这是老头子同意了的 只是暂住几天而已 爱不了什么事 乔四美万万没想到 自己只是一个晚上不在家 这老太婆居然敢这么 明目张胆玩计谋 还把他儿子的床 支在了自己门口 他忍无可忍要求男人立刻搬走 可就在此时 乔祖望制止了女儿骂街的行为 并表示娶阿姨的儿子 就是我的儿子 他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自从乔祖望和屈保姆在一起后 对他真是言听计从 反而自己的儿女们 就像个外人一样 乔四美立刻被父亲羞辱了一顿 看来他是铁了心 要把胳膊肘往外拐了 气得四美只能扔掉 手里的扫帚来撒气 他实在气不过 只能来到二哥店里 控诉这对母子的所作所为 看着 儿子来了过两天 儿媳妇就来 儿媳妇来到时候 对人再那么老 谁得翻醒去 樊爷 从小就给你嚼又忘了啊 此时乔一诚也来到了弟弟的饭店 乔四美一见到大哥 就很委屈地告状 哭诉着这段时间 被那对母子欺负的场景 乔一诚哪能不明白妹妹的心思 直接要她从家里搬出来 去自己家住一段时间 四美果然倔强 她不但不想搬出去 还打算和侵略者一斗到底 毕竟有个陌生男人在 还是有些害怕的 所以她每天晚上睡觉前 都要把椅子放在门口 卡住以防色狼 吃饭时 她故意卷走一半的菜 一口都没给那男人剩 可去大婶的心机 好像更略胜一筹 因为只要搞定 一家之主乔祖旺就行了 至于这些小伎俩 她才懒得用 第二天四美准备洗脏衣服 掀开盖子一看 里面的味道 简直能把她熏上天 薛阿英这才出来 假模假式地看了看 嘴里还责怪儿子不礼貌 然后拿出一个盆子 把衣服重新拿出来后 让她继续接着用 可从小爱干净的 乔思梅 哪受得了这个 她现在浑身上下 连指甲盖都散发出 一股嫌弃的味道 什么毛病啊 随地土残恶过去啊 我来擦 我来擦 擦了就行了 随地土残也不是什么大事 擦了就干净了 再说了 我这不是客厅 我天天擦了 是吧 这位阿姨 这是我们家堂物 不是你们家自留地啊 你们这样真的 传播细菌懂不懂啊 你们城里人啊 都是干净人 那我拜托你 入乡随俗行不行啊 看去阿姨在地上擦得费劲 乔祖望到还心疼起了她 自私自利的父亲 让乔思梅一度怀疑 自己不是她亲生的 最终四美自掏腰包 买了台洗衣机 供自己专用 顺手又购置了一个晾衣架 并安置在了院子内 几个回合下来 她不但败下了阵 还倒贴进去了 好几百块钱 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 随后取阿姨见时机成熟 便又向乔祖望 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 而习被公公嫌弃 10年从未进过乔家大门半步 今天却因为刚进门的妓子 被破格邀请回家吃饭 因为妓子的妈妈 曾是公公精心挑选的保姆 胖保姆嘴甜的本事一流 不到一个月便成功拿下公公 现在便以女主人的姿态 邀请乔二强和马肃琴夫妇 到家做客 目的是想知道自家儿子 在二强饭店到底学了多少本事 并且乔祖望把这个 没见几面的妓子 看得比亲儿子还亲 前一阵子 文斌因偷懒被公地辞堵 去阿英店瞅准 时机哄骗乔祖望 希望文斌能去二强店里 当学徒学本事 可这属实让乔祖望有些为难 毕竟前些天才刚把儿子赶出家门 并且几个孩子也都和他闹翻了脸 现在他这个当爹的先低头 有些丢面子 可晚上才刚说不能先低头 第二天就主动喊来了儿子 你有什么急事啊 打电话让我赶紧回来 我以为你生病了呢 挺好 徐阿英很殷勤地 端来一碗酒酿元宵让他吃 乔二强从小最老实也最好骗 虽然感到诧异 但也没多想 徐阿英走时还特地吩咐 让他留下来吃饭 憨憨乔二强还一脸单纯地 问父亲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没想到乔祖望 假装关心起了他们夫妻的生活 那个托邮萍 知友是吧 知友 听说书念的不错 考上大学来 孩子挺生气的 你看你看看 看来啊 这个啊 还真早对了 此话一出 直接惊待了乔二强的统口 妻子被父亲认可 乔二强非常激动 在没经过马肃勤的同意下 李索当然领着文斌 来到自己的饭店 他是屈阿英的儿子 叫文斌 看咱们店里忙不过来 想来忙忙忙 咱们店里 忙不过来了 小马啊 以前呢 我对不住你啊 以后这个假 你随便来啊 对 经常来着点啊 谢谢老爷子 不干了 这句话实属也惊着了马肃勤 他万分感激乔老爷子的开恩 直接干了一杯白酒以表谢意 万万没想到因为保姆事件 竟然能轻轻松松让自己的到乔祖望认可 说来也实属不意了 不一会儿乔四美带着女儿回来 看见马肃勤在家里吃饭也很惊讶 但他不愿意和敌人共进晚餐 便打了个招呼回屋去了 出门后就当乔二强还在感慨师父酒量好事 被乔四美的河东侍吼吓了一条 乔二强 妹妹乐狠狠地瞪着他 便上前质问为什么要和那个敌人一起吃饭 是不是要当乔家的叛徒 二强被问得满脸懵 傻呀你 你没看出来吗 那成心就是想让你教他们家儿子手艺 四美 你放心 你跟我 你是二小弟子这么多 事业和爱情正直顶峰时 男人的生命却即将要进入倒计时 在面对死亡时 他在镜子里看到了妈妈的身影 恍惚间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小时候 他因多年过度操劳被查出患有慢性肾炎 可还没来得及接受残酷现实时 就收到妹妹的紧急电话 他说要把那些什么护风钩 我全都请了 我看也他就趁着这个生日 把这结婚酒也办了 随道 哥 原来做妖的父亲要和保姆结婚 并且要大操大办 按照以前的脾气乔一成绝对会一管到底 可这次他只想安静地过完未来的日子 这些糟心事 爱怎么发展怎么发展吧 以后电话里能说明白的事 就不用飞街面抓队了 处理完一系列的事情 他现在才有时间去回想自己的人生 拿起电话想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妻子向南方 可看着对方的电话号码太犹豫了 直到手机黑屏也没打出去这个电话 也许人生在等待死亡时 最不想拖累的就是最爱之人吧 几天前表扫长新与荣升电台新闻中心主任 他特地约乔一成和宋清远下周聚餐庆祝一下 说完后他们说说笑笑刚走到门口 乔一成突赶不是一个亮枪没站稳倒下去 二人听见动静后连忙跑过去查看 发现乔一成脸色苍白身体极度虚弱 长新与提议让老宋开车先送他回去 可要面子的乔一成觉得自己只是简单的味道 不用太大惊小怪的 正当宋清远要打电话时 被他一把拿了下来 我现在开车 此时乔一成已经检查完 自己的身体 现在就等着医院的检查报告 等报告出来医生会通知他来去 可刚出门就被一个小女孩撞掉了手里的药 但看见女孩使他愣了 原来是他的弟弟乔七七 两人互相对视后明显也都不相信 七七看向头顶门口的牌子 瞬间明白大哥可能也生病了 在楼下两兄弟聊天乔一成这才得知 七七的女儿得了自闭症 在医院已经治疗了小半年 乔一成热心想帮弟弟找专家咨询 但被他一口回绝了 随后他却酸溜溜地说道 两兄弟都很默契地选择了承受 也都不愿意拖累家人 几天后乔一成接到了医生电话 但医生要求必须当面和他说 老搭档宋清远看着他最近身体浮肿的厉害 建议他还是休息一段时间在工作 可乔一成担心家里的老爷子在整出什么幺蛾子 自己也好回去收拾烂摊子 他家的那点事宋清远看得明明白白 乔一成深叹一口气 感叹是命运每次都拦着他 不想让他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突然宋清远想到让乔一成解脱的办法 他说有没有想过和南方要个孩子 经过老宋这么一提醒 乔一成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还没有过孩子呢 他思考了好久好久才反应过来 乔一成这辈子过得实在太累了 他从小把几个弟弟妹妹拉着他 久而久之错把自己当成了父亲 可父亲这个角色一旦套上他 恐怕这辈子都无法抽离 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已经刻在他的骨子里 可以保守这两个人 最好是 不然的话 有可能发展成长 你还是得自己做个决定了 女人才刚刚送完女儿上学 回来后却突然发现房顶上多了个陌生女人 还没等开口询问 后妈便火速出现以一副女主人的姿态做解释 我儿子的媳妇 美妻叫姐姐啊 姐姐 在咱这暂时借住几天 那个小夫妻的 你还要多理解理解啊 乔四美简直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前两天父亲刚给她儿子安排了工作 现在居然又厚着脸皮把儿媳妇都接了过来 这简直就是要霸占房产的节奏啊 我这再走几天 你们是不是要在我这屋里儿子满堂了 四美 你这么说话不好听了 四美对这个老太婆近几个月的作为也毫无办法 只能简单硬刚几句 本不想和敌人多嘴 可刚想回屋无意间抬头一看 自己的被子被那女人占用了 谁让你动那个被子了 他们不知道这床被子 是表哥齐为明特地给自己的 前些天她被老太婆气到不行 便去找齐为明诉苦 临走时表嫂特地拿给了她一床新被子 别了 这么好的东西你们自己留着用 家里还有一床呢 这是你表哥特意给你留着 从小到大齐为明最疼这个表妹 早就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妹妹 现在看到还没用的新被子 却被老太婆一家提前占用 真是气到完全没脾气了 知道你爱干净 这不天天让人给晒着了吗 我用你晒呀 这是我表哥给我的财子私费 我自己都没舍得用 乔四美别无她法 只能窝着火去爬上房子 你去哪 下来 然后很心疼地把被子拿回了我 贱女儿被欺负乔祖望不但完全无视 她还直接拿出一把大钞 吩咐美琴让她去买两床被子 不喜欢她的东西 四美找不到发泄地 只好把保姆一家的所作所为 讲给姐姐听 三里也实在想不到老太婆 居然这么会使用心机 现在她儿子被安排在二哥那工作 四美提醒姐姐小心父亲 也把那女人安排在你这 你放心 我才比较二哥那么好多话 与此同时 二哥的日子也的确不好过 自从父亲强行安排 妻子在自己饭店帮忙后 文斌突然野心膨胀 不甘心做伙计想要当老板 并要求憨厚老实的二哥低价 卖给自己一些密质配方 没想到却被同样有心机的 二嫂巧妙挡了下来 要想系统的学厨艺 我觉得还是得帮我厨艺学校 文斌没想到二嫂会这么快拒绝 表面答应了下来 二嫂看她没有要走的意思 便又用一招快速下了逐客令 这边也没什么事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没事我帮你们吧 回去陪个媳妇吧 她刚到这儿 人生必不熟的 见二嫂态度这么坚决 文斌也不好说什么灰溜溜的走了 二嫂像是解脱了一样轻松 第二天一大早四眉起来 就看见了个不干净的东西 吓得四眉瞳孔地震尖叫一声后 快速关上了门 她回到房间无法整理思绪 不是你住在别人家里 你住一点行不行啊 文斌没有你连吃鞋也没有啊 你穿多点都热死啊 后妈听见后实在不乐意 但也没办法 赶紧叫儿子换上衣服 嘴里还叨叨千万别招人家文斌人讨厌 自从后妈把一家子都搬来后 她儿子文斌随地吐痰就算了 还经常上演一出皇帝的新装 这简直要把四眉逼到崩溃的边缘 然而乔祖旺一心扎进黄昏链中无法自拔 马上临近去阿英的生日 乔祖旺打算给她点惊喜 明天我去银行取点钱 给你包个大红包吧 还行啊 去阿英听后自然内心乐开了花 可这并不是她想要的 毕竟两个人都这把年纪了 就不要弄那些花里胡哨的 现在她只想要乔祖旺给自己一个名字 乔祖旺装作没听见故意岔开了话题 去阿英便也不好意思再提 第二天她从一个木箱子里拿出存折 准备去银行取钱给阿英包大红包 不料一个没注意被路过的摩托车撞到 然而对方看见她长肚子的面扇 以为是老头咬个人 所以只看了一眼后便扬长而去了 这边走啊 大婶听说男友摔断了腿有可能会终身瘫痪 可是他俩还没来得及扯症 那么他争房产的机会就会若空 为了让他早日康复 便主动留在医院日夜伺候着 怎料隔壁床的病友昨晚不幸离世 乔祖旺望看着冰冷的尸体内心恐惧极了 便连夜喊来而你们哭着喊着要回家 我要回家 住自己的房 睡自己的床 这种地方不能待久的 灰气 你以前连二号病都不怕 现在是很叨叨的 你回家意外有点事怎么办 没有什么死 赛列啊 这个道理他俩不晓得 你就别装糊涂了 当中你婆婆也是死活不愿住在医院 后来你把她见到架里伺候的 对吧 怎么 我要回个自己的架 我要看你们脸色 乔宜成见老爹坚持几间便也不再阻碍 他拖着病样样的身体起身离开 然后默默去办理出院手续 毕竟自己也时日无多了 自始至终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只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二强父亲一会儿出院的消息 二强虽然也不明白 但也乖乖回去替老爷子收拾 家里发生那么大的事情 四美没有办法陪女儿去考五岛办 便拜托七成刚来照顾 而现在的七成刚已经赶了摘野花的老毛病 不仅对女儿照顾有加 还时不时地关心着四美求他复婚 与此同时回到家的乔祖望 想听录音机来解闷 不料取阿英嫌烦一把给夺了回去 对他的态度直接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 乔祖望也不敢反驳 随后提出想明天晒晒太阳去取煤气的要求 去阿英见他这副德行好没好还两说呢 直接以明天会下雨为由拒绝 自顾自地消起了脸 和以前的殷勤相比 现在乔祖望也只能沦落到配吃一口蜜的下场 这蜜水分大 你少吃点 你企业不方便 这时他儿子从厨艺学校回来了 听说他还没吃饭 他直接拿走乔祖望眼前的一盘水果 必给了儿子吃 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不敢吭气 接着去阿英想来想去 终于忍不住夸起了二强 说二强不仅是好人 而且还实在 他不但不肯教儿子好好学厨艺 还亲自帮他缴纳了厨艺学校的学费 与其那么贵的学费交给外人 还不如亲手教文斌学点真本事来得实在 兄弟之间将来还能互相搭帮做点事 好好计划一下 不更好吗 都是一家人还互相信得过 你说是不是 计划不变化快 第二天七成刚带着女儿回家 正好遇见下班回来的乔四美 到门口是碰上了正要出门的美琴 到来没提前准备饭 说着就要回去添菜 却被眼尖的乔四美拦下 他那个就送乔乔回来 一会儿就走了 他还得看店呢 哦 我得回去了 七成刚眼神有些飘忽不定说的有些心虚 美琴见他长得那么帅突然很害羞 那个哥哥 哦 乔乔爸爸 真帅啊 年轻的时候更帅 现在也很好看 我还算跟哥哥更好 这样不太好吧 要想换屋子 也得等四美姐姐回来 问问人家提醒 你想多久啊 保姆竟私自将瘫痪男主人 赶到了客厅睡 打算让儿媳住进去 美琴不满婆婆的做法 便小心提醒 但婆婆太过强势 她也只能硬着头皮 怎么回事 堂屋通风好 你爸现在行动不方便 助理屋多闷气啊 你真把这儿到自己家了 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 你到我妈妈还不够格呢 乔四美对保姆的做法 产生强烈不满 并当场要求 把父亲的东西 重新搬回卧室 但换来的依旧是 对方的理所当然 并声称换房间 是经过乔祖望亲自同意的 而且为了照顾你父亲 我自己也搬出来了 你当然得搬出来了 你俩不是一对吗 你们俩不是 早在里边平均了吗 你看你闺女说什么呢 真是 闺女 救命啊 乔祖望万万没想到 自从摔断腿之后 会突然有一天导致瘫痪 三立知道消息后 急忙从家里赶来 正巧碰见收拾床单的 屈阿英便猜到了一二 屋里的二哥和小妹 都正安慰嚎淘大哭的父亲 经过兄妹几个商量后决定 咱们几个没家 出一份钱 但是不要一次性 给那个女人分月呗 就当做 是当照顾老头子的报仇 第二天 乔二强特地过来看父亲 为他吃最爱吃的香蕉 不料被屈阿英 看见后一把给夺了回去 别给你爸吃香蕉 香蕉划肠子 回头再拉一床 我可没进人头 再给他洗了 对于保姆的建议 二强并没有采纳 好脾气的他 也只是对曲阿姨 进行了好言相劝 但最终连个好人卡 都没落下 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刻薄你爸一样 随后去阿英 也换了一种 比较委婉的方式 控诉着自己的委屈 乔祖旺刚瘫痪那段日子 为了不让他身上起疹子 大冬天亲自给他 洗床单洗背着 手动坏也就算了 他还成天成天地 在屋里捣乱 家里如果有类似病人的人 都应该知道 要照顾一个 年迈瘫痪的老人 不仅要精心伺候到位 还不能乱发脾气 否则直接影响到 双方的情绪 如果真这么长时间下去 不仅身心疲惫 当事人也会遭遇 心理和身体上的 双重折磨 乔二强也听明白 话里的一层意思 这是暗戳戳地 问自己要钱 他也不废话 抬起胳膊 从兜里拿出一打钱 曲阿英见到钱 立刻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此刻乔祖旺 眼里竟满眼 都是对二强的不舍 曲阿英拿着手里的 铜臭味 我会把你爸照顾好的 日子久了 在他的细心照顾下 乔祖旺的身体 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也知道他再也 心不起什么风浪 胆子也越来越大 但还是没有越过 那条红线 这次出来晒太阳 并不是好心之举 而是起了恻隐之心 为了让怀孕的儿媳妇 有个好的居住条件 便以关心乔祖旺的身体 唯有让他多出来走动走路 含心的乔祖旺 早已听出了意思 你是觉得 我们坏坏就合适啊 乔大哥 咱俩又想一块去了 看着乔祖旺这么自知之明 这次体力没白费 你倒是真敢想啊 我跟你说 搬屋子这事啊 可不是小事 这得好好合计合计 做人要讲良心 这事是你爸同意的 我替你们照顾老的 你们一家大大小小的 享清福 我也没落一寸好地住啊 是吧 毕竟是他们的父亲死皮烂脸 先找自己当保姆 然后两人在不知不觉下 才日久生情呢 雪阿姨认为自己被骗了 王儿媳妇现在怀着孕呢 让他跟他肚里的孩子 有个落脚的地儿 不行吗 你们这是落叶生根啊 把正主都挤走了 你们这叫纠战却巢懂不懂啊 谁战时的巢 也没关系 大哥知道对面的女人 费尽心机就想霸占自家的房子 只要他脸皮厚 我们就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雪阿姨见对面骂人不带脏子 便说起了当年自己的辉煌史 他三十岁起手寡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话 他都见过听过 这些年受过的委屈就是他的底气 想当年我那大白子 想把我轰出家门 还想把我儿子强留在他们家 我那一把铁锹舞起来 我呼呼呼的 我怕谁啊 乔宜诚一通听下来 简直是如雷罐 既然说不过一个附到人家 那就只能乖乖认命 不过那也得等到他名正言顺了 到那时候 您再无铁锹也不迟 我们几个也会夹着一把 在您面前做人 乔宜诚明白自己的病情 再这么下去 恐怕身体吃不消 随后他拖着病痒痒的身体 走出房门 我就问你一句话 是不是你同意他们伴我了 是有怎么样 不是有怎么样 乔祖望模棱两可地回答 让乔宜诚彻底寒了心 看来娶阿姨 才是他的至亲至爱 至于我们这些儿女 对他一点都不重要 就在刚要转身时 突然让他想起了以前 你记不记得 那个年 我们几个也都大了 还挤在一个屋里 乔逸诚恳求父亲 搬到堂屋去住 让妹妹们住在里屋 男的都住在屋外 可乔祖望就是不肯 我只要还有一口气 我就守着这间屋子 我就是死了 要从这间屋子里抬出去 现在却为了一个外人 宁愿委屈自己住在堂屋 也不愿意替儿女们 说句公道话 看来乔祖望是吃了秤坨 舔了心料和去阿姨过日子 作为儿女也不便在打扰了 把父亲托付给去阿姨后 转身让乔四美收拾东西 去自己租住的房子里住 见四美一动不动 乔逸诚便亲自起身 帮妹妹收拾 收拾好行李后 二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而此时的乔祖望 却流下了不舍的眼泪 这才刚走到胡同大哥 差点一个晾抢没站稳 随后乔四美搬到了大哥家后 才发现家里的壁纸都换了 这说明他经常在这里住 至于为什么大哥 非要从大嫂家别墅搬出来 二人也猜不明白为什么 他不让我们知道 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 他不会还想这些小老子吧 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想大哥肯定是想要一个 完完全全属于他自己的地方 这么多年 大哥真是被我们拖来了很多啊 前脚才安排好家里大的小的 后脚就找齐维明帮忙 把这笔钱送给自己父亲 他怕父亲被那女人欺负 便想多点点钱起码能好好照顾 不过齐维明也发现了乔逸诚的不对劲 说真的啊 你自己脸色有点不太好 我好得很 男人满怀期待特地接放嫁回来的妻子 不料却看见一个老男人 送给他一大束玫瑰 然而妻子还不知道 丈夫即将面临死亡 此时乔逸诚心里五味杂陈正当要离开市 手机铃声很合适宜的响起 声音正好惊动了要走的妻子 乔逸 向南方满脸高兴 乔逸诚却一身疲惫挤出一丝微笑 不久前他被确诊为慢性肾炎 现在已经发展成尿毒症 这是他做给妻子最后的一顿晚餐 还是那个味道 此时乔逸诚又收到医生催着做透析的电话 然而他只是轻轻挂断了 随后他将目光看向了桌上的玫瑰 向南方察觉到了逸诚的情绪 然后不慌不忙地解释 刚才那位是工作中认识的一个企业老板 为了以后合作 他送自己一束花当礼物做人情 听到向南方解释后 乔逸诚这才放心 虽然表面说着无所谓 其实内心的粗痰子早已打翻 然而向南方却说自己不喜欢花 乔逸诚问他喜欢什么识 他的回答却出乎预料 你做了烟菜 这让乔逸诚心里很满足 可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他表示趁着现在有时间 明天我教你自己做 以后想吃的时候就能自己给自己吃了 我干嘛要自己给自己做啊 我就要吃你做的烟菜 如果想得多那时间就好了 嗯 你走了 老大 是我 七 与此同时乔祖望错把七七当成了乔逸诚 然而这个他从没养过的儿子却来看他了 这是三十年来乔七七和父亲待得最久的一次 乔祖望刚想聊两句 去阿英和儿媳妇拎着大包小包逛街回来了 等放完东西后去阿英招呼七七 叫他一会儿留下吃饭 随后留给了父子俩单独聊天的时间 乔祖望看着儿子想起年轻时候的妻子 你长得小丽妈呀 可你是个男孩 跟你妈都是不一样的好看 张嘴 晚上去阿英正不耐烦地照顾着乔祖望 因长时间躺在折叠床上很难受 乔祖望祈求他去换好一点的床 各的回忆腿呢 不如我原来那种 有坏一张床吧 可去阿英倒觉得屋里的破旧家具都该通通换了 尤其是抢脚那张又破又旧的桌子 桌子就算了 如今我也不能坐到那块吃饭了 等曲阿英走后 他看着那张陪了他一辈子的桌子 想起小时候孩子们围着他 争抢着吃半个蒸蛋时从稚嫩的脸庞 变成了一个个的小大海 在从小大海慢慢长大结婚生子 在后来慢慢一家五口变成了多人之家 这张桌子承载了他和孩子们一辈子生活的点滴 也见证了他一生的悲欢离合 第二天乔一诚提着行李箱再一次回到了老屋 他本想提着行李独自一人等待死亡 不曾想被父亲一个紧急电话喊来 随后他从衣服下拿出装钱的信封 然后倔强地扔在了地上 原本愧疚难当的乔祖望 现在难过地像个梅堂的孩子 哭诉着儿子对他的种种不孝 你找个外人来跟我送钱 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把我当爹了 齐文明是外人 他是我亲表哥 是你亲外上 你个小兔子 你又怕你啊 听到儿子强硬的语气 乔祖望还想像年轻时候那样找他算账 可他忘了现在他只是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已经没有当初年轻时候的模样 你现在连床都下不了 你还跟谁算 就这么对你的亲爹 你就那么对你的亲女儿 三弟受欺负的时候 你都干什么 四美婚姻不顺的时候你干什么 二强他过苦日的时候 你伸手帮过他 乔一诚不止说过一次这样的委屈 但都被父亲当成了耳旁风 与其说乔祖望是爹 倒不如说乔一诚多养了一个孩子 正当他要走是被乔祖望喊停了脚步 我们父子来仇 这辈子是姐夫盖了是吧 其实乔一诚何尝不想和父亲坐下来好好谈 可自己也已经时日无多了 完了 女人曾不顾家人反对远赴西藏和男友结婚 婚后以为会很幸福 不料丈夫经常在外找小五小六很不安分 可当他知道后却多次选择了原谅 最后却被一个手段高明的小六上门逼宫 这才看清了七成刚渣男的本质 从而选择了离婚 多年后他打算再去一次西藏 以此来怀念从前的自己 姐夫王一丁从来没想过 四美还会一人再去西藏 也还以为她会和七成刚复婚 没想到她这次居然这么坚持几件 现在道挺对她刮目相看的 而相比于四美的怀念 多年未回老家的马素晴 在乔二强的陪伴下已经动身去往东北 对于近期发生的事情 王一丁不由地感慨万千 世界上面也不想家人 即使再讨厌家乡的人 也会有想回去看看的时候 姐姐你回来吧 本来就是你的家 你要是再不回来 我婆婆她真的连你的屋也站了 她现在就在屋里住着呢 此时屈阿英的儿媳妇希望四美早点回去 毕竟在城里待了一阵子多少也学了点道理 也终于知道她只是婆婆家的生育工具 现在她也想自力更生自己赚钱 只想一心一意地回家种财 而乔四美则塞给了她一些银子 希望她在的这段时间里能多照顾照顾老爷子 之所以两人关系这么要好 是因为在家的这段时间里 四美教会了她怎么辨别男人的好坏 平日里对她也相当照顾 所以美琴对四美非常感激 她也答应在自己走之前会好好照顾老爷子 与此同时乔逸诚一改往日调侃的模样 准备找齐维明交代后事 你这客客气气的我倒不适应了 你怎么了 我病了 渗出了些问题 已经做了一段时间偷袭了 不太好 齐维明显然现在才反应过来 她让乔逸诚赶紧去住院 并帮她找最好的专家 但乔逸诚想拜托表哥在她自己走后 希望她能继续照顾几个弟弟妹妹们 脱姑啊你有病啊你 但乔逸诚觉得这就是她的命 肯定治不好啊 齐维明对她这种悲观的看法相当生气 劈头盖脸就一顿臭骂 她知道逸诚从小就嫉妒自己有个好爸爸 齐维明告诉表弟我爸从小最看重 希望你现在也要看重自己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卡 乔逸诚答应表哥会好好先治病 但他希望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家里 齐维明听到后直接气长 毕竟这么大的事他居然还想瞒着所有人 但乔逸诚说你是第二个知道的 原来那天去老屋之后 他告诉了父亲真相 现在我身体也出了些问题 您老人家 就长命白岁地活好自己吧 反正 什么个人不个人了 厉害吗 本来明明谁都不想告诉他 随后齐维明拿起他的公文包 从里面拿出来一个文件夹给了他 原来是老屋的房产证 他给你的 家和万世新的 那个 原来前些日子 乔祖旺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 他趁着齐维明的到来 指着挂有家和万世新的牌子 告诉他后面有一份重要的东西 男人满怀欣喜给妻子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 然而这是丈夫给他做的最后的晚餐 这一次乔逸成不仅和向南方提出了离婚 而且还和单位请了无限期长假 老搭档宋清远这回是真没明白乔逸成一系列的做法 他还真以为兄弟是因为向南方去外地挂职 导致两人经常聚少离多才让乔逸成多想 但他不知道的是乔逸成被确诊的慢性肾炎 自己悄悄做了一段时间透析并没有什么用 现已经发展成了尿毒症 为了不拖累家庭他才决定和妻子离婚的 这天向南方从地方挂置回家后 看见乔逸成暖心地帮他做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 逸成 寻找丈夫无果后 他无意间发现桌上的一封信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拿起后看了一眼 这个消息让向南方一时间无法接受 他以为是上次别人送给自己的那束玫瑰花 乔逸成吃醋才导致他有离婚的想法 所以向南方找到了宋清远 并让他转告自己的想法 他不同意离婚 而下来他也不想深究你提出离婚的原因 不管什么原因 南方他都不会给你 他愿意给你 等你自己告诉他就用发伤 你跟他说上别的 我不负责帮你传话 你去跟他说 你跟我说 没用 话音刚落厨房就传来盘子破碎的声音 好像在预示着什么 妈 乔大夫好像不大好了 我给四美姐姐他们打电话吧 美琴的一番好意却被婆婆给阻止了 他认为乔祖旺的身体一直都是那样 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毕竟他现在正在预谋一件大事 我跟你说啊 你别自作主张啊 我叫你什么都打 你在什么都打 听得没 我坏我的事 你别怪我不客气了 随后还不放心地看了一眼美琴 紧接着他的儿子文斌着急忙慌地从外面回来 什么事我都问好了 明天办好了 直接拿回来盖手就是想 原来他想趁乔祖旺死之前 偷偷和他半结婚者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来到乔祖旺跟前 开始了他的表演 能不能在你百年之前给我个名分啊 我同意 他没想到乔祖旺这么快就答应了 这惊喜简直来得太突然 让他一度以为自己听错了 一个激动便趴在乔大哥身上哭的梨花带雨 而门口美琴看得一清二楚 却被丈夫拦下 还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 去阿英高兴之下 居然同乔祖旺喝起了酒 而乔祖旺明显感觉自己的日子也快到头了 恍惚之下 他竟错把屈阿英看成了去世的妻子 乔祖旺回忆起当年怀乔一成早就预感式的男孩 所以生下一成他并没感到意外 一人 二强 三丽 四美 七七 屈阿英没想到乔祖旺迷留之际居然还想着前妻 对照顾他的自己却视而不见心里很不识滋味 晚上乔祖旺的房间里突然发出了一阵闷响 屈阿英以为是他和以前一样不小心打翻了椅子 坐起来细细想了想觉得肯定没事 然后又放心地睡了下去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穿好衣服准备干活 不料刚推开门就发现了惊悚一幕 老乔 此时乔祖旺驮着被姿势怪异地倒在冰冷的地上 老乔 嚣张跋扈的屈阿英现在也慌了身 此时的乔祖旺已经完全没了气息 父亲孤独离世 而你们却没一个在身边 他们接到消息后 才一个一个朝着家的方向往回赶 乔一成也拖着病样样的身体急忙赶来 回来时保姆已经替乔祖旺换好了崭新的衣服 徐阿英也没想到差点到手的房产又不一而非 当他嚎啕大哭的时候 兴许对乔祖旺有几分真心 毕竟两人也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但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接下来他还要争遗产 在外人面前做做样子还是有必要的 看着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四美这才突然发现 原来跟爹长得最像的是大哥 你说要是爹走了时候我们都在 他会跟我们说什么呀 其实三立也不知道 他只是在想 父亲也真是够不小心的 从床上摔下来就像是一心求死 买个解脱一样 就是觉得活着反而痛苦 死了放过自己 也放过子女 乔一成临走时拿走半瓶父亲未喝完的酒 独自一人来到一个小饭店来吃小笼包 因为小时候父亲答应他要带他来吃 乔一成特地点了两匹小笼包 一个给父亲 一个给自己 就这么自言自语和父亲对着话 他想起曾经自己考上大学时 父亲特地送给了他一块手表 虽然是二手的 但他非常喜欢到现在一直戴着 有时候我特羡慕你 最起码你活成为自己想活的小子 因为这是他渴望的父爱 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 他却感恩了一辈子 乔一成活得太累 所以他羡慕父亲 可随着乔祖旺的离世 吃着这顿父亲早年间承诺的小笼包 乔一成和父亲一辈子的父子仇也终于和解 悲伤过后 他马不停蹄地回老屋解决最后的问题 这张卡是他们姊妹几个的一点心意 感谢娶阿英对老头子的照顾 最后特地给了他们一周时间去办理这个家 可取阿英依旧理直气壮 他认为既然照顾了乔祖旺 那这房子就该有他的一份 乔一成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随后很自然地拿出老屋的房产证 经过几个兄妹商议后决定 他们一致同意放弃继承权 把这个房子 全部给他们的小妹乔四美和他的女儿七乔乔所有 没见识地去阿英吃了没文化的亏 他只认付出就该有回报的印道理 死活都要霸占着房子 见取阿一不依不挠 乔一成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条 上面记录着每一笔乔祖旺 给他的开支明信 原来那天七七看望父亲时 他亲手把这张纸条交到了七七手上 上面每一个日期买的 什么都写得明明白白 里面前前后后给了五万块钱 哎呀行我别念了 干嘛呀这是 什么意思啊 如果他赖着不走 自然会依法解决这件事 这里马上就面临拆迁 到时候也一样会被赶走 如果不嫌弃 他们可以一直住着 但拆迁款和新房子一分钱 都到不了你手里 正在这时文斌赶了回来 不巧听到了谈话以为他在威胁自己老妈 他二话不说拽起乔一成就要开打 幸好有美琴在旁边及时拦住了文斌 才让乔一成免了一顿揍 临走前他想去阿姨下了最后通牒 然后摇摇晃晃地出了门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乔大哥 老父亲前脚才刚刚去世 后脚大儿子又因病重住进了医院 几个兄弟姐妹日夜守候在身边等大哥醒来 乔一成从七岁开始便养大了几个弟弟妹妹们 他从小的无私养成了付出型的自卑原格 直到他自己生病 首先想到的都不是自己的安危 而是如何安顿好弟妹 乔一成的活法真的太苦了 连旁边的婊嫂长新语看着都心疼 宋清远听到消息后匆忙把向南方接了过来 向南方这才明白乔一成要和自己离婚的原因 他满脸心疼地看着她 在外的表哥气微明骂乔一成糊涂 都病成这个样子还想一个人扛 他说乔一成从小就自以为是 想要帮人又要嫌弃人 不但自卑还自负 还总觉得自己委屈 离不开那个破家 这忙前忙后这么多天 往他联系医院 想给他拿点钱 他说不要 他说他有钱 他有什么钱 我瞧瞧那几个兄弟姐妹 就数他最没钱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 你行啊 我知道你心疼的 那我还心疼你呢 乔一成无私的付出真的太累了 全家虽然数他工资最高 可二强开店 三里买房 四美替七成钢还钱 都是乔一成帮忙出钱出力 连三里都买了房 唯独他却还是租房住 齐维明说着最狠的话 却做着最疼他的事 老屋里美琴正收拾东西 打算回老家 四美把一些自己平时不穿的衣服 送给了他 美琴心感愧疚向四美道了钱 四美告诉他大哥的病 和你们都没关系 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连 在和美琴聊天之下才得知 旭阿英习惯了 城里舒适的生活 不愿意回农村 所以又去应聘保姆的工作 四美自然知道 他这又是换了下一个目标去货货 此时文斌租的车也快到了 正好去搬东西时被四美叫住 回到家等孩子出生的时候 好好对待母子俩 不许做对不起美琴的事 虽然美琴嫁到他们家 但毕竟他善良勇敢 和娶阿姨是不一样的 随后四美接到了表哥的紧急电话 赶紧来医院 病情的发展太快了 向南方听到消息后不知所措 随之告诉了他们的几个弟弟妹妹 这么说只有换身这一条路了 大嫂 别想了 我们都去给大哥配信了 我和你们一起去 你去做 希望也大一点 没想到这是七七能出现 三立瞬间哭红了眼 病床前的乔逸诚 因为做透析异常难受 向南方温柔安慰 为了你的弟弟妹妹也为了我 希望你忍耐一下 我们还有好多日子要好好过 曾经向南方为了事业 选择远离他乡离开乔逸诚打拼 现在为了乔逸诚 他放弃职业生涯 打算陪他走完后半辈子 等你好了 我们去累贤吧 我这辈子 我能遇见你 我已很走远了 谁是条先生 他没来 张大夫 事情怎么了 门外除了七七的配型成功之外 其他弟妹都没有成功 可乔逸诚知道后 却死活不愿意接受七七的配型 如果是二强他们 谁给自己配型他都能受 唯独七七他自认为受不起 又在那儿讲大道理 二姨苦口婆心劝说 连搬出来亲生妈妈 都没能劝动乔逸诚 最后还是乔七七 亲自开口他才接受 接下来医生尽早给他们安排了手术 他们全家老小一个不落地等候在门外 乔逸诚和乔七七两个没有亲情威胁 但却有着血浓与水刻在骨子里的兄弟 出现在了病房里 这一刻乔逸诚带着对妈妈的依恋 回忆着儿时兄弟姐妹 在水井旁的画面走进了手术室 二不说得对 都不成大人就好了 您等很长时间吗 八年 八年 长生长大 两后八年的时间 从特别增值 八年后了 二零零五 妈妈 八年 喝了 今年出生的茶 八年后不躲而出时 就为脱胎换骨 重获新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兄弟姐妹再一次聚集在了老乌下 同时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 这也是他们最后聚在一起的日子 马上这片巷子就迎来了拆迁 即将要盖一个大型的购物商场 你不知道以后会被人什么样 不会变 留下的是回忆 家是外人才有才的 顶多就是金蝉脱胶 房子是外壳 家人在哪 哪就是家 以后你们觉得 只要是想家 那咱们就传个主意 那咱们就传个主意 你都传你 你还让我做饭 就会失望我 等到大家要举杯时 四美突然提出 要给大家摄影留念的想法 然后跑去屋里 拿出她最爱的摄像机 留下了家人最幸福的一刻 来 看我 鞋子 鞋子 都Ern 你在后 承我一须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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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两一、五一、五看一下